难道他被薄荆州给逼疯了 居然开始梦游 洗漱完 他去了趟医生办公室 确定薄荆州没什么问题后 就直接去办了出院手续 你是自己回去 还是我帮你打电话叫姜树来接 薄荆州靠着床头 唇角弥漫着笑语 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 就你脑门上那点沙 让你住院观察一晚 已经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了 但为了赶紧将这个麻烦金送走 沈婉慈还是忍住了嘴炮 将医嘱员封不动地转述了一遍 嗯 伤口愈合前不要沾水 借酒借心辣 现在是冬天 四五天不洗头也不会抽得特别厉害 不过对洁癖严重的薄荆州而言 是个不小的挑战就是了 男人懒懒散散地道 但我觉得脑袋还有点晕 那你想干嘛 沈婉慈皱眉 满眼戒备地盯着他 直觉薄荆州这个黑切黑眉安什么好心 你扳回欲听别愿 不可能 他想也没想地直接拒绝 薄荆州 家里没有庸人 想喝个水也没人倒 你总不会希望我顶着伤回老宅 让王仪照顾我吧 沈婉慈无情道 我也不会给你道 其他照顾就更别想 至于回老宅 他朝着薄荆州咧开嘴 勾出一道十分虚伪的笑 你请便吧 那是你亲吗 你都不担心自寄他 我还揽什么责任 巴黎圣母院又不是给我盖的 他昨晚就想出去吃宵夜 结果一直耽误到这话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 没精力继续在这里跟他耗着 你要是想一直住这儿也行 我给你请个护工 我可真是个负责任的好人 最后这句 纯属自我夸赞的自言自语 这里是私立医院 人少床多 只要有钱 躺到死都不会被碾 薄荆州脸都漆黑了 沈婉慈 你要去哪 我饿了 我是把厨师拐跑了 还是把医院食堂给炸了 饿了就下楼吃饭 瞧把你给惯的 这三年 无论是点餐还是亲自下厨 沈婉慈都是送到他面前的 当真是端晚就吃的程度 现在两人都要离荒了 还想他跟伺候祖宗一样伺候他 男人果然是不能惯 从医院出来 沈婉慈直接打了车回去 他有点任床 昨晚没睡好 经过超市时随便买了包泡面 打算将揪着吃点补个绝 没想到出了电梯 没走几步就瞧见 站在他门口的薄荆州 这人不是应该回家 或者回博士上班了吗 你怎么在这里 你都在这里 我为什么不在这里 我现在受伤了 需要人照顾 你是我妻子 照顾我是你的义务 这是来找保姆的 沈婉慈被他气笑了 这种时候倒是想到 我这个妻子了 你给夏迎春赛前赛资源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还有个妻子 他打开门 凶神恶煞地回头瞪着他 你走不走 不走我动手了 薄荆州的脸色有点难看 严格来说是从昨晚起 他的脸色就没好看过 他朗着脸问 谁是夏迎春 沈婉慈翻了个白眼 你亲爱的简维宁小姐 男人皱眉 我没给他塞过钱 啊 他塞没塞过钱 沈婉慈早就不在意了 不过以简小姐的清高镜 如果愿意收薄荆州的钱 当初也不会放着他这条捷径不走 非闹着要出国闯荡 想要谋一个能配得上他的身份 争得江雅筑的同意 光明正大的站在他身侧 不过这些 都与沈婉慈无关 他现在只想快点吃完东西去补觉 薄荆州抬手撑住他关过去的门 推开静止走了进去 他的视线在公寓里扫了一圈 聂玉成虽然没在这里住 但装修风格却是照着他的喜好来的 沿桌上那些摆剑 都能多多少少看出点他的影子 昨晚被沈婉慈用来砸他脑袋的摆剑 还在地上 那是聂玉成曾经非常喜欢的一个卡通人物 已经干涸的血迹变成了暗红 但还是清晰可见 薄荆州冷冷地瞧了一眼 一脚踢到了垃圾桶边上 你打算什么时候从玉成的房子里搬出去 沈婉慈在换鞋 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我给了房租的 为什么要搬 说完 也懒得去管包荆州 他非要进来 自己强拦一拦不住 还不如省些力气 你以为玉成能看得上你那点房租 沈婉慈没理他 坐在沙发上泡泡面 等面熟的这段时间便拖着塞发带 我荆州的语气硬邦邦的 我是病患 你就打算坐碗泡面打发我 没有 听他这么说 男人脸色好了些 然后又听到沈婉慈接着道 这是我吃的 你要吃自己做 想到之前在玉厅别院时 只要他在家 哪怕知道他不吃他做的饭 沈婉慈每次也至少会做四菜一汤 如今却连泡面都舍不得多泡一碗 这带玉 简直是天差地别 薄荆州咬牙 阴阳怪气道 你对玉成也是这样 他没你这么厚脸皮 我会要饭吃 沈婉慈先开盖子开始吃面 我荆州一向对这些东西尽会不明 但此刻闻着也有些饿了 然而那女人只顾着自己吃 压根没有要理他的意思 吃完面 沈婉慈就回房间补眠了 至于薄荆州 挨杂杂的 这一觉睡得有点久 一直到下午才被捏玉成的电话吵醒 婉慈 上次跟你提过的 想麻烦你帮我爷爷看一件藏品的事 你今晚有时间吗 有 约定好地点 沈婉慈起床开始洗漱 薄荆州已经不在客厅了 他也没在意 要是这么几个小时他一直坐在这里才是怪事 他拧着工具箱出门 伸手去拿钥匙时摸了个空 该死 薄荆州那王八蛋把门钥匙拿走了 约定见面的时间是饭点 所以地点定在一家高档餐厅 沈婉慈一下出租车就瞧见餐厅外等他的男人 聂玉成很自然地接过他手上的工具箱 这两天住得还习惯吗 哎 挺好的 聂玉成领着他往里走 有些欲言又止 对了我爷爷那人比较爱热闹 你等会儿别介意 沈婉慈不解 等到了包间 他才明白念玉成这句话的意思 原本以为只有念老爷子一个人 没想到里面满满当当做了一桌人 念玉成清了清嗓子 这些都是我爷爷的朋友 正好他们下午一起打桥 又对健宝这种事比较感兴趣 所以跟来看看 如果你介意的话 看样子他也是刚才知道来这么多人 沈婉慈摇头 没事 但鉴定文物不是我的专长 可能结果会有偏差 话是这么说 但这种几率很小 虽然他不是相关专业毕业的 但外公和妈妈都是这方面的行家 将毕生所学都交给了他 念老爷子见人来了 朝他招手 沈家姑娘 快到念爷爷这里来做 以前两家试试教 老爷子也是这么叫他的 但只是对小辈的慈爱而已 后来两家关系淡了 如今的沈家 哪里高攀得起 沈婉慈走过去 念爷爷 老爷子笑着点头 长大了越来越水灵漂亮了 听玉成说你现在在京元上班 还是个很厉害的文物修复师 沈婉慈暂时不想泄露自己婉婉的身份 只是淡笑 他这是给我戴高帽子呢 我就是个助理而已 跟念爷爷还谦虚什么 能进京元已经很厉害了 何况你还这么年轻 好好做 以后争取见你们许老的班 一旁的人听两人的谈话 打趣道 念老 玉成真是好事将近了 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还是念玉成亲自去接的 说是来鉴定古董的 但谁都不会真的信他这么个小姑娘 能认什么古董 以念家的人脉 要找人鉴定古董 那肯定是着有实力的大佬 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地以为 是念玉成寻那个有头 带你朋友来给老爷子见见 文言 刚才还笑得很慈祥的老爷子 突然脸色一沉 这话可不能乱说 婉慈已经结婚了 沈婉慈和薄金周结婚的是 念家是知道的 虽然没办婚礼 但两家关系近 逢年过节都见得到 别人见老爷子神色严肃 不像是开玩笑 便不再吭声了 老爷子说的是 见随朝的透饮白瓷杯 之前沈婉慈在博物馆的时候 曾见过 这个品项不如那个好 但保存得相当完好 他打开工具箱 从里面取出东西 仔细地观察着手上的杯子 这个过程费时比较久 一直到饭菜上桌 他还在研究杯子的底座 念玉成 婉慈 要不先吃饭吧 坚定这是不着急 沈婉慈放下手上的东西 将杯子小心翼翼地装进礼盒 好 别人见沈婉慈这么年轻 根本没对他的答案抱什么希望 不过是看老爷子的面子 虚伪客套的等一等而已 这花儿吃饭便各聊各地去 趁着那些人的注意力没在这边 念玉成压低声音问他 有结果了 哎 念爷爷这杯子花多少钱收的 念玉成伸手给他比了个令人咄舌的数字 见沈婉慈沉默 念玉成便懂了 假的 也不算 听接的 看着地应该是明朝后期拼的 所以也算是个古董 指是不是原装货 指不上那个架 念老爷子知道答案后 并没有沈婉慈想象中的垂胸顿足 看到他平静的模样 他忍不住感慨 好吧 有钱就是任性 倒是刚才那些看热闹的人眼神变了又变 饭局结束 沈婉慈没让念玉成送 自己打车回去了 念玉成转身看向老爷子 爷爷 我送您 餐厅门口已经没有别人 刚才还一脸平静的老爷子脸色一变 凶神落煞地瞪着念玉成 谁让你找人来鉴定的 你个不孝孙子就是看不惯我高兴两天 非找个人给我泼冷水 滚一边去 让你送 我估计还没到家就被气死了 说完 还捂着胸口大喘几口气 念玉成 半小时后 沈婉慈回到家 打开门的第一时间就是脱衣服准备洗澡 可刚解开领口的扣子 就听到房间里传来动静 糟贼了 他亲手亲脚地走过去 经过客厅时 顺手拿起个防卫的东西握在手里 咔哒一声 卧室门先他一步打开了 薄荆周站在门后 冷冷地看着女人手里捏紧的东西 怎么 昨晚的是还想再来一次 神婉慈整个人都梦了 随即回过神 咬牙切齿地吼他 薄荆周你 男人刚洗过澡 头发还是湿的 水珠顺着他侧脸的轮廓滑落 上半身什么都没穿 只在腰上围了一条不算大的浴巾 看看遮住一半大腿根 这条浴巾是他的 他平时过得有点糙 所以洗完澡后会顺便连脸上的水也一起擦了 现在却被薄荆周围在腰上 想想那个画面 神婉慈崩溃了 薄荆周 谁让你动我东西的 你给我解下来 薄荆周瞧着他 手搭在浴巾上 似笑非笑反问 真要我解 神婉慈 看他这腹浪荡的样子 浴巾下肯定什么都没穿 在他有动作之前 他忙出言制止 不用了 你赶紧穿上衣服从我家滚出去 把这条浴巾也带走 薄荆周眼里的笑意收敛住 如附上一团漆黑的阴霾 冷冷地瞧着他 你家 虽然我知道你脑子里没装什么好东西 但也别用那肮脏的想法侮辱我 也侮辱你兄弟 神婉慈翻着白眼 走回客厅的沙发边坐下 你快点 给你五分钟 他打开电视 包了个橘子慢慢地吃 五分钟后 薄荆周从房间里出来 他换了一身家居服 头发擦得半干 凌乱地搭了着 沈婉慈心里生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戒备地往后缩了缩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衣服那么合身 一看就是他带过来的 他这里可没有男装 他这是 要住这里的意思 薄荆周眉说话 丢给他一个明知顾问的眼神 沈婉慈 不可能 他绝不会同意他住在这里 一晚十万 不行 鬼知道你有什么企图 你哪里来的自信 认为我对你有企图 沈婉慈不可避免地想起了 以往那些不愉快的经历 撇了撇嘴 总之不行 他已经在考虑去法律起诉 走分剧两年自动判离婚的路子 薄荆周冷着脸 美好气道 妈知道我们分剧的事了 那也不行 一百万 每晚一节 不要支票 直接银行转账 沈婉慈见风使多的速度很快 堪称变脸 咬牙答应了 没办法 他给的实在有点多 薄荆周 在他无语的几秒钟里 沈婉慈已经翻出银行卡 递到他面前 男人扫了一眼 一开始线 懒得看 你把账号发给我 沈婉慈半信半疑地 将他的微信 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把账号发给他 几分钟后 他收到了一条 到账一百万的短信提醒 薄荆周的目光 落在他准备再次 把他拉黑名单的手指上 呃狠狠地警告 如果再让我知道 你把我拉进黑名单 后面的钱就没收 沈婉慈善善地缩回手 起身说道 晚安 等薄荆周领会 他话里的意思时 卧室门已经 喷得一声关上 并且从里面繁锁了 本以为薄荆周 费了这么大的事 住进来 怎么也要继续折腾一下 没想到这一晚安静度过 什么事都没再发生 第二天他就出差去了 沈婉慈才不管 他出差几天 反正一天 一百万必须得到位 而很快 他帮念老爷子 健保的事也 在他们圈子里传开了 这天他来了夜兰 跟是应声说了包间好 就被领着上到五楼 昨天有人给他打电话 说是那晚健保的时候 他父亲也在 对沈婉慈的本事 十分幸福 想让他帮忙 看看手上的一个物件 沈婉慈一开始是拒绝的 鉴定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但对方直接爆出了 一个让他没法拒绝的价格 包间里人不少 但灯光开的是正常的照明灯 虽然有男友女 可都规矩做着 没有什么乌烟瘴气的 气氛与举动 一眼扫过去 还有几个认识的 坐在正中的中年男人 见到他后 立刻站起来 朝他半弯身鞠躬 沈小姐 这态度 恭敬地让人不敢置信 李先生 李九年盲点头 让出最中间的位置 给沈婉慈 那天听我爸说起 沈小姐帮念老健保的事 就想麻烦你也帮我看看 但怕唐突 一直拖到昨晚才联系您 能和念老爷子一起打球的 家境自然是极好的 平日里都是眼高于顶的 他之所以对沈婉慈这般恭敬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听人传 他是宝总的太太 想要拉近关系 攀上宝家 沈婉慈没去在意李先生的心思 只是说道 我先看看东西吧 李九年小心翼翼地将一个黄花里雕刻的盒子拿出来 里面是对翡翠而坠 这是一个欠债的敌给我的 说是他们家的传家宝 清朝初期的物件 沈婉慈看了看 翡翠很通透 老兵种 虽然价值不菲 但和古董真扯不上什么关系 别说清朝初期 连民国的坎都够不着 他将东西放回去 李先生 翡翠很不错 好好保存着的话以后说不定能成为古董 李九年根本不在意是不是古董 这儿真是他临时收来想要搭上沈婉慈的敲门砖 但这花儿不得不装出一脸失落 那我是让人给坑了 鉴定完收了钱 沈婉慈就要走 李九年挽留到 沈小姐 既然都来了 不如再做画 我女儿从小学美术 特别喜欢你们这一行 说完 朝旁边一个年轻姑娘使了个眼色 她刚才一直试着和沈婉慈套近乎 但这女人根本不搭理她 又不能像对其他人那样用钱杂 这才无奈换了人上 那姑娘很自来熟 笑起来有对酒哦 很甜 沈姐姐 再坐一会儿吧 我们去点歌 我现在大三 读的是经大美术系 毕业后可以进你们那一行吗 沈婉慈 可以去博物馆应聘试试 他们这一行人财本就稀缺 有人想去 他也乐得纸条路 那有没有特殊要求啊 比如必须要会认古董什么的 沈婉慈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被他自来熟的挽着手臂带去点歌台 沈姐姐想唱什么歌 我帮你点 不用 他刚要拒绝 包间门就开了 沈婉慈看着从外面进来的两个人 挑了挑眉 真是巧 这两人他认识 还都挺熟 简为您和他的经纪人 很明显 他们是奔着主位上的李九年去的 陶清一堆满脸谄媚的笑 哪里有丝毫在沈婉慈面前的那份指高气扬 李先生 我就说刚刚瞧见好像是您 一打听果然是您 他一边说话一边推销着简为您 我们阿宁绝对是国内最好的舞者 您投资我们舞团 肯定不会让您亏本的 最好的舞者 一九年目光微闪 他听说沈婉慈和简为您的关系好像不太好 正好利用他来讨好一下沈婉慈 好不好的跳来看看才知道 陶清一 九号阿宁有场演出 我到时候让人把贵宾席 一九年打断他 人都已经在这儿了 还费那个试舍进球远干嘛 就在这人跳吧 要是真跳得好 我在考虑投资的事 陶清一还没说话 简为您已经硬气地拒绝 不可能 我的舞爵不在这种地方跳 在娱乐会所跳舞 那他成什么了 取悦男人的包房公主吗 一九年脸色一沉 怎么 这地有钉子扎你的脚 人家大街上都能跳 你比人金贵还是比人多条腿 沈婉慈第一次瞧见有男人这么会对人 不由多看了李九年两眼 察觉到他赞赏的目光 李九年觉得自己这条路走对了 马上要抱上大腿 于是看向简为您的目光愈发的不耐烦 要跳就跳 不跳就滚 我又不是钱多没地方花 非给自己赞助个祖宗 简为您这么清高的人 哪里受得住这种委屈 当即就要转身离开 却被陶清一眼疾手快地拉住 阿宁 他将简为您拉到一旁 小声劝道 你就当这里是国家大剧院 巴黎舞蹈剧院 再拉不到投资 我们刚成立起来的舞团就要散了 说到这里 他疲惫地叹了口气 要不是简为您非要回国发展 或者他能拿下宝金舟 他们哪里会这么被动 这绝对是简为您跳得最憋屈的一支舞 场地拉垮就不说了 对面坐着的还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俗人 然而这儿还不算 在做一个旋转动作时 他突然看到坐在角落里的神婉慈 神婉慈也在看他跳舞 那目光毫无波澜 像是在看一个街头卖艺的 简为您神情一将 猛地停住动作 随即针对其角落里的女人 婉慈 我们好歹认识一场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被羞辱 神婉慈神色淡帽 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替李先生不值 满双十块钱的拖鞋尚且能货比三家 你这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万的投资 让你跳两下就是羞辱了 那你还是别拉投资了 退圈吧 还有别道德绑架我 你被人羞不羞辱跟我没关系 我又不是你吗 还要管着你被不被欺负 陶轻仪注意到李九年脸色变了 插话道 沈小姐 如果你是因为宝总护着阿宁才对他这样恶语相向 那大可不必 阿宁如果要借宝总的事 就不会亲自来拉投资 他这样说除了李间沈婉慈和薄荆州的关系外 也想借此暗示李九年 阿宁是薄荆的人 他最好看清楚局势 别巴结错人 这时紧闭的包间门再次被人推开 薄荆州慢条斯理地从外面走进来 他的视线从众人身上扫过 最后落在沈婉慈身上 锦维宁这话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 杨起脸对薄荆州道 荆州 我没事 你别担心 他们来之前 陶轻仪就给薄荆州打过电话 委婉地透露了他今晚的行程 整个包间里鸦雀无声 连音乐都停了 谁都能感受到薄荆州身上那令人无法忽视的冷意 沈婉慈冷笑着一开视线 这两人还真是不要脸 当着他这个原配的面都能肆无忌惮秀恩爱 背地里还不知道怎么无下线 想到这里他愈发觉得跟薄荆州离婚是人生里最正确的选择 薄荆州将他的表情看在眼里 满眸都是冷意 明眼人都能看出他的不悦 没人说话 压抑的气氛以他为中心朝着周周铺散开 作为这次的东道主 19年顶着压力站起来缓和气氛 博总 快请上座 他今天设这个局本来就是想抱上薄荆州的大腿 虽然和预想的有出入 但也算是达成了目的 只是不知道薄荆州来是为了沈婉慈还是这简为您 他刚才为了能讨好沈婉慈 可是狠狠羞辱了一番简为您 这要站错了队 想想冷汗就冒了一身 忍不住去看边上的沈婉慈 却见对方投给他一个 哦吼 你完了的眼神 19年 他头晕目眩 难道他不止站错了队 还猜错了沈婉慈的身份 那真的是完完了 简为您见薄荆州的目光只是看着沈婉慈 轻声喊了句 荆州 薄荆州收回视线 投资谈下来了吗 简为您脸上浮现出一抹屈辱 唇半上被他咬出了两个清晰的牙印 他摇头 婉慈大概是不想李先生投资我们舞团 本来只打算当个吃瓜群众的沈婉慈 被这一口大锅砸下来 瞬间就气笑了 他忍不住仔细回忆了一下 自简为您进来后他就没坑过声 一里九年更是没有半点交流 简小姐 脸大也不是这么用的 国宝要钱都还要表演个才艺卖个萌 你往那儿一站 别人就得眼巴巴地把钱双手放上 犹豫一下就是在针对你 你是跳舞把脑子跳没了 如果说刚开始几句还只是在冷嘲热讽 那最后一句就是赤裸裸地在骂人 简为您脸色一变 但他毕竟清高 没办法在大庭馆中下向沈婉慈这样无所顾忌 婉慈 你没必要这样 我没有要和你抢荆州的意思 我跟他只是朋友 难不成就因为他和你结了婚 就要和身边的异性朋友多断绝来往 沈婉慈皮笑肉不笑地朝他勾了勾唇角 你可以有这个意思 这话就像是一个响亮而极具羞辱意味的巴掌 狠狠扇在 他的脸上 简为您本来就不怎么好的脸色彻底变得苍白 他扭头去看薄荆州 但凡这个男人有点心思 也不可能在他回国这么久 两人都还是毫无关系 薄荆州眯起眼镜看着将他往外推的沈婉慈 压抑地怒意一下就翻腾起来 他克制了又克制 才冷冷到 要多少钱的投资 我来替你谈 简为您脸上流露出笑意 好 李九年这话已经面无死灰 健保金周带着简为您过来 行尸走肉斑往旁边让了让 马屁没拍上 还踹腿上了 包间里的氛围很快活落了 李九年本来就是包着和沈婉慈打好关系的目的来的 带来的人自然都是极善交际的 刚才和沈婉慈说话的那姑娘小声道 那女人一身茶味 薄总就闻不出来 沈婉慈叹了口气 拖着塞道 他闻得出来 他只是恋爱脑 男人都是见表达人 但偏偏他们最是喜欢这一款 有薄金周在 没人敢大声喧哗 所以即便沈婉慈坐在最边上 也依旧能清晰地听到那边的谈话 薄金周把玩着手里的酒杯 漫不经心地发问 李先生觉得阿宁的舞不值得你投资 之前说要投资舞团 不过是随口一说 他哪有那个风雅 但这时候面对薄金周的询问 李九年也只能硬着头皮道 捡小姐的舞金为天然 能让我投资 那是看得起我 我明天就让秘书去和淘金记商谈细节 签订合约 薄金周在和徐九年说话 视线却是落在沈婉慈身上的 女人正百无聊奈地和旁边人聊着天 连个眼角余光都没往这边看 似乎对他来给阿宁称场子 这是完全不在意 徐九年正胆战心惊地等着薄金周的回应 就见男人的脸色以肉眼所见的速度阴郁下来 连带着周遭的温度都降了好几个度 他冷冷道 既然如此 那就现在签了吧 这就差没把我不信你几个字刻在脸上 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简为宁心里愉悦 面上却不显 他挽着薄金周的手臂轻轻摇了一下 金周 要不就明天吧 我看许先生今天来这里应该是家庭聚会 合约还要经法务部的手 一时半会儿也弄不好 薄金周今天穿的是套休闲装 浅色毛衣配深色的大衣 但丝毫没削减他的老硬强势 尤其是简为宁那句家庭聚会一出口 许九年明显感觉薄总看向他的眼神嗖嗖冒着冰刀 他满脑门的问号 自己搞个家庭聚会也得罪博总了 薄金周 我让廷东去弄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许总 您说是吧 许九年勉强撑着笑容 这种小合同就不用麻烦霍律师了 我马上打电话让法务部的人弄 开玩笑 让霍廷东去搞 他可能最后连肉带骨头都搭进去 许九年摸出手机给公司法务部打电话 薄金周看向沈婉慈那边 人已经不见了 简为宁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我刚刚看到婉慈接个电话出去了 你要去找他吗 薄金周还没说话 一旁的陶清姨就当着他的面 恨铁不成钢地说 阿宁 就你心善 你忘了刚刚沈婉慈是怎么对你的 许先生给你难堪 还不是受了他的指使 宝总要是走了 今天这个投资肯定就黄了 你刚才的那五就白跳了 陶清姨本来以为这话就算 不能让薄金周对沈婉慈做什么 那至少也能让他多心疼阿宁几分 可话音落下好半赏也没等到回应 他皱着没看过去 却见宝金周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完全没听他在说什么 许九年打完电话后 小心翼翼地征求男人的同意 薄总 你定合约要等会儿 不如我们先喝酒 不用 合约弄好直接给淘金记 我有事先走了 许九年 这变脸的速度 要不是宝总一直没离开过他的视线 他都要怀疑刚才那个迫不及待 让他拟定合约的 另有其人 简为宁见薄金周要走 也跟着站起来 应该等不了多久 我们和轻易一起走吧 正好顺道送他回去 陶轻易的家和玉厅别院顺路 但和简为宁住的地方 便是一南一北两个方向 薄金周似是完全没听懂他话里的暗示 等话让陶小姐送你回去 简为宁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以为薄金周就算不想浪费时间等陶轻易 也会送自己回去 你呢 薄金周抬起手腕看表 这是他不耐烦的表现之一 我坐陈业的车来的 虽然车是顾陈业的 但不是不能带别人 只是看他想不想 简为宁 还没等他想出该怎么说 才能让薄金周送他回去 男人就已经离开了包间 顾陈业的车就停在电梯出口处 看着独自下来的薄金周 他挑了挑眉 不是要来接你老婆 怎么就你 被人撵了 薄金周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打开车门坐进去 谁跟你说我来这里是接他的 你这是上去吃炸药了 火气这么大 顾陈业从后视镜里扫了他一眼 是谁接到电话说 沈婉慈被许九年 就眼巴巴地直接从机场赶过来的 薄金周促眉 整张脸的轮廓 都在彰显着他此刻的心情不美好 顾陈业子了一声 瞧你这不值钱的样子 只要喜欢就把人留在身边 他现在还顶着薄太太的名头 李九年又是全力出了名的猥琐 我又不是有毛病 喜欢给自己戴立帽子 薄金周不耐烦地结束了这个话题 闭嘴 看路 顾陈业 19年这个猥琐的名声 但那实在有些不太值 他最多就是好色 喜欢年轻女人 但都是你情我愿的 从夜兰出来 沈婉慈直接打车回了公寓 去衣柜拿衣服时 经过薄金周的行李箱 他解头发的动作一顿 直接拧起那个六位数的行李箱 扔去了走廊 今天的天气跳崖式降温 在外面走了一遭 沈婉慈手脚都冻得有些僵了 他在浴缸里放满水 又滴了几 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 吹干头发 擦了保湿的水乳 沈婉慈才穿上毛茸茸的睡衣出去 门一开 就听到门上传来的敲门声 知道他住这里的除了聂玉成 就是薄金周 连秦月之他都没告诉 怕他担心 聂玉成来之前 肯定会先给他打个电话 至于宝金周 现在大概在和简维 你你我我能打得难舍难分 难 沈婉慈放轻不止走到门边 顺手抓住了门后的鞋把子 水 几秒钟的沉没过后 男人冷冷的声音 穿透门板传进来 开门 沈婉慈正然一瞬 说道 你的行李都在外面 拎着赶紧走 开门 不开 男人冷笑 丝毫没将他的拒绝放在眼里 你要是想把这一层楼的人都吵起来 博金周的话还没说完 紧锁的门就被人用力从里面拉开了 穿着一身睡衣的沈婉慈站在门后 有话快 拿进去 博金周踢了踢脚边的行李箱 沈婉慈扬起下河 你觉得有可能 气氛近虎僵持的对质 博金周眯起狭长而幽深的眼眸 淡漠的嗓音里含着嘲弄 沈婉慈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离婚 所以才在这儿跟我玩欲情故纵的一套 沈婉慈用一种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的眼神盯着他 握着写把子的手愉悦时 一晚上一百万 这么好的赚钱的机会都能放着不要 不是不想离婚是什么 还是你觉得凭你那点微薄的工资 能在有生之年凑齐三个亿还给我 这颠倒黑白的本事 真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沈婉慈感觉自己的肺都要被他给气炸了 好好的一个男人 偏偏要尝嘴 简为您当初把你给甩了 简直是明智之举 换我别说人两年 就是两天我都忍不了 难怪你现在都卑微 也都追不回来他 花音刚落 手臂就被男人给扣住了 他用了六成的力 捏得他手骨剧透 沈婉慈倒抽了一口气 薄金周勾唇 笑意不达眼底 只可惜 你对我这个田狗忍了三年 到现在还得继续忍下去 我忍三年是因为格物看花 把猪龙草认成了红玫瑰 沈婉慈耻笑 每个字读化成一把刀 刀刀往他心上 他转身 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银行卡 粗暴地塞进他的衣服口袋 这里是六百万 先还你 至于离婚 我现在反正我也没找到 让我非离不可的男人 有没有那个 针对我而言都不重要 要是哪天我真遇上了 让我爱得要死要活的男人 我肯定给你戴绿帽子 薄金周看着他的目光 催了冰市的狼 你再说一遍 沈婉慈嫌弃的痴笑 你是个斗暗吧 大半夜不睡觉跑这儿来着骂 还要人翻来覆去的骂 他抬手就要叫门关上 薄金周 眼疾手快地制止住他的动作 你不想知道当年的音频 是谁卖给媒体的 沈婉慈面色突然一变 你知道 这是他第二次提起之事了 虽然已经过去 但当年他的确因为 这是受尽流言蜚语 他还是想知道当初 到底是谁在背后给他捅的 哎 薄金周吸字如今 沈婉慈等了半场 也没等来下一句 不耐烦地说 要说就赶紧 不说就撒手 薄金周盯着他 女人此刻皱着眉 脸上是毫不掩饰地 对他的厌烦 他的薄唇一点点明景 十分不喜欢他现在的周父母样 当初在欲听别院 即便他再怎么冷漠 这女人也是言笑艳艳 而现在 他微微粗眉 走吧 沈婉慈不解 去哪 薄金周真是有病 想一出是一出 见他站着不动 还一脸戒备地往后退了退 避之不及地仿佛 他是拐卖良家妇女的猥琐男人 薄金周被沈婉慈 遮下意识的行为 气得胸口闷疼 不禁朗默地讽刺着 想知道那人是谁 就乖乖地跟我走 你告诉我名字就行 这大半夜的 孤男寡女不安全 我金周的脸色 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 他的手紧紧握着门把 手背上绷起的青筋 昭示着他此刻的愤怒 咬牙切齿道 沈婉慈 你是以为我会对你做什么 谁知道呢 沈婉慈养着夏合 虽然比他矮了半个头 但气势半点不舒 眉眼间的纳摩比 简直不要太明显 这段时间 你像狗皮高腰一样黏着我 身边除了简维 另外没有一个 能让你发泄欲望的固定女人 男人憋久了 心里出点问题 也是很有可能的 我对你 我金周又冷又刺的目光 沿着他上下打量 看来你不止没脑子 还自信过头 一个结婚三年 都让我提不起兴趣的女人 即便是在过三年 也照样乏味地 让我硬不起来 这人真的是 嘴见 沈婉慈一个没忍住 举起鞋靶子就往他身上砸 却被薄金周 眼疾手快地扣住了手 浑身是自海爱动手 你是好猪成精吗 他将人拉拽出去 仅用一只手 就将他的双手 反剪着禁锢在身后 鞋靶子也被扔在地上 以一种将人 揽在华里的姿势 带着他往电梯方向走 沈婉慈被迫贴着他的胸膛 他身体一将 无下去生气薄金周的那些话 满脑子想的都是 他没穿内衣 虽然现在是冬天 睡衣比较后 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什么 可这样近距离地贴着 还是能感觉到不对劲 他绷着嗓子 你先松开 我自己能走 薄金周居高临下地扫了他一眼 你觉得我会信你 那你等我先回去换套衣服 好歹是去对质 穿成这样太没有气场了 沈婉慈不确定薄金周 有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对劲 他抬眼扫过他的眉眼 男人神情一如既往的冷淡 没有任何异常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没穿内衣 所有产生强烈的心理作用 他的感觉十分清晰 随着走动的颠簸 眉下摩擦对他而言都是折磨 他又羞又毛 头皮都要炸开了 天偏薄金周无动于衷 他是有气也洒不出 薄金周冷布丁又来了句 你就是穿上龙袍 也碾压不了任何人 狗男人 去死吧 祝你这辈子都得不到减为宁 最后他被带进了电梯 我金周的车就停在楼下 上了车后 男人脱下外套扔给他 穿上 你的衣服太丑了 拉眼镜 拉眼镜你还不让我化 沈婉慈气得够呛 他恼目地把罩在头上的衣服扒拉下来 虽然生气 但还是将衣服穿上了 顺便将扣子也扣上 老金周抿着唇眉说话 目光淡淡扫过他 然后重新看向正前方 沈婉慈 虽然他表现得没有一丝一毫的异常 但他总觉得这男人刚刚是现扫过的地方 是他的胸 他们去的地方离得不远 开车只用了半个小时 沈婉慈看着面前的高档住宅小区 疑惑地挑眉 这里 A 这样的住宅区不是一主是进不去的 就算是找人 也需要给一主打可是电话确认 但保安只是看了眼薄荆州的车牌 就恭敬打开门放行 沈婉慈嘖嘖了两声 还真是资本家的做派 到了A洞2302 薄荆州推开血眼着的门走进去 沈婉慈犹豫半秒 也跟着走了进去 进去后的景象却是沈婉慈完全没想到的 客厅里有十几个人 除了坐在沙发角落瑟瑟发抖的沈玄 与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外 其他人都是五大三粗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 一看就是薄荆州的人 沈婉慈错了一秒 沈玄 沈玄早在薄荆州进门的时候就渲染玉气 但还没等他挤出两滴眼泪 就看到紧跟着进来的沈婉慈 那股字楚楚可怜瞬间变成了居高临下的斥责 沈婉慈 这些人是不是你叫来的 你想干嘛 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 我就告诉爸 让他收拾你 从小到大他被沈婉慈欺负后 都是找沈正安来撑腰 每次都能让沈婉慈挨一顿毒打 这次也不例外 沈婉慈却朗朗一笑 好啊 我帮你打电话 告状可以当污蔑不行 这些人一看就不是我能请得起的 不等沈璇再说什么 薄荆周淡漠的嗓音悠悠传来 都说了吗 这话是问的保镖 保镖点头 都交代了 让他们把刚才交代的是再交代一遍 薄荆周抬起手腕看时间 这是他不耐烦的表现之一 沈璇虽然怕这个男人 但当着沈婉慈的面 却不肯泄露出半分软弱 他哼了一声 将头扭向另一边 可刚转到一半 就被保镖扣住下巴 粗暴地重新拧回来 不想受罪就赶紧交代 沈璇还想再挣扎一下 一想到要在沈婉慈的面前服软 他心里就十分不服气 旁边的女人率先开了口 他就是茶楼那个服务员 我说 我说 沈小姐 他起身想去沈婉慈面前 结果刚有动作 就被保镖给推回原位 当年我一时糊涂 把音频发给了我朋友 然后 他个狠狠地指着一旁的沈璇 然后他就找到我 死磨硬泡飞 让我把包间的监控视频卖给他 他说是你的妹妹 那段视频严重损害了你的名誉 我看他不像撒谎 才答应卖给他的 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恶毒 居然曝光给媒体 这话半真半假 但沈璇没有辩驳 他仰着头 高傲地看着沈婉慈 是我给媒体的又此样 沈婉慈 难道那些不是事实吗 我曝光的何止是音频 要不是我将你跟保总的照片发出去 凭你的身份怎么配嫁给保总 那天他曝光音频后 不过三秒的时间 沈婉慈和薄荆州酒店的照片就立刻上了热搜 沈璇不屑地吃了一生 一边要嫁给孽少 一边又和保总上床 当了婊子还想立牌方 沈婉慈走到他面前 音频是你发给媒体的 是 我和薄荆州从酒店出来的照片也是你拍的 沈婉慈记得 酒店那一晚 沈正安当时已经带着沈璇母女出国了 沈璇怎么拍的照片 沈璇面不改色地承认 是 沈婉慈微微点头 下一秒抬起手就甩给沈璇一个巴掌 这一下用了实诚的力气 沈璇被打懵了 耳朵失聪眼冒金星 足足过了十多秒才反应过来 他像个泼腹式地扑上去 沈婉慈 你敢打我 可他还没扑到沈婉慈面前 就被保镖架住双手 沈璇恶狠狠地瞪着他 恨不得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沈婉慈冷笑 难道你不该打 他盯着自己通红的掌心 嫌弃地在薄金周身上蹭了蹭 手都被你弄脏了 沈璇 薄金周 一次恶心两个人 沈婉慈憋屈一整晚的心情总算好转一些 他朝薄金周哼了一声 转身就走了 等上了车后 薄金周看着他 淡淡地问 就这样算了 不这么算了 我还能杀了他不成 算是不可能算的 但以沈璇疲后的程度 如果要靠打他出气 那绝对是杀敌一千字损八百 薄金周的视线 落到你人通红的掌心上 手疼吗 沈婉慈四处电斑 将手背到身后 这人肯定是憋着什么坏点子 想整他 不然怎么会突然问起他的手 总不可能是良心发现关心他吧 你想干嘛 薄金周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怕你讹我 这人说话可真让人抓狂 梅雅简直是老天眉眼 薄金周将沈婉慈送回公寓 他还在想怎样才能阻止他跟着上楼 便听见男人不耐烦地开口 到住处还不下车 是想让我送你回房间 沈婉慈 你果然是在欲擒故纵 沈婉慈气冲冲地解开安全带 捞过腰枕砸在他脸上 我做你个头 普辛男都没你这么能脑补 薄金周没料到他会突然动手 没防备直接被砸一脸 他咬牙 沈婉慈 你还没等他说完 车门就喷得一声水上了 沈婉慈走得没有丝毫留恋 不乏快的活像是身后有狗在坠 第二天薄金周前一晚 互捡为您的事传开了 包间里所有人都知道 简小姐是宝总心肩上不可得罪的人 而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江雅筑的耳朵里 下午沈婉慈就接到了江雅筑的电话 让他和薄金周一起回老宅吃饭 沈婉慈本来想拒绝 但还没等他想出合适的理由 江雅筑就一锤定音 就这么定了 我让庸人做你爱吃的菜 等会儿让荆州去接你 妈不用了 他自己回去就行了 拒绝的话都没资格说 电话就挂断了 见推脱不了 沈婉慈决定自己开车回去 他的车前几天就取到了 他刚拿上钥匙准备出门 我荆州的电话就打来了 下楼 沈婉慈真烦人 他一出单元楼就看见 停在路边的那辆黑色冰里 车窗半降 露出薄荆州棱角分明的侧脸 上车 不了 我自己开车回老宅 妈让我来接你 我荆州的目光落在你人攥着的车钥匙上 意味深长地问道 你还有钱买车 沈婉慈你没 管他屁事 薄荆州却没得耐心和他多说 直接下车拽住他的手 将人强行塞进车里 然后车子启动 开出小区 朝着薄家老宅的方向驶去 薄荆州目视前方 单声说 妈大概是为了昨晚的事 他要是问起 你应该知道怎么说 沈婉慈嘲讽地吃了一生 难怪这么勤快地来接他 原来是有事要他帮忙 他看向薄荆州 男人侧脸的轮廓线条流畅 喉结凸起 目光往下 是衬衫的领口 惊欲又性感 沈婉慈一直知道薄荆州好看 还是那种即便放在美南城群的娱乐圈 也喝力气群的好看 不止好看 还是个痴情种 妥妥地加分享 只可惜这么好的男人 钟情的人不是他 沈婉慈敷衍说着 你放心 我不在妈面前 说半句简维宁的坏话 他现在一心想离婚 拆散了他和简维宁 以薄荆州牙字必报的性子 肯定会拖死他 与其这样 还不如让这对渣男渣年 好好在一起 可别再霍霍他了 男人扭头看向他 目光有点老 缩缩冒着要将人冻死的良意 察觉到薄荆州的目光 沈婉慈以为他不信 举手发誓 我保证 我一定在妈面前 把简小姐夸得天上有地上无 让他成全你们这对有情人 让你们终成眷属 等薄荆州和简维宁成了 离婚的事还不是轻而易举 越想越觉得这办法可行 于是沈婉慈很是上心地打听情况 对了 妈为什么不同意你和简维宁在一起 我荆州的唇已经抿成了一条直线 暗沉的眸色冷冷地定格在沈婉慈身上 语调很淡 你很感兴趣 我这不是 沈婉慈话说到一半 脸色突然皱变 伸手紧紧抓住顶端的扶手 焦躁慌漫地冲他喊道 薄荆州 你看路别看我 你开着车呢 赶紧转过去看路 他的声音大到都快破音了 这条路虽然车流量不大 但还是有车的 薄荆州这个神经病光看他不看路 车速还斑点不减 眼看着就要追尾前面的车 沈婉慈猛地闭上眼睛 喊道 啊 要撞上了 支 刺耳的刹车声响起 意料中的撞击并没有到来 除了急刹导致肩膀被安全带乐的 有些疼之外 就没有别的痛感 沈婉慈睁开眼睛 宾利的车头和前方车辆 相距不过十几厘米 要是再慢一步踩刹车 他气得不行 嗓子都变尖了 薄荆州 你要是想死就寻个没人的地方 别拉着别人垫背 尤其是不要拉着我 跟你死在一起 别人还以为我们是殉情 能和我死在一起 你不是应该很高兴 薄荆州勾起唇角 皮笑肉不笑地凑近他 两人的距离骤然贴近 近到能清晰地看到对方眼里的自己 薄荆州的视线 落在女人慈白细腻的脸上 她今天没有化妆 嘴唇上也只擦了一层薄薄的唇釉 她盯着她的唇 喉结微微滚动 目光变得又沉又深 沈婉慈飞红的唇紧绷 你是多恨我才要这么害我 跟你死在一起 这种倒了八辈子没才会撞上的事 你居然觉得我会高兴 话一说完 她就毫不客气地将薄荆州给推开 冷着脸训斥 好好开车 别玩病交这一套 让人忍不住想抽你 男人撞到椅背上 一双毛子里一出阴霾 那你不该操心的也别操心 知道她说的是她跟简为您的事 沈婉慈张嘴正要说话 却被薄荆州冷冷扫了一眼 闭嘴 沈婉慈 因为这个插曲 两人回老宅时都六点多了 江雅竹听到引擎声从别墅里出来 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给你们打电话也不接 担心死我了 沈婉慈拿出手机 果然看到两个未接来电 她手机开成了静音 没听见 我让王姨做了你爱吃的菜 饿了吧 洗完手就开饭了 江雅竹挽着沈婉慈往别墅内走 王姐 少夫人回来了 赶紧上菜 薄荆州看着走远的两个人 哼 也不知道谁是亲生的 等她进去 江雅竹和沈婉慈已经坐在餐桌前准备吃饭了 桌上并没有她的碗筷 薄荆州洗了手做过去 王姨 帮我拿副碗筷 王姨为难的看了眼 正给少夫人加菜的太太 提醒道 少爷 太太她 心情不太好 江雅竹哼了一声 头也没抬 还吃什么饭 像你这种三心二意的男人 在我们家就不配吃饭 反正吃了也是浪费 薄荆州 沈婉慈扑吱一下笑出了声 这话她十分认同 男人面无表情地看向她 沈婉慈抬头正好和她的视线对上 想起两人在车上达成的合作 她咽下嘴里的吃食 妈 薄荆州却冷声打断 妈 谁在你面前胡言乱语 搬弄是非 江雅竹了解自己的儿子 真要让她知道是谁说的 那人基本没有活路 她板起脸 生气地一拍桌子 你要是没做 别人想造你的谣也没有把柄 你做了还不让别人说 我薄家就教你这么仗势欺人的 餐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江雅竹敏了敏唇 沉默片刻后吩咐道 把她送出国去 以后不要再见 这个她指的是谁 在场的人心之肚敏 薄荆州却皱起眉 不可能 这还是沈婉慈第一次见她这样 斩钉截铁地维护一个人 薄荆州本就冷情 情绪很少外露 倒是很少见她这般维护别人的样子 安静的光线下 男人笔直地坐在餐凳上 清俊的眉眼间仿佛笼罩着一层 画不开的阴郁以及 那份认谁也无法忽视的坚定 江雅竹没想到 儿子竟然会为了简为宁当众忤逆她 那个女人可真是个祸水 就不应该让她回国 那你想做什么 把她养着 还是跟婉慈离婚 然后跟她结婚 这些话 原本不该当着沈婉慈的面说的 看着自己的丈夫维护另一个女人 该是怎样一种弯心的痛苦 但江雅竹是真的将婉慈 当亲生女儿来堂 宁愿让她痛苦 也不愿她被瞒着 现今一段这样糟糕的婚姻里 江雅竹看向沈婉慈 握住她的手 安慰地拍了拍 薄荆周也随着视线看过去 就见女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精致的五官明艳漂亮 不需要化妆也美得像一尊子娃娃 而此刻她不言不语的模样 像是在难过 又像是在出神 她薄唇掀了掀 我 这次轮到沈婉慈打断 妈 你别怪她 薄荆周的眉头疏而促紧 薄唇紧敏 手指关节泛着正正的白 一张俊脸阴沉到了极点 还没等她说话 又听沈婉慈接着道 我和荆周决定离婚了 未来的日子那么长 她总得给你找个儿媳妇吧 江雅竹没想到两人居然走到要离婚的地步 震惊地看了看薄荆周 又看了看沈婉慈 是 是因为简为宁 沈婉慈无奈笑笑 抱着她的手臂撒娇道 不是 是早就决定好的 只不过因为别的一些原因拖到现在 妈 就算我和荆周离婚了 我也永远都是你的女儿 简为宁其实也很好的 她大学时可是我们学校的女神 现在又是国际知名舞蹈家 刻苦又努力 对荆周又是一往情深 想当初 她在大学和简为宁是彼此谁都看不惯谁 没想到有一天她会给迪迦说话 真是打脸 真他妈疼 她看向薄荆周 却见男人无动于衷地盯着她 就算对上她的眼神也没有要接话的意思 她只好暗示性地朝她挑了挑眉 你说是不是 江亚竹捂着胸口起身 觉得自己今晚受到的刺激 比之前几十年加起来的都要多 这餐饭是吃不下去了 沈婉慈见状想去扶她 被她拒绝 我得静一静 你们吃完也赶紧走吧 我这心脏腰 真是经受了她不该经受的 她朝着王姨挥了挥手 把邀请喊给他们 王姨从客厅的茶几上 拿了张订婚宴的请柬交给沈婉慈 便去了厨房 虽然薄荆周才是雇她的主子 如今两人又闹到离婚的地步 于情与理她都更应该交给她 但她坐在那里 不声不响冷笑的样子 着实让人毛骨悚然 沈婉慈展开看了一眼 在看到新娘名字的时候挑了挑眉 居然是她大学的同学 还是同系 薄荆周的视线本来就全部聚焦在她脸上 见此 温道 有愁 不算 只是关系不太好而已 第一名和第二名 天生的死敌 我太太还真是仇敌满天下 随便收个勤俭都是跟你不对付的 薄荆周说这话时嘲讽的意味浓重 不过就你这性子 除了秦月之那个缺心眼又神经大条的女汉子 估计没人能跟你出得到一块 沈婉慈怀疑她是为了报复刚才妈羞辱简为您 故意人生攻击 她不能对长辈做什么 就把账算到她头上 她不屑地撇了撇嘴 这人不止扎 还小肚鸡肠 反正都决定成全她和简为您了 也懒得跟她在这种小事上浪费时间掰扯 妈这边现在不用藏着掖着了 你抽个空 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薄荆周似笑非笑地勾起唇 嗓音里续着徐徐的笑意 我刚才在车上说的话你没听懂 我带你回来是让你跟妈解释的 不是为了让你刺激她的 你没做到我要求的事 还有脸来跟我谈条件 你自己做的事让我帮你解释 沈婉慈气地浑身发抖 指向她的手指上下颤动 薄荆周 你还是不是男人 薄荆周往后依靠 仰着头看着她的脸省笑 漫步惊心地道 是不是 你用手探探不就知道了 沈婉慈垂眸 先是看了眼面前的茶盏 又看了眼薄荆周那张道貌黯然的脸 对你这种人 就不能委屈自己 下一秒 她抬手就将那杯茶朝着她泼了过去 温热的水珠沿着她的睫毛 鼻梁 下巴和脸颊低落下来 向来金贵高雅 气质折绝的薄总此刻狼狈的不行 只不过她脸上没有丝毫狼狈的表情 还维持着刚才的姿势看着她 连眼瞼都没动一下 沈婉慈转身 网易 给司机打电话 背车 气死她了 混蛋 刚走出两步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滋耳的 瞪角挪动的声音 然后她就被人扣住手腕 拖拽着被迫撞了个像 男人的脸上刮着水珠 另一只手还着她的腰 俯身凑近时 急错的呼吸尽数喷洒在她的脸上 擦干净 沈婉慈仰头和她对峙 一字一句说的挑衅又缓慢 清晰入耳 休想 原本以为薄荆周会动怒 任谁被泼一脸的水都会动怒 但她只是滴滴地笑了一声 王姨 下去 王姨硬了声势 也顾不得收拾桌上那一堆狼狈 快步回了房间 我荆周 我再说一遍 擦干净 沈婉慈半步不让 我也再回答一遍 你 休 想 她偏逃 避开她的视线 别凑那么近 我怕会忍不住想删你 你可以试试 沈婉慈半点没客气 当真抬手要删她 两人的关系都成这样了 也不差这一个巴掌 手刚挥到一半 就被薄荆周拦住 她拦着她的腰 不过她的推阻 重重地吻了上来 事情走向太过玄化 沈婉慈震惊地瞪大眼睛 足足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她一口咬住薄荆周的唇 这一下又狠又重 几乎立刻尝到了血腥味 虽 薄荆周条件反射地松开她 指腹擦过唇瓣 上面沾染上一层淡淡的血迹 鼠狗的 沈婉慈呸呸地吐了两下 那也好过你鼠畜生的 你是女人 我在生气也不能对你动手 便只能在这种事上 欺负欺负你 她松开她 别墅里开着空调 脸上的水已经干了 要是不想 下次就听话一点 沈婉慈 这人真是欠揍 她转身出了别墅 这次薄荆周没有拦她 也没有跟上来 刚才事情发生得太快 王姨估计还没来得及 给江叔打电话 她又不愿意再折回去 懒得看到薄荆周那张脸 算了 走出去吧 两公里外有个公交车站牌 这个店 走过去还能赶上最后一趟 沈婉慈没走几步 一辆黑色的兵力就停在她的身侧 车门打开 司机从车上下来 小跑着绕过车头过来开门 是老宅的司机 少夫人 少爷让我送您回去 沈婉慈没有客气 精致弯腰坐了进去 被薄荆周这一闹 她饭还没来得及吃 现在又累又饿 既然有车 不坐白不坐 丁婚宴在周六 那天沈婉慈不是和薄荆周一起去的 她在薄家看到勤俭的第二天 就收到了一份 自毕业后她便很少再与同学联系 这个和她关系不好的杨熙雪 更是连联系方式都没有 她是托别人将勤俭带给她的 带勤俭给她的那人 说杨熙雪请了全班同学 到了订婚现场才发现 何止全班 估计系列一三分之一都来了 杨熙雪和新郎站在门口迎宾 见到她 骄傲的鼻孔都要朝到天上去 沈婉慈 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 你都敢请 我为什么不敢来 当年在学校论坛上说她为了出名 故意自导自演 让人高价买毕业设计的人就是杨熙雪 虽然后来没找到确切证据 杨熙雪公开道歉 但影响已经造成了 杨熙雪 不是都传你结婚了吗 怎么 你老公今天没来 是不是觉得你水性羊花 吊着一个又睡一个 还托着一副残破身子嫁给她 绿帽子戴购了要跟你离婚啊 这会儿订婚宴要开始了 门口几乎没什么旁人 所以她才说话这么肆无忌惮 沈婉慈唇上泯出张扬的笑意 说起绿帽子 不如我给你未来的丈夫 列一列你前男友的名单 比比看 她和我丈夫谁的头更暖和 杨熙雪的丈夫是景佳的次子 景佳虽算不上豪门 但也是巨富之家 何曾被人这样戳过几两骨 何况还是戴绿帽这种极具羞辱的话 她脸色微沉 你是吸血的同学 如果真心来管理 我们欢迎 但如果是想要拆台来的 说话时 眼角余光下意识地往花园入口扫了眼 随即便顿住 她脸珠神色 也顾不得再跟神婉慈浪费时间废话 快不朝着门口停着的车走去 宝总 她之所以订婚宴都要开始还等在外面 就是为了等薄荆周 薄荆周从车上下来 看到等在车旁的新郎 微微汗手 简二少也不必如此客气 简二少并没有因为她的话就改变态度 抬手事宜大厅入口 您里面请 今天这种场合 按理说应该是穿着正装的新郎才是主角 但被薄荆周一颤 倒显得像是个跟班 杨熙雪见沈婉慈盯着那边看 翻着白眼不屑地吃笑一声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价 也敢做癞蛤蟆吃天鹅肉的梦 你看的那个人可是薄荆唯一的继承人 博士如今的总裁 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劝你还是别痴心妄想 啊 他壮似惊讶地捂住嘴 差点忘了 你是爬过薄草的床的 只不过就算是这样 也没能捞到哥伯太太的位置 沈婉慈和薄荆周是隐婚 前段时间在江雅筑的生日宴上 虽然公开了身份 但知道的人毕竟只是少数 杨熙雪 沈婉慈朝他走近一步 红唇扬起 听说锦家二少也是你好不容易裁判上的男人 杨熙雪看着他扬起的手 畏惧地往后退一步 你想干嘛 这里可是锦家 你要是敢打我 你在说什么吗 我怎么会打你 沈婉慈的手落在他肩上 当真没用什么力 新娘子得飘飘朗朗的 顶着个巴掌印算什么啊 杨熙雪抢字针定地抿了抿唇 紧绷的身体也松懈下来 算你识相 我不打你 但你得为刚才的那番话给我道个歉 就在那台子上吧 当着所有人的面 你做梦 我可是锦家的二少夫人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跟你道歉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他就一直被沈婉慈压着 如今总算能压他一头 他还想让自己给他道歉 休想 沈婉慈扬了扬手机 那你跟你那些前男朋友的精彩视频 可就要传得人尽皆知了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会乖乖地送上门来 让你羞辱吧 他本来不想来的 但将亚竹足玩给他打电话 让他一定要替自己去拜访一下金老太太 沈婉慈猜这大概是个借口 如果真那么重要 将亚竹大可亲自来一趟 可也不忍让他失望 杨熙雪扑上去想抢 你敢 锦二少刚走过来就看到这一幕 熙雪 怎么了 听到他的声音 杨熙雪慌慌地放下手 微笑着回头 没 没事 就是想起之前一些不愉快的事 既然关系不好 那就让保镖把人轰出去 杨熙雪还想找机会拿回沈婉慈手上的视频 哪能这么轻易地放他走 挽着锦二少的手臂笑着道 你误会了 我们关系可好了 以前也经常这样闹 话说 婉慈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啊 听说你结婚了 怎么不把你老公也带来 是不是离了 他说着 亏了眼一旁的薄金周 没想到传言中一向金贵懒傲的博少 也对这种八卦感兴趣 居然还站在一旁看热闹 没有 他 沈婉慈言笑艳艳地看向杨熙雪 其实是在看薄金周 对上他的视线 挑衅地扬了扬眉 死了 薄金周微微眯眼 语气极朗 沈小姐这么晦气的人 也配来参加别人的订婚宴 薄总你这是偏见 晦气的难道不是我那的英年早逝的丈夫吗 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 居然这么短命 后来订婚宴开始了 管家前来请人 锦二少携杨熙雪进去 用两人才能听清的声音道 我不管你请那位沈小姐是什么心思 他又不蠢 会看不出来两人不对付 但我警告你 不准动他 杨熙雪惊讶地回头 你喜欢的人就是沈婉慈 他们订婚不过是一场歌曲所需的交易 他知道锦二少心里有个白月光 锦二少看了他一眼 大概是觉得他太蠢 连鄙视这种情绪都懒得浪费在他身上 他和宝总之间一看就不对劲 杨熙雪回头 就见沈婉慈和薄荆周各走各的 看上去跟陌生人也没什么两呀 他才不相信他们真有什么牵扯 就算有 也肯定是坏的 不然沈婉慈肯定早就搬出薄荆周给自己撑腰了 他暗暗咬牙 视频他一定要拿回来 沈婉慈带江雅筑去拜访了金老太太 便拿了几块糕点去了个人少的角落 订婚宴不算盛大 杨熙雪跟在锦二少身边满场谢客 他心里毛毛的 总觉得有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 一抬头 就对上沈婉慈的视线 思目相对 对方朝着他扬了扬手机 威胁的目的明确 杨熙雪 该死的贱人 趁着锦二少应酬之际 他对着自己的闺蜜而语几句 这一幕 沈婉慈自然也看到了 没能力还敢在别人的盘上这么嚣张 沈婉慈 我该说你蠢 还是说你胆子大 锦二少或许对你那个同学没多大意思 但你在订婚宴上搞事情就是在拆他的场 你觉得他会眼睁睁看着 嘲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沈婉慈回头 就见原本重心拱月一般存在的薄金舟 不知道什么时候摆脱了那些人 正站在他身后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眼神落在他身上 带着极为明显的鄙夷 沈婉慈笑了笑 仰着下巴看人的模样薄良又轻慢 那能怎么办呢 谁让我没减小几的本事 能哄得个恋爱脑为我出头 所以只好自己都守了 沈婉慈说这句话 原本只是为了讽刺宝金舟 但对方并没有表现得如他想象中的愤怒 只看着他 淡淡道 没事过 你怎么知道不会有人为你撑腰 这男人是又犯病了 他咧着嘴 戒备地往后退几步 救命 这里有变态 见他这样 我金舟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你什么意思 沈婉慈将手中的碟子往桌上一扔 离你远点 免得被你的疯病给传染 变得跟你一样神神叨叨的 他转身去了洗手间 刚从隔间里出来就被几个人拦住去路 沈婉慈 老同学见面 怎么也不跟我们叙叙旧啊 为首的那人是杨细雪的闺蜜 和他是大雪同学 以及他身后的那几个人 也是 不过不是一个系的 不熟 沈婉慈挑眉 冷冷一笑 你们来 是想帮杨细雪拿回视频啊 同双双双手还凶 就要的看着他 细雪好心好意请你来喝喜酒 你还反过来造这种姚无陷他 把视频给我 一边说我造谣一边又问我要视频 掩耳盗铃也没有你们这样的 你去告诉杨细雪 要是十分钟后我还看不到他当众道歉 我就去找景儿少聊聊 他打了个哈欠 要不是受了江雅筑所托 他连来都不想来 能待这么长时间 已经是他看在老同学的面上 所能给的最大尊重 沈婉慈朝着洗手间外走去 途中经过同双双身边时 突然被对方拦住了去路 既然你要进酒不吃吃罚酒 那我就只好对不起了 他朝身后的人示意一下 绑起来扔隔肩里 一行人缓步朝着沈婉慈逼近 头双双 大学时候不自量力还能说你天真不邪实实 这都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久 还这样不知天高地厚 可就真得说你蠢了 你以为就凭你上下牙齿一碰 说点有的没的 就能威胁到吸血 他凑近沈婉慈 满是笔衣和不屑 蠢就算了 还虚荣居然做出串通人高价买自己笔设再把钱捐给学校这种事 我要是你 被当众扒皮 肯定都不好意思活着 说来这件事还得感谢简维宁 当年沈婉慈的笔设在校内展出时 被人看重 卖出京大美术院有史以来的最高价 所有人都震惊了 更让人震惊的是他还将这笔钱捐给了学校 用于贴补贫困生 这是他原本不打算公开 但简维宁却大张旗鼓四处宣传 还说服校领导在校门口拉了条横幅 美其名曰是表扬他 结果没多久就被人扒出是自导自演 可想而知 他一下就从金字塔顶端跌到了人人托骂的地狱 此刻 沈婉慈已经被人团团围住 他掰了白手指关节 看来今天不动粗是出不去了 童双双又到 把他的手机抢了 我看没手机他还怎么 没等他说完 沈婉慈抬脚就将人踹出去好几步 童双双当即痛白了脸色 弯下腰捂住肚子 沈婉慈 你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你是仙人掌 还让人不敢打 这里可是锦家 你敢在这里动手 锦二少肯定会将你轰出去 这里是锦家 还是锦二少和杨夕雪订婚的现场 童双双这条狗这么大阵仗找自己的茶 肯定是已经安排好了 至少在这群人离开之前 不会有人来这里 沈婉慈皮笑肉不笑地走近他 我今天就是把你们打残了 也没人会 进来话还没说完 门上就传来了几声敲门声 沈婉慈 妈的 打脸真是无处不在 童双双这蠢货 找人查都不把场地清出来的嘛 其他人正准备动手 听到敲门声都顿住了 双双姐 怎么办 他们可都是名门贵妮 要是被人看见在厕所里欺负人 毁了名声就得不偿失了 现在敌寡我重 童双双哪肯就这么算了 他先谋恶狠狠地 瞪着面前止高气昂的沈婉慈 怕什么 门锁了外面的人进不来 我今天非要让这件人跪下来 给我道歉 碰的一声 洗手间反锁着的门 直接被人从外面包里踹开 修长鼻挺的男人立在门口 面容冷沉 周身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 他的视线在挤人面上扫过 最后定格在沈婉慈的身上 眉头一皱 怎么回事 刚才还一脸凶狠地说 要将沈婉慈打得跪地求饶的 童双双瞬间变脸 眼眶一红 含着泪控诉 宝总 他动手打人 我肚子好痛 能不能麻烦您送我去趟医院 可能内出血了 他衣服上那个脚印就是证据 容不得沈婉慈抵来 薄金周紧盯着沈婉慈 对方却连半点要解释的意思都没有 还朝他翻了个白眼 丝毫眉眼是对他的不满 童双双气怒交加的抬高声音 宝总您看 他这分明就是看不起你 你人孤躁的嗓音在安静的洗手间里 显得格外刺耳 薄金周嫌弃得皱眉 闭嘴 童双双的脸顿时张红一片 他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被人这样不客气地呵斥过 耳边清静了 薄金周朝着沈婉慈伸手过来 沈婉慈现在心情很不爽 过往那些沉凤的记忆 因为童双双的话又再次袭上心头 他讨厌简维宁 更讨厌给他撑腰的薄金周 当年简维宁在学校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跑 98%的功劳都是薄金周 那些人为了攀上薄总这条大腿 可不就将他封为神明 沈婉慈不妒忌他被人跑 但那些人为了讨好简维宁 就是精彩和他不对付的自己 所以他在大学过得那么惨 也有薄金周的关系 他现在简直恨不得能将他摁在地上抱锤 还过去 沈婉慈不想在这里处着 但薄金周就站在门口 他要出去 就必须得从他身边经过 薄总 虽然你不要脸 但好歹也注意一下影响 这里是女士洗手间 你跟个变态一样处在门口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准备干嘛呢 何止不要脸 简直是左脸贴在右脸上 一边不要脸 一边厚脸皮 薄金周饶有兴趣地看着沈婉慈 那你倒是说说 我准备要干嘛 他翻个白眼 鬼知道你想要干嘛 僵持片刻 沈婉慈抬脚离开 经过薄金周身侧时 男人忌惮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你想要那个女人给你道歉 根本不需要这么搭费周章 沈婉慈转头看向他 男人正以赴你快求我的聚要神情 他养着下巴挑衅 做你的狗吗 沈婉慈 薄金周看他的眼神像是要将他撕老 额头上的青筋不受控制地跳动 你的教养被狗吃了 薄金周今天穿的深色系 五官和轮廓显得更为凌厉 同双双异行人早都怂地缩到了墙边 也只有沈婉慈敢正面刚他 可不就是被你这只狗吃了吗 说完他就不再搭理他直接朝着大厅的方向而去 同双双看着还站在那里的薄金周 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想秋后算账替沈婉慈出气 但被打的明明是自己 他是说过要让那个贱女人跪地求饶 但还没来得及实施 门就被薄金周一脚踹开了 他小心翼翼地凑过来 一脸的谄媚讨好 试探性的问 宝总 您和婉慈认识吗 就刚才那种情况 是个人都能看出他们关系匪浅 本以为薄金周不会搭理他 但男人淡淡地扫了他一眼后 居然于尊将贵地开口 他是我太太 同双双刹那震惊 太太 沈婉慈是薄金周的太太 这怎么可能 他真要是薄太太 不早就自报身份了 到时候别说是让西雪 当着众人的面给他道歉 就是让景佳取消订婚 那也是一句话的事 既然他不说 那一定是薄金周在说谎 对 肯定是的 但宝总这样身份的人 能为了沈婉慈说谎 本身就已经证明不一般 即便不是薄太太 也是他的心肩丑 头双双双腿续软地跌坐在地上 一脸的面如死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被人从地上扶起来 双双姐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才怪 我要被杨夕雪给害死了 他声音尖锐 一脸的后悔 抬头时发现洗手间门口 已经空无一人 有些没回过神来 宝总呢 宝总走了 要不然他们也不敢来扶他 沈婉慈从洗手间里出来后 就去了前厅 他也没往人堆里扎 就坐在休息区的沙发上 拖着塞看着不远处 一气风发的杨夕雪 他被锦儿少带着愁血宾客 满脸都是即将嫁入豪门的得意 杨夕雪刚开始 还能维持着表面笑意 但很快就被沈婉慈叮得不自在 他和锦儿少付耳 说了几句后 就朝着休息区走过来 你到底要干嘛 他脸上还戴着面具一样的笑容 但眼睛里的愤怒快压抑不住 要冒出火花来 我想干嘛你不知道 沈婉慈不耐烦地皱眉 我再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你要是还不按我说的做 我就只好给在场的所有人发福利了 杨夕雪愤怒地瞪着他 你敢 那我们就赌一把 看我敢不敢 沈婉慈神情冰呢 杨夕雪 我本来是打算要跟你兵事前嫌的 但你却非要一遍一遍地提醒我 让我想起那些不开心的往事 我不开心 你还想开开心心地订婚 怎么可能 杨夕雪王洗手间的方向看了看 还没有看到同双双出来 不是让他把视频毁了吗 这么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简直废物 我给你钱 买你手上的视频 树娥 他愤恨地咬了咬牙 你开 不能道歉 那不仅是在打自己的脸 也是在打警家的脸 到时候这场订婚肯定会黄 他费那么大的劲才能有今天 不能毁了 他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要是早知道沈婉慈是个疯子 他就忍一忍了 还有四分钟 这边剑拔弩张僵持不定 那边肆意已经激情洋溢地开始讲话 各种祝福的话不要钱地往外道 下面 有请我们的准心人入场跳开场舞 锦儿少朝着杨夕雪走过来 朝他伸出手 走吧 杨夕雪激烈的情绪还没来得及收敛 勉强挤出一点笑 好 他打算赌一把 赌沈婉慈只是虎他的 他前一个男友都是大学时期的 那时候他和沈婉慈虽然水火不容 但毕业后就个笨东西没再联系过了 谁会把对头的激情视频保存三年 沈婉慈微笑着走进一步 锦儿少 我有样东西想给你 他的声音很冷静 唇角微勾 本来就漂亮的容貌 再加上这份从蒙自信的笑 很容易让人恍神 锦儿少也恍了一下 所以没能立刻拒绝 舞曲的音乐已经开始 光束连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这边 自然也看到了气氛诡异的三人 这怕不是要抢婚吧 这场对峙里 沈婉慈明显是处于上风的 杨夕雪慌慢地挽住自己未婚妇的手 文浩 你别听他的 金文浩的声音和他一同响起 什么东西 沈婉慈拿出手机 为了方便观看 他不得不又走近一些 杨夕雪魂身绷紧 压着声音 好 要不是怕紧文浩怀疑 他都要直接上手把手机抢过来了 沈婉慈还没来得及动作 一只手伸过来 将他拉离紧文浩身边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所有人 他们转头 看向出现在沈婉慈身后的薄金舟 男人的那身气场一看上去就很冷 再加上他的身份地位 谁都不敢怠慢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也没人敢在这种时候出声 沈婉慈不习惯被这么多人看着 他皱着眉 试图不动声色地将被薄金舟握住的手 从他掌心中抽出来 只不过才刚动一下 就被宝金舟以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分开手指 以食指相扣的姿势重新握住 杨夕雪拿过思议手上的话筒 耻辱和胸脑让他脸色沾红 全身每根神经都被烧得火辣辣的 他咬着牙 钻着话筒的手指用力地骨节凸起 这种场合公开道歉 无疑是在将井家的脸撕下来摔在地上踩 他看着井二少面无表情的脸 已经可以遇见宾客散去后 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 但如果不道歉 他闭了闭眼 下场只会更惨 我是杨夕雪 在这里我想给沈婉慈同学道个歉 沈婉慈兴致缺缺地看完这一幕 趁着薄金舟松懈的档口 抽出自己的手 也没说话 转身就朝着停车场的方向走去 他今晚是自己开车来的 身后有脚步伸不远不近地跟着 他知道是薄金舟 也没理会 刚才那一出过后 稍微懂看点脸色的人都开始借故离开了 锦家就着一个停车场 同路也不稀奇 可那人一直跟着走到他停车的地方 沈婉慈嘲讽地挑了挑眉 宝总的车也停在这里 我喝了酒 不能开车 薄金舟垂眼看了眼 他面前半下来才十几万的大众 虽然没说话 但那眉眼间不经意透出来的轻视 却是赤裸裸的 就差眉在脸上写 看看 你离开我都混成什么样了 沈婉慈怂怂间 贪手 那真是太遗憾了 反正这儿离御厅别院也不远 你就走着回去吧 说完他便没再脸会他 拉开车门就坐了进去 刚启动车子 薄金舟就打开副驾的门 他坐进来 搬合着眼丰富 去御厅别院 态度理所当然 半点不觉得难为情 沈婉慈瞪大眼睛 他以为像薄金舟这样的豪蒙贵公子 即便是不要脸 也多少会残存一点羞耻心 但显而易见 没有 他粗眉 不耐烦得道 你让锦家的人送你回去 薄金舟掀开眼眸 眼睛里有明显的红血丝 刚才在洗手间擦肩而过的时候 他就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酒味 如今在密闭的车厢内 味道更浓了 嗓音也被酒精惊润的沙哑低沉了些 我不做陌生人开的车 沈婉慈 他忘了他是金疙瘩 容易遭人觊觎 江雅竹还说他小时候被人跟踪过 但即便是这样 他也不想送他 御厅别院和他住的公寓在两个方向 唯一顺的路就是从这里到门口 你可以让江叔过来开车 江叔的孩子病了 这几天都在医院照顾 丁婚宴现场的宾客都已经散了 周围的车陆陆续续地开走 沈婉慈踩着刹车 有点不耐烦道 你也可以让简维宁来接 你才是我名正言顺的太太 开车送我 是你的义务 沈婉慈 那我现在把这个义务让给他 想必他和你都会很高兴 这话明着是在说把送他的义务让给简维宁 但是则谁都明白话里隐藏的含义 他想让出去的不只是送他的义务 还是保太太的位置 你就这么想离婚 是 就这么想把我推给简维宁 他每问一句 总要隔上很长的一段时间 越来越令人窒息的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 沈婉慈看着他攥着手机 骨节泛白紧绷的手指 莫名声出一种错觉 他想捏的不是手机 而是他的脖子 我这是牺牲自我成全你们 你应该感谢我的大度 要不然 简维宁这辈子都只能当个见不得人的小三 牺牲这个词很好地取悦了薄金舟 他面色微华 但说出的话还是很硬 都需要你成全 那是当然 薄总翻手为云覆手为语 就算顶着个有富之富的名头 也完全不影响你骄养简萧小姐 每个字 每个音 都几句嘲讽 却不知道是在嘲讽薄金舟 还是在自嘲 男人脸色阴沉 冷硬的语气不惊人情的汉 沈婉慈 说话就说话 别牵扯尽其他不相干的人 恰 他怒了 这是舍不得心上人被羞辱 沈婉慈也没生气 反倒微笑道 好啊 那你现在就给李九年打电话 让他撤了简为宁的资 我就相信他与你而言 真的是个不相干的人 薄金舟是安娜某紧盯着他 薄纯明景 气压肉眼可见的低了很多 他没说话 但沉默和默认几乎是话等号的存在 虽然早就意料到 但作为被抛弃的一方 心里还是生出一种酸涩的情感 和爱情无关 单纯就是觉得自己这三年的付出都是为了狗 拿他和狗做对比都是对狗的一种侮辱 就算是最凶最烈的流浪狗 被人讨好三年 尾巴都能摇成螺旋角 薄金舟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厌恶你和简为宁吗 看着人模人样 背地里去专做那些让人恶心想土的卧错事 一个个的都是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沈婉慈说话时语气平静 甚至还带着笑意 但每个字都稳准狠地扎在人心口上 当初自导自演高价买化的是会发酵的那么凶 他不信这其中没有简为宁的手笔 如果真是他串通好的也就算了 但问题是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当初那幅画到底是被谁没走的 薄金舟没有打断他 他的表情看上去也很平静 但若是仔细看 就能发现那双眼睛此刻像是透不近光的深海 犯着阴森森的含义 我可以让李九年撤资 但有个条件 沈婉慈有种不祥的预感 以薄金舟的性子 他刚才说了那样的话羞辱他 他不可能轻描淡喜的就算了 你给玉成打电话 告诉他 你不爱他了 沈婉慈只觉莫名其妙 薄金舟这狗果然没憋什么好话 他和聂玉成现在完全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都对对方没有那方面的意思 自己突然给他打电话说这话 别人指不定当他脑子有毛病 自恋过头 这分明是奔着让两人绝交去的 就冲着聂玉成无条件帮他这么多次的份上 他不会这么做 不然他就太不是人了 沈婉慈乏味无趣地摆了摆手 薄金舟 你不想撤资就不撤 我也没非逼着你撤 你不用拿这种方法来激我 薄金舟落在沈婉慈脸上的视线 很面无表情 现在不用我给阿宁打电话了 为了玉成 你还真是什么委屈都愿意受 他朝着他伸手 沈婉慈看着他冷怒的眉眼 觉得他可能是想掐死他 他往后微微一哑 避开薄金舟地触碰 男人的手蹲在半空 随即手指收拢握紧 离婚的事 仿佛是在故意吊人胃口 他说到一半就停住了 沈婉慈看着他 缓缓地明紧唇 男人淡淡地逆着他 斯文淡漠地认真脸勾出一道恶劣的笑意 不可能 沈婉慈恨地咬牙切齿 这个该死的狗男人 他本来就积压着无数的情绪 现在被他一戏弄 更是无法控制地到达巅峰 直接就炸了 下车 薄金舟慢条斯里的河上演 开车 别忘了你还欠着我的钱 就算没有夫妻义务 你卖个劳力当个司机也是应该的 欠债的比债主还凶 以后谁还敢借钱给你 沈婉慈抬起下巴朗笑 下车拉开副驾驶的门 半点没客气地将薄金舟给扯下去 按理说男人精大 优在体重上占天然优势 肯定不是那么容易会被拽下去的 但薄金舟偏偏就被沈婉慈给拽下去了 他重重地甩上车门 重新坐进驾驶时 启动车子 朝着门口的方向驶去 今天是来参加订婚宴的 穿得都很单薄 入了夜的风更是凛冽地像刀子 挂在皮肤上让人感觉刺疼 仅仅是下车 拽人 上车的几分钟里 他的手指就被冻得有些僵了 凑到空调出风口吹了一会儿才暖过来 他抬眸看了眼后视镜 薄金舟还站在原地 狭长幽深的眼眸紧紧盯着他的方向 不会冻死吧 这个念头刚一从沈婉慈脑海中闪过 就被他压下去了 锦家人肯定不可能不闻不问 由着他在那里站着 锦家别墅买得早 这周围都开发过 并不偏僻 路上车流不少 沈婉慈开车出去时看到不少空着的出租车 于是便彻底地放下了心 回到家 沈婉慈第一时间就去了浴室卸妆 洗澡 又附了个面膜 等忙完已经快11点了 他躺进被窝里 准备刷画手机就睡觉 刚点开某视频网站 薄金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他看着屏幕上显示的名字 犹豫几秒后才接起来 干嘛 第一人名医院 过来签字 电话那头的人不是薄金舟 他愣证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是谁 顾晨叶 他和顾晨叶不算熟 见过几次 听过他说话 但从听筒里传出来的声音和平时会有偏差 所以他不太确定 男人的声音平淡冷漠 三两句就将事情说了一遍 薄金舟回去的路上出了车祸 医生让签并微通知书 必须得家属签 20分钟内你要是赶不过来 我就直接让医生准备放弃治疗同意书了 沈婉慈脑子力窝了一下还没转过弯 人已经条件反射的从床上坐起来 怎么会出车祸 出车祸很奇怪 全世界每分钟都有人出车祸 你把喝醉的人直接扔那儿 他酒驾 没当场死亡都是运气好 顾晨叶给他报了牢层 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沈婉慈手忙脚乱的换了衣服出门 抢救必须得家属签字 这件事不能告诉江雅筑 就只能他去 直到坐进车里握住方向盘 他都还有点没回过神 薄荆舟身上虽然有酒味 但跟他吵架的时候神志清醒得不得了 也没见身体不受控 从井家到玉厅别院的路又宽车又少 就算是酒驾 也不至于撞到要签并微通知书的地步啊 沈婉慈将车开得飞快 一路又转掉头绕红灯 转动方向盘时有点打滑 他才发现掌心里全是冷汗 平时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阴生生只用了15分钟 顾晨叶说的病房号在五楼 他狂奔着进了电梯 扔下楼层键 才终于有了点喘息的时间 沈婉慈靠着电梯的金属臂大口喘息 顺便看了眼上面贴着的楼层标志 五楼 消化科 沈婉慈 电梯在五楼停下 门一开便看到站在外面的固承叶 男人穿着休闲 衬衫外套了件中长款的浅灰色大衣 黑色西裤 一愿惨白的灯光头递到他身上 这样的死亡色 都仿佛是在给他家里进 果然 长得好看的都跟长得好看的一起玩 恶劣的人也只会跟恶劣的人一起玩 但毕竟不熟 就算有火气 也勉强压制住没有当场动手把人打爆头 沈婉慈冷着脸从电梯里走出来 怎么回事 直到现在 他才觉得自己腿软脚软 浑身无力 顾晨叶懒懒道 人在507号病房 我要回去睡了 你不是说他出了车祸 男人挑眉 似笑非笑 沈小姐这么冷心浪费 不说出车祸要死了 你能来 不会 不止不会 还会马上关机睡觉 他胃痛 楼下有24小时营业的餐厅 你等会儿去给他买点粥 瘦肉粥 不加葱 沈婉慈还憋着一肚子的火煤出发 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没忍住吃笑着嘲讽了一句 顾公子这么关心他 怎么不亲自留在这里照顾 你就不怕我把他照顾得更严重 顾晨叶低头注视着他 女人眼底全是愤怒 显得他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 越发的亮眼 白皙的皮肤上遍布红韵 大概是一路急迟来的 还有些喘 当初要不是荆州 沈小姐现在大概是在哪个 鸡脚嘎啦的黑框里挖煤吧 能享受这些年养尊处优的日子 他说这话已经是看在 薄荆州的面上相当委婉了 被卖的女人可没有挖煤 这样的好运气 他继续道 当年 就算荆州酒后乱性 勉强了沈小姐 也不一定非得娶你 恕我直言 你也值不起那么高昂的假 受人恩情 总得报答吧 病房里 薄荆州靠着床头 正在和人打电话 听到声音后抬眸看过来 视线从沈婉慈身上裂过 眉头骤然促起来 晨叶给你打的电话 沈婉慈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他说你要死了 让我来签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把你领去火化 他走进去 坐到病床旁的凳子上 刚才他经过医生办公室的时候 问过了 空腹饮酒后引发的胃部静了 等缓和后就可以离开了 薄荆州将已经挂断的手机 扔在床头柜上 我饿了 沈婉慈盯着他看了几秒 任命地拿出手机点外卖 只想快点伺候某位大爷吃完饭 缓和后各回各家 他可不想回家后 又被顾晨叶再打电话给叫回来 他还是要脸的 薄荆州的视线落在他身上 很淡 等外卖送来 我可能又要进急诊室抢救一轮了 你就是这样照顾病人的 吃过药 胃里那种仿佛被两只手拉扯的剧烈痛感 已经稍稍好些 但还没有完全消失 时不时会抽痛一下 沈婉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后猛地站起来 一言不发地就转身 就朝着门外走 薄筋皱皱眉 站住 你去哪 买狗时 他咬着牙 愿对得加重语气 喂狗 身后 男人似乎笑了下 但沈婉慈已经开门走出去了 没怎么听清 按照顾晨叶说的 他去楼下买了分布加葱的瘦肉粥拧上去 赶紧吃 吃完回去 床上的薄筋皱没有半点反应 好像是睡着了 因为是背对着的 沈婉慈看不见他的脸 犹豫几秒 还是凑近弯腰看了看 男人眉头紧锁 额头冷汗淋漓 唇瓣和脸色都白中泛青 哪里是睡着了 分明是痛狠了 沈婉慈迟一两秒 急促的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上紧张 薄筋皱 是不是胃又痛了 我去叫医生 床头上就有连接医生办公室的呼叫铃 按了铃后 医生很快就来了 做完检查 他按住薄筋皱大腿前外侧膝盖骨上方三横指的位置 对沈婉慈到 这里 凉秋学 按摩可以缓解胃部疼痛 他刚吃过药 短时间内不适合再吃 你给他按按 或者揉一揉胃部 也能稍稍缓解 买完饭还要帮按摩 医生见他不动 脸上也看不出担心 声音不自觉变得严肃一些 你是不是家属 病人痛成这样 怎么还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处在旁边盖看着 沈婉慈回神 十分认真的道歉 对不起 我是家属 是他的太太 但这种事平时都是他的小情人做的 我不怎么数 按哪里 医生你再给指一指 医生只是见他不关心病人 初一指责说了几句 没想到居然还挖出这样的秘心 一时间 看薄筋皱的眼神都变了 他尴尬地咳了一声 收回手指起身 其实也不用按 要差不多生效了 等花儿就缓解了 等医生出去后 薄筋皱才咬牙切齿地问 你故意的吧 沈婉慈朝着他挑了挑眉 总不能什么好事都让简为宁沾全了 薄筋皱的胃痛缓解已经是后半夜的事了 虽然沈婉慈困得不行 但还是撑着去办了出院手续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环境没法比 床小 窗帘还不遮光 他又有任床的毛病 熬了大半晚的夜 明早还想睡个懒觉 在医院里显然是不行的 这次他没再敢将薄筋皱扔在半路上了 谁知道他又会折腾出什么幼蛾子 一日 沈婉慈刚睡醒睁开眼睛 就和秦月之凑近后放大的脸对上 他吓了一跳 没等反应过来就手忙脚乱地往后面缩 等看秦面前的人 才皱巴着脸魂深无力地重新躺回去 你干嘛呀 这大清早的 魂都快被你吓没了 秦月之坐在床边 邪腻着他冷笑 你还好意思说 到底是谁把谁的魂吓没了 我给你打那么多通电话你都没接 还以为你是想不开殉情了呢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还大清早 阿飘的大清早还差不多 沈婉慈刚醒 人还是猛的 听了他的话后就下意识地去摸手机 口中问道 什么殉情 他昨晚到家后就把手机关成了静音 屏幕上果然有几通来自秦月之的未及来电 再一看时间 都快下午四点了 秦月之不屑道 薄荆州那货估计是太渣 老天都看不过 昨晚进了医院 今早新闻刚一出来 姐为您那茶花精就拎着营养品上门来送温暖了 薄荆州不止把人营进去 还顾难管你的在屋子里待了好几个小时 这么长时间 也不知道在里面搞些什么 估计连娃都划上了 沈婉慈 虽然有点夸张 但好像真是这样 说完还不解气 秦月之又警告道 你要是敢回头 我就带你去挖野菜 什么品种的恋爱脑都能给你磨眉了 他连翻了几个白眼 沈婉慈都担心他眼皮抽筋 沈婉慈哑口无言 只好换了个话题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他搬家的是没告诉过任何人 前段时间在一场拍卖会上撞见聂玉成 他说的 提起这个简为您就生气 忍不住戳戳他 你没地方住也不知道来找我 要是没正好撞上聂玉成 你是不是就准备睡巧动了 聂玉成只说沈婉慈没地方住 至于为什么会没地方住 他没说 但秦月之多少也能猜到 肯定是薄荆州那个无下线的狗男人搞的鬼 幸好是撞见了 要不然你这突然联系不上 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你 沈婉慈起床洗漱 你怎么进来的 这种高档公寓 房主都有紧急权限的 秦月之双手暴毙 靠着洗手间的门框 对了 沈玄的是我查到了 他不只是融会的高管 还是他们集团的股东 占的比列还不少 当初你爸背着一身债 一穷二白逃出国 在国外也没做出一番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 你猜沈玄这投资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沈婉慈含着满嘴的牙膏泡看向秦月之 对方也没卖关子 直接了当道 薄荆州给的 但薄荆州并没有要瞒着的意思 所以他才能这么轻易地查到 不过也折时证明这狗男人不做人 别人都是夫妻一条心 枪口一致对外 他倒好 专门资助跟自己老婆不对付的人 这件事沈婉慈完全不知情 给了多少 秦月之声出手 朝他比了个天文数字 要是没这笔钱撑着 沈玄别说是入股融会 就连吃顿好的都得掂量着自己的钱包 沈婉慈点点头 我知道了 这件事谢了 他本来只是想让沈玄被融会辞退 算是扯平了当年 他利用媒体摆自己一道的事 既然他是融会的股东 那就只能换个方式了 他们一家三口靠倒卖自己母亲遗物拿到的钱 他要让他们一分不少的都吐出来 秦月之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举手之劳的小事 还到什么谢呀 要是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再知一声 见他洗漱完 秦月之垂下手 站直身体 走 去吃饭 我晚上还有事情的忙 要来不及了 两人都不想走太远 就在后面的小吃街随便找了家餐厅 沈婉慈点开热搜 简为宁去玉厅别院找报荆州的新闻已经被撤下了 搜也搜不到 大概是被人抢压下来了 能有这样速度的 想也知道是谁 之后的三天 沈婉慈一直宅在家里 秦月之大概是怕他闲出毛病 给他接了不少活 徐老打电话让他回荆园上班 他都推了 这天 他正对着一幅字画哀声叹气 就接到王爷打来的电话 少夫人 能不能麻烦您回来一趟 今天太太要去医院复查 但他跟少爷闹脾气 说什么也不去 薄荆州在 少爷公司有事走不开 陈助理来的 这些是以前都是沈婉慈做的 知道他和少爷要离婚了 王爷其实也不好再麻烦他 但太太跟少爷怄气 不愿搭理他 连陈助理都跟着受了罪 沈婉慈应下了 妈跟薄荆州怄气 估计也是为了他们离婚的事 他得先把他劝服了 就算不同意也别反对 免得节外生枝 回到老宅时 江雅筑正坐在沙发上发脾气 我说了 我身体没问题 不需要复查 他瞪着站在面前的陈许 真正该去医院的是你家主子 你去给他挂个眼科和脑科 看看他究竟是眼瞎还是脑残 放着明珠不要 非要去垃圾堆里翻译眼镜 也不嫌臭得慌 陈许 他觉得自己迟早会英年早逝 太太和沈小姐 一个比一个嘴毒 对了 一定要挂顶级专家号 一般医生治不了他的病 王姨 少夫人才是亲生的吧 以后他可一定要稳沾少夫人的阵营 不给简为您半分好脸色 他为难的皱巴着脸 太太 少爷也是为您的身体着想 医生都已经约好了 要不您还是去看看 走个过场 哇 江雅筑正要说自己不去 死都不去 便听到沈婉慈的声音从门口传进来 妈 看到儿媳妇 她脸上瞬间挂上慈祥的笑容 声音也温柔了几个度 怎么突然回来了 沈婉慈在她身侧坐下 王姨说您不愿意去复查 我回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你王姨那张嘴你还不知道 哪次不是王厉害了说 我就是天气太冷 想等花儿再出门 哪有说不愿意去的 王姨赶紧出来背锅 是呢 太太正准备要走 既然少夫人回来了 那就您陪着去吧 医院那套智能系统 我们年纪大了也不太能搞得懂 当然 这只是托词 能在博家做保姆 即便不是十八般五一样样精通 网上挂号缴费 陪看医生这种生活琐事 是必须要会的 还得与时俱进 江雅筑拍了拍沈婉慈的手 我之前的检查单子在荆州的书房里 你去帮我拿下来吧 好 他愿意去复查就好 不过是上楼拿个报告 并不费什么事 沈婉慈便也没说 这些医生那里都有记录 而且好多检验结果 超过一周就要重新检查了 等沈婉慈进了书房 王姨才奇怪地问 太太 检查报告不是在这里吗 江雅筑将手边的牛皮纸带扔给他 去放到电视柜的抽屉里 等花儿少夫人问起 你就说你记错了 背锅下王姨 看他实在好奇 江雅筑大发慈悲地给他解惑 我那混账儿子的嘴 跟念文女主的嘴一样 都被502胶水给粘住了 半天憋不出一句屁来 我不让婉慈去他书房拿报告 怎么让他看到 荆州书州上摆着他的照片 我敢肯定那混账 对婉慈绝对有意思 不然怎么会在书房摆他的照片 后来江雅筑嫌弃地别了别嘴 这么闷骚 真不知道是向了谁 他爸当年可都是打直球的 半点含糊都没有 这还是沈婉慈第一次 进薄荆州的书房 结婚前他就没怎么在这边住 婚后回来的次数更是稀少 书房面积不大 除了办公桌和书架 以及一张沙发 就没有其他了 他没有四处打量 静止走进去 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找报告 结果报告没找到 反倒是看到一个极为熟悉的东西 那是一幅装表好的画 灰色暗沉的色彩涂满了不大的画质 若是细看 还能看出一个女人的身影 只不过那身影背后中的冷色调包裹 十分的模糊 虽然是正面 但却没有脸 盯得久了 会让人生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惧 和无法抑制的忧伤 那是画的心情 沈婉慈的心情 他修长的手指缓缓落在上面 仿佛是要隔着玻璃去触碰那凹凸不平的画质 这是他的毕业作品 那幅被神秘人高价买走 让他一跃成为今大风云人物 又一息之间跌入谷底的作品 当时听到老师说被买走的时候 他还觉得奇怪 因为这幅画实在不是一幅能让人赏心悦目的画作 成 他老师差点都要给他家长打电话 让带去看心理医生了 再次他一个美术系学生的作品 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升职空间 沈婉慈自嘲地勾起唇角 所以薄金周买这样一幅和他身份截然不符的劣质画作 是为什么呢 楼下 江雅竹见他许久没下来 忍不住众美对一旁到了半天背景版的陈许道 你去看看 该不会是高兴 陈许之前来这边帮薄金周拿过资料 知道他书房的位置 书门熟路地走到门边 沈小姐 太太让我来 看看你有没有找到他的报告单 他刚刚在楼下听了全程 知道书房里并没有什么报告单 沈婉慈抬头 他眼眶有些红 整张脸苍白的不行 看向陈许的目光恍惚又茫然 虽然是落在他身上 但又好像并没有在看他 陈许 您不舒服 没有 沈婉慈将画从抽屉里拿出来 也没逼着陈许 走到门边时 见他的视线疑惑地落在自己手里的画上 还往他面前送了送 微笑着问 好看嘛 我打算拿回去挂在卧室的墙上 陈许 他看着那幅色条和风格都很暗沉的画 咽了咽唾沫 可能挂在卧室门上比较适合 屁邪 他没说话 但沈婉慈看他一脸憋秘的样子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当初创作这幅画时 他在沈家的日子已经是举步维艰 被压制得很惨了 炸电后吗 还有个处处挑他词 和他逗得你死我活的沈玄 心情怎么可能会好 没半夜拿把刀把他们都赶了 就是他还心存良善了 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以心情作为主题的画作 画风不诡异阴森才怪 所以被卖出去的时候 他一度以为是撞上了某个人傻钱多的冤大头 估计他的课业老师也是这么想 还拉着他去买了好几次彩票 但如今看来 真正傻的不是买话的人 而是他自己 他为了博女朋友一笑 花了比为数不多的小钱 就给他的人生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阴暗历史 瞬间将他拽入了语言暴力的漩涡中 下了牢 对上江雅竹殷切的目光 沈婉慈勉强扯出一抹微笑 妈 我临时有点事 让王毅陪您去医院复查 报告单医生那里都留着底的 直接去就行了 好 江雅竹仔细观察他的脸色 不对啊 这怎么看也不像高兴的样子 他是叹性地问 婉慈 你在荆州书房里是不是看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啊 怎么上去一趟下来就不太高兴的样子 沈婉慈不想让江雅竹操心 嗯 是看到了点特别的东西 没有不高兴 就是有点震惊 所以我现在要去找 听他这么说 江雅竹放下心来 拍着他的手道 好好好 你去找他 夫妻俩吵架就得往开里说 别憋在心里 不要动不动就说离婚 不吉利的 我让司机送你 不用了 我开了车 从老宅出来 沈婉慈直接去了博士 熟门熟路地上了薄荆州办公室所在的牢层 前台倒是拦了 不过他说自己是去人事不办离职手续的 就放他上来了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沈婉慈是走后门进来的 工作轻松工资又高 还能近距离接触到博走 而且自他走 那个让大部分人眼眸绿光的职位也空置了 保总身边现在除了个陈特助 就没有旁的人了 陈许陪着江雅筑去医院复查了 不在 拦住她的是陈许的助理 沈蜜 沈小姐 你有预约吗 没预约不能进去 沈婉慈才不理她 她知道薄荆州的办公室 不需要她带路 但那只始终拦在前面的手让她烦躁 陈许没跟你说过我的身份 助理眉陈许经历的风浪多 还没法做到泰然自若 文言 结结巴巴地回道 说 说过 单神小姐 博总办公室现在有客人在 要不您去会客厅等等 沈婉慈看出她急切想把自己支走的意图 挑了挑眉 是个女人 说话间 两人已经一进一退地挪到了门口 沈婉慈直接拧开了门 里面的人果然是简为宁 她穿着浅色调的衣服 黑色长发垂下 挡住了她半边的脸颊 前交叉式的淑女坐姿 背脊挺得笔直 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清高的自傲 看着毫无预兆地出现在门口的沈婉慈 薄荆周眉头微微醋了下 对旁边一脸紧张解释的助理挥了挥手 你先出去吧 助理如蒙大赦 临走时压低声音对沈婉慈道 简小姐只比您早来半分钟 这是怕沈婉慈误会呢 简为您有些勉强地笑了下 虽然不乐意 但也知道自己如今的身份 没有不乐意的资格 婉慈 我来找荆周氏 沈婉慈没有搭理她 甚至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就静止朝着薄荆周走了过去 那气势汹汹的样子 是个人都能察觉出不妥 简为您一阵 以条件反射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几步跟着沈婉慈走到了办公桌前 沈婉慈一言不发 抬手就朝着办公以上的男人扇过去 巴掌带起的冷风 浮动着薄荆周额间的碎发 沈婉慈 你疯了 是简为您的声音 从她紊乱急促的呼吸声中 就能判断出她此刻有多愤怒 她扣住了沈婉慈的手 拦住了这几巴掌 我来找荆周是谈公事的 一起来的还有我们舞团的负责人 不过刚刚去上洗手间了 没和我一道进来 你一进来就直接上手 吃醋吃到这份上 是不是也太无理取闹了 沈婉慈冷着眉眼抽回手 反手一巴掌扇在了她脸上 又端起桌上的咖啡 泼在了薄荆周的脸上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快得人没办法阻止 做完这一切 沈婉慈才终于大发慈悲地开了口 不离取闹 她将手上的话扔在办公桌上 挑起的眉眼满是嘲弄和不屑 难道不是你们卑鄙无耻下流沃粗 为了学校几句口舌之争 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人在坐天在看 坏种是会遭报应的 当然你们疲厚 雷都劈不死你们 但你们就不怕以后 报应在孩子身上 毕竟这么损应得的事 连雷个子孙后代也是正常的 她一张小嘴巴巴地说个不停 让人想阻止都找不到机会 沈婉慈自认自己以前 没有这么刻薄 就算骂人 也不会牵连到父母孩子 如今都口不择言了 可想而知被气得有多狠 薄荆周从沈婉慈进来起 就没说过话 视线一直落在那幅画上 直到此刻才开口 道歉 文言 简为宁神色一松 唇角下意识地就要往上钩 但又被他死死压制住了 荆周还是护着他的 他就知道 他这段时间冷着他 是还在生气他当年抛下他出国 沈婉慈的手指紧紧钻在一起 下河微台 居高临下地垂眼看他 像一只战力爆表的攻击 你别做梦了 我是不会向简为宁道歉的 薄荆周面上尽是怒意 像是翻滚着的暴风雨 要将沈婉慈卷入风暴中撕成碎片 不是让你向阿宁道歉 是让你向孩子道歉 正准备出来打圆场 表现自己温婉大度的简为宁 沈婉慈吃牙 轻慢地笑着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好父亲 薄荆周没有理会他的嘲讽 他起身身高和本身的气场带出的压迫感 瞬间盖过了沈婉慈的气势 他扣住他的手腕 稍稍用力 将人隔着办公桌扯进自己花里 道歉 他脸上的咖啡还没有擦 沈婉慈被他拽过去 有几滴就沿着他的下河落在了他的头顶 沈婉慈 这个狗男人自己不好过 也要拖着他不好过 你要是忌讳 怕我的话应验 可以不生啊 你和简为宁渣 难见你恩恩爱白头到老 岂不更好 简为宁 沈婉慈 我和你那些矛盾充其量 也就是年轻年孩子之间的 那点虚荣和妒忌心理 除了大学时偶尔几句冷嘲热讽 便再也没有做过什么过激的事 这些年更是连联系都没有 你一口一个见你的骂我 是不是太过分了 简为宁说的没错 但又不完全对 在外人看来 就是两个戏话的拥护着名利案例 想要压对方一头的那点事 虽然闹得有点难看 但两位政主却没有亲自下场思过 可沈婉慈知道 那些人之所以对自己有那么强的敌意 简为宁在背后使了不少手段 他到现在也没搞明白 简为宁为什么会这么讨厌他 就因为论坛上贴出的那个比拼榜 两人不同系 又都是自己专业的佼佼者 学习上没法比 有些无聊的人就开始从颜值 身材 加是各种外在条件上给两人拉仇恨 沈婉慈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桌上的话 这幅画 薄金周前脚高价买入 你后脚就在校内大肆宣传 然后杨夕雪在曝光我自导自演 挖这么大个坑 就为了陷害我 让我被所有人孤立 承受他们会无孔不入的语言暴力 就为了拈死一个无关紧要的我 你们可真是舍得费心思啊 简为宁心里一慌 条件反射地抬头去看保金周 却见男人看上去很平静 但一双眼镜却诡一森冷 他道 你被欺负了 沈婉慈嫌弃地推开他 你们设这个局的时候 不就把我的处境都给安排好了吗 现在再来假惺惺 简直让人倒胃口 简为宁深吸了一口气 压制着心里的慌乱 沈婉慈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到的这些留言 但我并不知道画是荆州买的 我是无意中听到老师们 谈论才知道的这件事 宣传出去也是为了学校招生 这件事我和校领导商量过 你要是不信 可以去问 当年他无意中看到荆州拿画去表 才知道那个高价埋走 沈婉慈画的人是他 他当时气晕了头 听信了旁人的挑拨 借杨细血的手射击了这一出 事情过了这么多年 他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 被突然捅出来 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婉慈 如果你是因为吃醋 才往我身上泼脏水 那大可不必 我今天来只是替我们团长牵线 至于怎么谈 能不能谈成 都与我无关 简为宁想将话题扯开 但事情走向并没有如他的愿 沈婉慈挑起唇角 不是你做的 那只不定是有人犯贱 巴巴地想凑上去讨好你呢 沈婉慈 我荆州的声音挺冷 一听就是不高兴 话是我买的 但后来的是我不知道 我也没和人设局 简为宁惊讶地看着他 以他对保荆州的了解 即便再怎么宠爱一个女人 也断不会让人 骑到自己头上撒泼 差点被删耳光 又被泼咖啡 没了 还被人冷嘲若讽视渣男 犯贱 他都始终一副波澜不惊的态度 只除了沈婉慈诅 孩子的时候 这哪里是杀法果掘 让人闻之胆颤的博士集团总裁 简直是只舔狗 沈婉慈丢给薄金周 一个你以为我会信的眼神 那你倒是说说 你看上这幅画哪里了 是觉得好看 还是觉得它有收藏价值 还是看到它能让你心情愉快 虽说每幅画都是画手的心血 但这幅涵盖着他悲惨过去的话 沈婉慈一点都不喜欢 老金周末了几秒 跳过了这个问题 这件事我会让人去查 不用了 我自己会查 你不从中作祟 我就谢天谢地了 沈婉慈看了眼万表 已经快下班了 明天早上我们就去办理离婚 要是我在民政局门口看不到你的人 我就让律师直接起诉 到时候即便薄金周再找借口拖着不愿一离 分局两年 法院会自动判理 沈婉慈转身要走 但薄金周扣住他的手 不让他挪动分毫 阿宁 你先出去 事情改天再谈 简维宁脸色一白 下意识地看向一旁的男人 但薄金周并没有看他 一双毛子始终锁着沈婉慈的脸 简维宁闭了闭眼睛 他被沈婉慈删了一巴掌的脸已经肿起来了 金周 他无力取闹发脾气打人 你还护着他 阿宁 出去 薄金周再开口 声音已经冷到了极点 要多少投资 让你们团长报个数给我 简维宁看了他一眼 眼底又是失望又是难过 转身走了出去 办公室的门被带上了 下一秒 薄金周扣着沈婉慈的脸 将人拉近了几分 你非要拿离婚说事 不是拿离婚说事 是我们本来就要离婚 沈婉慈拼着自上的风险 用力挣脱开他的束缚 你离我远点 因为你 我现在讨厌一切雄性生物 远看到只路过的公狗都想山一巴掌 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沈婉慈从博士出来 就拨通了陆律师的电话 我要起诉离婚 陆律师之前 就已经给他分析过起诉离婚的利比 如今也没有再多话 只跟他说要准备些什么资料 挂了电话 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沈婉慈原本不想撕破脸 只想和结婚那样悄悄地把婚礼了 薄家这样的豪门是家 媒体盯得紧 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能闹得人尽皆知 他不想将这段满目疮痍的婚姻暴露 在大众面前 被人议论 同情 阴阳怪气的明朝暗讽 只是没想到 最终还是走上了对部公堂的地步 他寻了个咖啡厅 点了份减餐 和人约了一个小时后见面 6点40 一个穿着黑色中长款羽绒服 带着防风口罩的男人走进来 目光在咖啡厅里扫了一圈后 静止朝着沈婉慈所在的位置走了过来 沈小姐 董明衡摘下口罩 堆跟过来的服务声道 一杯美事 我想让你帮我调查个人 沈婉慈从手机里翻出被调查人的照片 递过去 董明衡以前是个记者 手段喊是了得 曝光的都是其他记者跟不到的内幕 而且他曝光之前还带预告 弄得那些有黑料的明星和大佬都胆战心惊 后来由于太过高调 被人给揍了 还揍得挺惨 怕地上跟条死狗一样动都不带动的 沈婉慈阴差阳错地救了他 救命之恩也就欠下了 董明衡看了眼照片 先蒙问道 你想要什么程度的调查 他多少猜到了 能找上他肯定不单单只是表面那些谁都能跟到的消息 沈婉慈看着照片里居高临下 一脸傲慢的沈轩 红唇清奇 能让人身败名裂的程度 董明衡没有多问 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 又问了对方的基础信息 有消息我会联系你 这种事 直接发信息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再帮我查一查薄荆州的料 最好是和女人之间的新闻 董明衡摇了摇头 我之前跟过他 刚冒个头就被抓了现行 而且薄是几乎垄断整个京都的传媒行业 这些年能被曝出来的 都是他愿意被曝光的 当然 也有不长眼的想拼一把 可发出来没几分钟就被撤了 就为那几分钟的热度把自己搭进去 这样的蠢人现在已经很少了 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 但沈婉慈还是有点失望 好 那沈玄的事就麻烦你了 事情聊完 正好咖啡也蹲上来了 董明衡没有多留 直接拿上走人了 沈婉慈没有急着走 坐在位置上慢腾腾地喝着咖啡 搁在桌上的手机震动了两下 他点开看了看 是沈正安发来的联络感情的短信 之前是畅谈未来 给他洗脑家族的繁荣有多重要 见他不理 现在开始回忆往昔了 只不过他不知道 自从妈妈离世后 他的生命里关于家庭的记忆 就都变成了恨意 对他 对沈玄母女的怨憎 想到再过不久 沈玄就要从趾高气扬的上市公司 白领变成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因为宝荆周带来的那点烦躁 也散了不少 和沈婉慈的志得一满不同 锦维宁现在正在公寓里大发雷霆 桌上能扔的能摔的 都被他砸了个遍 地上一片狼藉 陶轻宜就坐在一旁沙发上 冷眼旁观地看着 没有阻止 也没有上前劝说 直到简维宁发泄完 他才开口道 你在我面前摔东西有什么用 指望着我去帮你 把这个公道讨回来吗 他冷厉的目光 从简维宁脸上扫过 那里已经看不到巴掌印了 但因为刚情绪激动地发泄了一场 脸上红韵未散 再配上他不俗的容貌 很是勾人 但想到他的性子 陶轻宜又忍不住摇了摇头 上帝追着喂饭 还能把一手好牌打成这样 真的是蠢 偏偏自己现在和这个蠢货绑在一起 话的是你不用管 我会处理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 让宝总对你救情复燃 只要他爱你 你曾经做过什么就都不重要 陶轻宜想了想 我明天找人来教你 怎么勾男人 仅为您像是被羞辱了一般 紧紧咬住了唇 你让我去勾引他 不然呢 你真以为自己是天仙 能什么都不做就让人对你死心塌地 陶轻宜勉强压下那些计较的话 那这性子哄道 阿宁 我知道你清高 但宝总现在明显不吃你这一套 现在你还能凭着以前那点情分在他面前晃晃 以后这个情分好完了呢 你别把男人想得太长情 他都能从爱到不爱 还不能从不爱到遗忘 原本以为这话能让简维宁幻然醒悟 但他却斩筋截体地反驳道 不会的 陶轻宜 什么 他是不会阻止我出现在他面前的 陶轻宜见他说这话时神情笃定 为什么 简维宁没正面回答 总之他不会 陶轻宜无语 五千年前五谷人后五来者那一位都没你这自信 不过该说的不该说的他都说了 简维宁要犯唇 他也不能拧开他的天灵 该将脑子给他塞进去 之后的几天 沈婉慈都在积极准备离婚所需的材料 陆律师与他碰过一次 沈小姐 霍律师所经手的案子 都是能被写入教科书的 对上他 我没有打赢的信心 对于结果 他没有隐瞒 霍庭东入行多年 从无败计 他还没自信成为那个第一 甚至是唯一 最重要的一点 民事案不同于刑事案 需要考虑的个人情感因素比较多 沈婉慈 好 他已经做好长期拉锯战的准备了 提起诉讼后的一周 便是开庭的日子 因为考虑到薄金州的身份 这次开庭不公开 法院休息见礼 这是自上次不欢而散后 沈婉慈第一次见薄金州 他一身正装 气质比之前更加冷俊凌厉 霍庭东站在他身侧 都被他的气场给盖住风头 他没有看沈婉慈 静止走到一旁的空位上坐下 本来就不大的休息室 气氛立刻紧绷到极点 沈婉慈抿了抿唇 打破这窒息的沉默氛围 薄金州 你的休息间在隔壁 薄金州没说话 靠着已被闭上眼镜假妹 他似乎很疲惫 眼底有明显的一层青涩 倒是作为他代表律师的 霍庭东开口道 少夫人 法院这边希望您和薄总 能私下调解 一夜夫妻百日恩 闹得对不公堂 对您 对薄总都不太好 陆律师跟他说过 离婚案开庭前都有这个步骤 是法律程序 一般在开庭的前几天 但由于薄金州太忙 便留到了开庭前 沈婉慈 那你让他答应离婚 我马上撤诉 一分钟都不待耽搁 霍庭东不再吭声 脸上也没什么明显的情绪变化 刚才那一句 更像是例行公事的询问 完全不走心 没多久 法官便带着相关人员来调解了 不得不说 果真是吃这碗饭的 各种口味的心灵鸡汤 一碗一碗的惯 听多沈婉慈都觉得 自己多少有点不知好歹 但他还是那句话 必须离婚 众人见他态度坚定 只好作罢 法院一行人出去后 没几分钟 沈婉慈就接到了 沈真安打来的电话 是国内的号 他接起来听到声音 才知道是他 马上撤诉 沈真安气得不轻 剧烈起伏的呼吸声 透过听筒传过来 跟跑了十个马拉松的牛似的 听到这句话 沈婉慈第一反应 就是去看薄荆州 不知道对方是就等着这一刻 还是只是恰好 在他看过去时 他也刚刚好先开毛子 与他对视 沈婉慈用嘴型无声地 对他吐出两个字 baby 他没想到他居然 还跟沈真安告状 是觉得他会听他的 还是觉得他这个父亲 在自己这里还有余威 能改变他的决定 你听到没有 沈真安见他不出声 声音再度拔高几个度 差点没拔 沈婉慈的耳朵给震楼 马上撤诉 我沈家丢不起这个脸 是沈家丢不起这个脸 还是你舍不得 薄荆州这个身份高贵的女婿 沈婉慈撩了撩头发 继续往沈真安心里扎刀子 可是他身份再高贵 你这个老丈人 也没想收到半分福利啊 你看人家那些 做豪门老丈人的人 哪个不是过得风生水起 你呢 被债主追得连国都不敢回 吃这么多年的牛排 汉堡 是不是连中餐的味道都忘了 以前在国内 沈真安就对那些 花里胡哨的东西 尽谢不敏 每次出门吃饭 都是选的中餐 他样恨沈真安 但也同样讨厌薄荆州 所以一点都不介意 把他当刀使 两人谁被扎心他都高兴 而一旁吃了个大瓜的 陆律师敲咪咪的抬头 看了眼对面从容的 跟把面具汗在脸上的 宝总一眼 这可谓是公开出行啊 宝总还真是从容不迫 沈婉慈继续轻飘飘地 刺激着电话那边的人 你看你 把女儿养这么大 半点好处都没捞着 还不如让我把他给踹了 到时候你再给我找个冤大头 说不定你就能 正大光明地从国外回来了 那头的沈真安 早已彻底无言以对 自拉一声自耳地 板凳挪动时 凳脚擦过地面的坚韧声音响起 薄荆州从位置上站起来 面无表情地 看了眼霍亭东 开庭了 两人走在前面 沈婉慈和陆律师走在后面 中间隔了两米远的距离 薄荆州 什么时候能结束 霍亭东 半个小时之内 陆律师录语 大神 虽然知道你牛逼 但能不能好歹 给我留点面子 我当事人还在呢 这个念头刚在心里闪过 他就感觉沈婉慈 瞅了他一眼 心里咯噔一下 然后便听到女人 唉声叹气地问了句 你要不要再回学校 进修一下 沈婉慈只是这么说一说 陆律其实很厉害 经手的案子胜率 虽然不能保证百分百 但在京都也是排名前几的 要不然 他也不会在明知道 博士律师疼厉害的情况下 还找他 陆律牧师前方 生无可恋 律师是律师 霍律师是霍律师 不是一个品种 不要扯在一起做比较 别说回学校进修 就算我直接法律法规成了经 也不一定变得过 他这段时间和沈婉慈混得熟了 说话也就没那么公事公办 沈婉慈 你这是长他人之气灭 自己威风 我要去你们律所投诉你 薄荆周没有回头 他这是定位明确 不像某人 不知天高地厚 总想着皮肤汗术 沈婉慈张了张嘴 正打算回对回去 法庭到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和人打官司 坐在原告席上 一抬眼便能看到对面的薄荆周 男人还是纳附表情 因生生将被告的身份端出了法官的气场 书记员查明人员到庭后 宣布法庭纪律 一系列的流程走完 便是正式开庭 霍庭东说半个小时之内结束 还真就卡在了那个点上 虽然沈婉慈早就做好离不掉的准备 但没想到居然还当庭宣判 当真是一点希望都没留给他 从法庭出来 霍庭东对陆玉道 很不错 坚持得比我预想的时间要长 陆玉多谢霍律师的肯定 沈婉慈瞧他满眼貌猩猩 一脸没出息的样 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转身走了 但他还没走到车子前 就被薄荆周前驻手 强行塞进了宾利车的后车座 谈谈 谈离婚的是吗 薄荆周冷笑 俯身逼近他 属于他的气息萦绕上来 他看着他的眼睛 一点点的贴近 像是要吻他 这太突然了 沈婉慈的身体瞬间蹦直 后背紧紧贴合着身后的椅背 连呼吸都不自觉放轻 薄荆周伸手将安全带给他寄上 谈你准备再找个冤大头的事 他盯着他 似笑非笑 这么紧张 以为我要吻你 沈婉慈没见过这么自恋的男人 他用力推开他 是生怕沾染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见薄荆周站直身子 与他保持了安全距离 沈婉慈渐松懈下来 回击男人刚才的话 什么叫在 我之前又没找过 没找过 男人挑起的眉沟 露出饥缝的弧度 难道我不是 贴了好几个亿 床还没睡暖和 就朝着闹着要离婚 世上还有比我更冤大头的 沈婉慈 薄荆周这张嘴 可真是比抹了披霜还毒 找冤大头的事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要是让我发现 你在外面勾三打死 他大不大头我不知道 但一定会死得很冤 他关上车门 吩咐道 姜叔 送少夫人回去 沈婉慈还想再解释什么 但话到嘴边又忍住了 算了 跟狗讲什么道理 从法院离开后 他没有回家 直接让姜叔送他去了 秦月芝的古玩店 秦月芝见他一脸沮丧 猜到官司可能不顺利 已就没问 来得正好 走 喝酒去 沈婉慈还没走进去 就被秦月芝 揽着肩膀 给从店里耗了出来 两人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 他还能不知道 秦月芝的意思 无奈道 我没事 我是馋了 你不知道 我爸最近不知道发什么疯 说是要戒烟戒酒 戒就算了 他还不让我喝 每天跟看贼一样看着我 他今天去了临时出差 这么好的机会 我当然得好好把握 姜叔将沈婉慈送到后 就离开了 但调了个头过来 就看见他和秦小姐出来 怕他需要用车 就停了一下 结果发现两人进了 不远处的一家KTV 他想了想 拨通了宝荆州的电话 老总 少夫人和沈小姐去了KTV 我荆州问了详细地址 你在门口等着他们 白天的KTV人少 喝醉酒的更少 还算安全 他心里不痛快 他知道 喝点酒发泄一下也好 秦月芝带着沈婉慈进去 开了个小包 直接订了下午和晚上的茶 先来三件啤酒 这里虽然比不过夜兰 但环境也还可以 经过商店时 沈婉慈买了几包零食 又在手机上点了外卖 秦月芝举着酒杯 我们今天不醉不归 地址我已经发给我家司机了 到点他会来接我们 所以敞开了喝 上次在夜兰遇到 那个神经病的事 都给他整出心理阴影了 虽然后来那人 也受到了应有的教训 但挨的那几下通 是实实在在的 这次再喝醉 肯定得安排好善后 沈婉慈见他一口炫了一整杯 喝得太急 被呛得连连咳嗽 开口道 你少喝点 就算要戒酒交愁 那也是我 我这不是看你放不开 先打个样嘛 赶紧的 第一杯 就诅咒薄金周 那狗男人一辈子都应不起来 这种诅咒 对一个男人而言 绝对是最狠的 秦月芝握着杯子 王神婉慈唇边凑 他没办法 只好喝了 我感觉你这是在诅咒我 他要是不行了 姜维宁肯定 第一时间就把他给甩了 最后受苦的 还不是作为原配的我 那就祝 他们恩恩爱爱 白头到老 喝酒这种事 只要开了头 就不太能控制得住 还没到晚上 两人就醉得不行了 秦月芝难受地猝着眉 他已经吐了两轮了 摆了摆手道 不行了 我打电话叫司机上来接我们 再来 你说要不醉不归的 神婉慈举着酒瓶和他碰杯 但因为有重影看不清 直接把酒瓶子 对到了秦月芝脸上 秦月芝捂住全骨痛呼 神婉慈 你赶紧把酒瓶子给我放下 再敢喝一滴 我就跟你拼了 咔哒 包间门被人推开 从外面走进来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 他逆着走廊上明亮的灯光 五官轮廓完全看不清晰 门关上后 直接就成了黑乎乎的一团影子 秦月芝半眯着眼 仔细盯着来人的脸打亮了一番 王伯 你来得真准时 回去我就让我妈给你加工资 你先把碗瓷带下去 喝酒没要人命 他的酒品可真是要人命 两人虽然做了多年闺蜜 也一起喝过酒 但沈婉慈醉成这样还是头一次 来人静止朝沈婉慈走过去 伸手拿过他手里的空酒瓶扔在桌上 粗暴地将人拧起来 秦月芝在一旁看得眉心都跟着跳了跳 酒一清醒了些 王伯 你轻一点 咦 王伯你怎么长高了 沈婉慈抗拒地推攘着那只扣住自己手腕的手 你别拉我 我还要喝 我没醉 月芝 他扭头去看秦月芝 我们接着喝 我跟你说 薄荆周那狗男人就是个怂货 薄荆周的眼里竟是郁郁月氏的怒意 才半分钟的功夫 他的手背上就全是沈婉慈挠出来的红印子 他咬了咬后槽牙 直接弯腰将人给扛了起来 沈婉慈垂挂在他肩上 未被他的肩膀顶着 亏得刚刚才吐过 还没来得及喝心的进去 才没有当场吐出来 我 你别 别这样扛着我 我想吐 本来就头晕 这下更晕了 薄荆周扛着沈婉慈出门 堆站在门外的霍亭东道 把人送回去 霍亭东看了眼里面卡座里 还在嚷嚷着让王伯赶紧上来接他的秦月芝 音道 好 沈婉慈被颠了一路 终于在晕过去之前被放了下来 他一把推开面前的人 弯腰吐了出来 但他此刻胃里空空 就算是吐也只能吐些酸水 薄荆周站在一旁 眉头拧得死紧 下次还喝嘛 沈婉慈双手勾着脸颊两侧的头发 避免弄脏 闻眼 侧头半眯着眼看他 你谁啊 声音怎么这么熟 他醉得不轻 站着都在不受控制的乱晃 眼底仰着朦胧的醉意 映着KTV色彩斑斓的霓虹灯 像是葬金去了两条璀璨的银河 江叔举着瓶矿泉水站在一旁 少爷 让少夫人喝点水吧 薄荆周刚要接 沈婉慈突然伸出手 一把揪住他的脸颊 醉熏熏地凑过去 不止声音熟 长得也跟薄荆周那渣男有点像 他是针下手在揪 半点留情都没有 还左摇右晃方便自己看得更清楚 薄荆周的脸肉眼可见得红了一大片 男人轻撕了一声 扣住他的手腕将他的爪子 从自己脸上扒拉下来 长得还有点像 沈婉慈 你是真醉还是在装醉 沈婉慈觉得自己的手都要被捏断了 呲牙咧嘴地用另一只得空的手 抓过江叔手上的矿泉水瓶 朝着薄荆周就砸了过去 混蛋 你弄通我了 薄荆周虽然早就领教过他的酒品 但没想还见长了 以前只是动嘴 现在居然都开始动手了 他将人反捡着摁在车上 抬起一条腿抵着他 掐着他的下巴用矿泉水给他漱口 来 说说 你从哪里觉得我是个怂货的 沈婉慈抿着唇不吭声 就在薄荆周以为他终于清醒了 认出来他是谁后 他再次伸手抵住他的连往后退 不高兴地道 你离我远点 看着就烦 江叔在一旁看得胆战心惊 少夫人的性子虽然谈不上温婉柔顺 但绝对不是这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他生怕他把少爷惹毛了 被直接扔在了这里 薄荆周忍着气 打开车门将人塞进去 自己也紧跟着坐了进去 回玉厅别院 我不去玉厅别院 沈婉慈就算是喝醉了 以前意识地抗拒那个地方 我要回韶河 你送我回韶河 韶河是他现在住的公寓的名字 我荆周一听到这个名字 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他的主人 脑海中浮现出几分阴郁 他眉大泪他 偏头朝向窗外 闭上眼睛假眉 如果现在沈婉慈是清醒的 就能看出他已经忍耐到极点了 眉头皱起的褶皱能夹死一只苍蝇 但罪鬼是不会看人脸色的 他只知道他不理他 说话 沈婉慈一巴掌朝他呼过去 还没挨到薄荆周 就被他眼急手快地钳住了 男人额角轻轻直跳 好他 闭嘴 沈婉慈疑巴巴地看着他 你凶我 薄荆周 他现在总算深刻领会道 罪鬼都是不可理喻的 不管平时看起来有多端庄优雅 你凶我 他妥协道 我没凶你 他 一个没注意 沈婉慈另一只手又挥了过来 这次他没拦住 直接被打中了脖子 指甲划过他的喉结 破皮了 说话就说话 凶什么凶 闭嘴 直接从委屈巴巴的小萝莉 变身成了暴力凶残的金刚芭比 薄荆周的脸色已经沉得能渗出水来了 他面无表情地将领带扯下来 绕了几圈把他的手捆上 然后把他按在自己腿上 别动 沈婉慈能乖乖听他的话就有鬼了 他越是让他别动 他就动得越厉害 你快给我松开 女人的手隔着一层布料来回地在他的腿上摩擦 薄荆周抿着唇 喉结上下滑动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 任由沈婉慈闹腾 许久过后 身侧的女人像是闹够了 终于消停了 但这消停还没五分钟 他靠过来 耳朵贴在他的胸口 你的心脏跳得好快啊 薄荆周推开他 脸色更朗了 坐好 闭嘴 沈婉慈舔了舔唇 我要喝水 得寸进尺 自己喝 虽然这么说 但薄荆周还是忍耐着给他喂了水 怕他呛道 还分了好几次 直到他咒咒没开始抗议 他才收了手 安静了几分钟 沈婉慈突然冒出一句 我帮你追简为宁吧 薄荆周 他在想用什么能把他这张嘴给堵上 兄弟 你别这么好面子 沈婉慈圈住他的脖子将人拉近 苦口婆心地劝 这样是追不到女人的 你听我的 保管简为宁不出一个星期 就对你死心塌地 薄荆周看着他靠近的脸 像是想起了什么 记忆里也有过这样的一幕 不过 他自嘲地笑了一声 收回思绪 那你说 怎么追 首先 你去睡了他 前面红灯 姜叔差点没控制住自己 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踩 薄荆周抬毛 透过后视镜扫了他一眼 姜叔立刻正惊微作 目视前方 耳朵要是能自动搭拉下来 肯定已经自觉将耳道堵住了 沈婉慈还在一脸认真的分析 他肯定不同意 你就用强大 就剪为您那穷摇款的白莲花 表面清高的不行 实际上就是舍不得又放不下面子 明明可以直接用嘴巴说的 偏偏要拐弯抹角让别人自行领悟 领悟不到就是不爱他 这叫啥 脑子发育不完整 跟他结婚简直是拉低下一代的智商 但他现在肯定不能当着薄荆周的面吐槽他 然后他肯定哭哭唧唧 这时候你就对着他发誓 有多毒发多毒 不得好死 天打雷劈 下辈子不举 总之王残礼说 再然后你就送花送珠宝 送房送车 去他舞团门口送 怎么高调怎么来 总之他说不要就是要 说要也是要 让你滚就是让你马上抱住他瞧爱爱 各类奢侈品连续送一个星期 他保证对你死心塌地 至于后面会不会被踹 就不知道了 毕竟有前科 薄荆周注视着他透着烟红的娇媚脸蛋 眼底是会莫的复杂 你可真懂他 那你呢 要是哪个男人这么追你 你是不是就同意了 同一个鬼 隔夜饭都要呕出来 以为谁都像简维尼那么重口味 但为了让自己的说辞更具舒服性 沈婉慈毫不犹豫地点头 是 所以兄弟 你要加油 男人喝了一声 将他的手从自己身上拿开 兄弟是不会揽着对方脖子靠这么近的 沈婉慈 重点都抓不住 活该被甩 江叔是几十年的老司机了 开车很晚 车里的空调温度不冷不热恰好合适 熏得人昏昏欲睡 沈婉慈的脑袋很快被酒一完全侵蚀 靠着椅背睡着了 一日 沈婉慈猛地从睡梦中睁开眼睛 盯着四周的装饰看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自己在欲听别院主卧的床上 宿醉的后遗症在下一秒也紧随而至 虽 头好痛 他拧着眉 扔着太阳穴柔了柔 才从床上爬起来 自己怎么会在这里 他的记忆只停留在昨晚和秦月之喝酒上 后来怎么离开包间的 又是怎么回来这里的 完全不记得了 沈婉慈低头看了眼自己 身上的衣服还是昨晚那一套 睡了一晚 皱巴巴地成了一团 察觉到有人在看他 沈婉慈顺着那个方向瞧去 正对上宝金周的视线 以及被他握在手里的 他的手机 沈婉慈迅速从床上起来 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 趁着脚快步朝着宝金周走过去 批手将手机夺过来 你这人有没有点素质 居然偷看别人手机 宝金周在沈婉慈伸手过来的时候 就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他没动 由着他将手机抢过去 沈婉慈看了眼屏幕 还处在未解锁的状态 微星和未接来电的提示也还在 薄金周没看 那他一直盯着自己的屏幕 是怎么回事 沈婉慈一边戳着手机 一边不太高兴地问 你怎么在这里 你把我的床占了 我不在这里在哪里 还是说 你很失望我没和你一起睡 薄金周大概是一夜没合眼 眼底有清晰的红血丝 外套被他随手扔在一边 只穿了单薄的衬衫和西裤 领口的扣子解开几颗 整个人显出几分平日里 不常见的慵懒和随性 沈婉慈不可置信地抬眸看他 你是怎么做到端着一张斯文俊逸的脸 说出这么无耻的话的 他是这个意思吗 他是问他为什么不滚到别的房间去睡 非要在沙发上跟个幽灵一样坐一晚 鬼知道他有没有趁着他睡着了 盯着他的脸一想些什么 忍不住想了想 这场景怪圣人的 我金周没理会他的嘲讽 你的屏幕背景是怎么回事 沈婉慈 他的屏幕背景是一幅手绘的卡通人物画 如果当时这样也就算了 问题是那卡通人跟宝金周 平时的装束时诚实的像 还没有头 旁边空白处还写着 头给你打掉 宝金周接着问 你很想把我的头打掉 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有多招人厌 他点开微信 见董明衡给他发了个地址 以及一条消息 你看够不够 不够我再想想办法 沈婉慈收起手机 转而拉开衣帽间的门 他从这里搬出去已经好几个月了 而宝金周也说过 会让佣人把他的东西都扔了 所以他原本也没抱什么 希望能找到换洗的衣服 只不过身上这套着实太皱了 还一股子浓郁的酒味 他才试试看的拉开了门 想着能找到件T恤也行 没想到他的衣服 居然还整整齐齐地挂在原处 根据他的习惯 从短到长 连搭配的装饰物 都用密封袋装好挂在上面 把这些都扔了吗 但这种明显会把气氛 引向暧昧的问题 沈婉慈只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没问出来 他拿着衣服去了浴室 洗面奶 牙膏 牙刷 漱口碑 所有他的东西都在 洗漱完 换好衣服 沈婉慈就禁止离开了 他想过薄金周可能会拦他 连应对的台词都想好了 但男人见他出来 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 把被你弄脏的床单带走 沈婉慈冷吃 以后他再也不说 简为凝视白莲花了 能把薄金周遮妖念收了 妥妥地救苦救难活菩萨 他咬着牙 怒气冲冲地将床上 价值不菲的床单被子裹起 连带着枕头一起 拖拽着往外走 好不容易把这些 扔到了楼下的垃圾头 沈婉慈也折腾出了一身的汗 他打车去了 董明恒说的那个地址 是夹杂货铺 说明来意后 对方给了他一个优盘 回到家 把优盘插上 里面有五个视频 虽然知道沈玄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他没想到 他居然会为了拿下合同 用仙人跳这种下作的方式 设计别人 还不单单只是一两次 挑窃他人作品 软硬兼实地封了对方的口 仗势欺人更是常规操作 沈婉慈给董明恒赚了一笔钱 下一步 就是等契机了 本来他可以把这些视频 直接打包发给记者 然后再买热搜炒热度 但这样的话 容易曝光自己 热度也不容易持久 毕竟沈玄不是什么公众人物 民众对商场上的事 关注度还是不够高 他背后又有个融会 只是没想到 契机还没找到 沈玄就先一步出事了 他和一个拥有几十万粉丝的 小网红在某餐厅 因为位置的事吵起来了 两个都不是好脾气的人 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了 沈玄身边还跟着几个凶神恶煞 一看就不是正经人的男人 那网红被打得鼻子上的假体 都出来了 满脸是血的干好 同餐厅的人拍了视频 发到网上 很快就火了 再加上粉丝为自家政主 发声讨公道 闹出的动静不小 一瞬间 沈玄就被做成了表情 包满互联网乱传 沈婉慈给董明恒发消息 让他看着时间点 把之前调查到的 那些视频发出去 这是董明恒的老本行 他最是知道什么时候发 能更有效地激起民愤 如果说刚开始 沈玄还能撤热搜 请水军在网上洗地 偶尔出来卖个惨 那么董明恒的那些视频 发出去 他就彻底控制不住舆论了 一说冒头卖惨 就连住的地方和电话号码 都被网友扒出来了 沈婉慈看着网上 被人肉出来的个人信息 想到了曾经的自己 那时候的他也被骂得很惨 没地方住 就全缩在公园阴暗的角落 即便全副武装 但还是怕被人认出来 网上除了铺天盖地的 冷潮热讽 还有编造出来的黄窑 以及丧心病狂的高利贷 想想 还真是惨得跟条流浪狗一样 而沈玄作为罪魁祸首 正不知道在哪里吃香的喝辣的 沈婉慈正想的入神 被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惊醒 他扭头去看桌上的手机 发现是沈玄打来的 他没接 那头就一直打 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 像是跟他耗上了 沈婉慈被炒烦了 拿过手机正准备关机 沈玄的信息就进来了 沈婉慈 你要是不接 我就去你住的地方读你 要查个人的住址 对我而言还是轻而易举的 光凭文字都能深刻感受到 沈玄此刻的怒意 不过这人还真是死性不改 都沦落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了 还是这样一副趾高气扬的态度 沈婉慈勾唇 你要这么说 我还真就不接了 他关了机 洗漱准备睡觉 但他刚收拾好躺在床上 就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 敲门声很急促 声音震耳欲聋 别说这一层的住户 估计上下三层都被惊动了 沈婉慈翻身从床上起来 几步走到门边 猛地拉开房门 只见门外的人 沈玄裹得像个粽子一样 别说是沈婉慈 估计就是他亲妈 看见了也认不出来 找我什么事 他刚才还在疑惑 沈玄是怎么进来的 和薄荆周那张 时常出现在电视上 辨识度极高的脸不同 沈玄现在的造型 说他是同级犯 都没人会怀疑 现在看到他套在外面的 保洁员工作服 算是明白了 还真是低估了他 姐 你让姐夫帮帮我吧 那些人真的太过分了 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 拼得乱七八糟的视频 发到网上 他试图冲破 沈婉慈的防线网里挤 但是了几次都没能成功 只好作罢 沈婉慈等他说完 才慢悠悠的接口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沈玄 就我们两人的关系 不互相落井下石戳刀子 就已经很圣母了 你还指望我把你捞出来 当初你坑我 看着我过得那么惨的时候 很爽吧 不知道沈玄是聪明 还是抓不住重点 他思索了几秒 咬着牙道 那些视频是你曝光出去的 沈婉慈挑眉 没恩 你说啊 到底是不是你 肯定是你 除了你 没人这么恨我 哼 沈婉慈吃笑 你对你自己的人缘 可真是自信啊 别的不说 就是视频里那些 被他欺负过的人 估计都恨不得 当场弄死他吧 你这个贱人 沈玄张牙舞爪地 朝着他扑过去 沈婉慈眼急手快 抬手就将门关上了 沈玄直接撞在了防盗门上 原本要挠在 沈婉慈脸上的指甲 也挠在了门上 由于太过用力 指甲都劈差了 沈婉慈 你要再敢弄出半点声音 我就叫整栋楼的人 都出来围观 这两天最火的网红 沈玄忙跟做贼事地 按住脸上的口罩和帽子 左右瞧了瞧 见没人开门出来 他只能忍下这口气 沈婉慈 算你哈 博士这几天的气氛 很是紧绷 每个人都目着一张脸 说话做事都不敢大声 因为 宝总心情不好 这几天进去 他办公室汇报工作的 无一例外 都是连滚带爬 满脸冷汗的出来的 他也不骂你 就只是冷着 眉眼轻飘飘地看着你 姨父你是个废物嘛 这么简单的 是都做不好的模样 光是气场 就能压得人喘不过气 陈许拿着重新表好的话 站在门口 深吸了一口气 才抬手敲门 在他身侧的 还有简为宁 他今天来 是拿合同 来给伯金周签的 上次他只是口头 同意了要赞助 但相关合约还没亲属 他没想到会这么巧 一来就正好看到 陈许拿着表好的话 要送进去 简为宁看着他手里的话 在没人看到的地方 面色一片冰冷 陈许 简小姐 您先在门外等一下 我进去通报一声 简为宁汉手 好的 那就麻烦陈助理了 陈许推门进去 薄金周正在处理文件 眉头猝起 唇角下沉 一看便是又不合心意 将话小心翼翼地 放在办公桌上 宝总 话表好了 您看要帮您挂起来嘛 他是真没想到 宝总竟然这么看重 周福可以直接挂门上 辟邪的话 居然还找了最好的 表画师重新表 不用 薄金周将话放进抽屉 外面是谁 简小姐 拿赞助合同来给您签 这种小事 下面的人就可以处理 但因为简为宁身份特殊 他不敢私自做主 薄金周末了几秒 让他进来 简为宁进去后 直接将合同放到桌上 公事公办得到 宝总 您看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 陶青已找的人告诉他 对男人不能像狗皮高腰一样馋 得保持距离 但又不能长时间不出现 适当时候还要示弱 又不能是对他有企图的示弱 尤其是像薄金周这种不缺女人的 更是不能表现出如狼似虎的样子 简为宁正想着该用什么方式示弱 才不会显得自己太廉价 又能让对方心疼就听薄金周开口道 沈婉慈说我和你自导自演 联合起来整他 是怎么回事 简为宁从小练跳舞 形体非常完全 听到这话 不由自主地将被挤挺得更直了些 这话 你不应该去问婉慈吗 毕竟是他说的 他应该更清楚其中的含义 他不确定沈婉慈 有没有跟薄金周提过这事 如果提了 具体说了多少 所以将事情推开 是最好的 薄金周抬眼看着他 半点没有寻常时的温雅 如锋芒一样的眼神 看得见维宁必无可避 从近来起 他脑子里就紧绷得闲嗡的一声 那些讨清以耳提面命的话 瞬间被他抛到了脑后 所以你现在是在为了他质问我 你觉得 我会做那种害人的事 我没有质问你 只是在问你 如果你不想说 他皱了皱眉 淡淡的道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三年 不太好查 但也不至于全无线索 简维宁的眼眸因为他那短暂的沉默而亮起的光 在听到他后半句话后彻底熄灭 如果我说我没有 你会信吗 不 你不会信 你还是会去查 你之所以现在问我 只是为了斩断我的后路 他自嘲地勾纯 你了解我的性格 知道我清高自傲 所以如果查出来的结果和我的说辞不同 也不屑推翻今天的话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他等着薄金周说话 但男人只是翻开他拿来的那份文件 扫了眼上面的条款 确定没什么问题后才在摸尾签下了名字 简维宁看他这般严谨的态度 忍不住出言讽刺 怎么 怕我坑你 薄金周 后面的事和投资部经理接洽就行了 等会儿我让陈徐把名片给你 这意思是 不要再找他了 到底是有多厌烦 才连这点联系都要斩断 简维宁声音微弱 几乎是在呢喃 薄金周 你喜欢过我吗 曾经 现在 薄金周的注意力落到文件上 文言淡淡回道 阿宁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简维宁眼眶通红 唇半被咬的发白 直拗道 我曾经做了你两年的女朋友 总该有知道的权利吧 当年和我交往期间 我男朋友心里的那个人 是不是我 这个问题 他之前从来没问过 他们两人会在一起 完全是个乌龙 那时候因为半中秋晚会 两人经常会一起讨论 次数多了就传出他们在交往的消息 后来有人起哄 问他们是不是真在一起了 我金周没有硬 大概是他天之骄子的煎熬 让他不屑对这种莫序的事 特意做出解释 但在别人看来 梅音就是默认 于是 简维宁就这样顺理成章的 成了他的女朋友 薄金周抬头 目光看向简维宁 与他极具起伏的状态不同 男人的语调波澜不惊 我 不用说了 简维宁打断他的话 自嘲地笑了笑 却比哭更难看 他退后两步 我怎么会问这么蠢的问题 一个两年连我的手都没牵过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喜欢我 不过这也不能怪你 毕竟你早跟我说过 让我如果遇到喜欢的人 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大概是真的不想 从薄金周嘴里听到什么伤人的话 简维宁在说完后就转头离开了 连桌上的文件都没顾得上拿 薄金周闭眼 抬手拈了拈眉心 几秒过后才疲惫地睁开眼 按下内线电话 陈许 把文件给阿宁送下去 等陈许拿着东西出去后 他拉开办公桌最上面的一个抽屉 里面放着一块腕表 金属后盖上刻着某奢侈品牌的logo 但却不是他们公司推出的任何一款 这是一款定制的腕表 和他之前在聂玉城的街封宴上 送给他的那款一模一样 只是这块明显有些旧了 手机响的时候 神碗瓷正握着镊子 将一块拇指大小的瓷剂碎片 小心翼翼地粘回他的本体 他影响到手上的火 手机开的是静音 屏幕亮的时候他扭头看了一眼 是徐老打来的 他之前给他打过几通电话 都说的是让他回工作室上班的事 神碗瓷放下镊子 又是毛巾擦了擦手才接起来 徐老 晚晚啊 等会儿有没有空 出来一起吃个饭 徐老的年纪和他外公的年纪差不多 神碗瓷不忍心搏对方的面子 便硬下了 那好 等会儿我定了地方后告诉你 对方是长辈 这么空着手去不礼貌 而且他在京元这段时间 徐老对他很是照顾 神碗瓷收拾了一下 便出发准备去商场买些礼品 刚打开门 事先便和朝着这边走过来的 聂玉成对上 男人眼底闪现过一丝亚裔 随即调侃道 这是知道我要来 准备开门迎接我 神碗瓷知道他是在说笑 并没有当真 你怎么来了 聂玉成 我正好路过楼下 便想着上来看你住的习不习惯 门口的保安跟我说 昨晚有人来找你麻烦 他没说自己之前 特意托了保安 多留意这户几分 昨晚见有人来找他麻烦 保安就给他打过电话了 只不过他当时在外地 赶不回来 神碗瓷往边上让出一步 已经解决了 要进来坐坐马 聂玉成看了眼 他脚上穿着的高跟鞋 要出去 A 晚上要和一位长辈出去吃饭 正打算去商场 给对方挑个礼物 这附近里的不远 就有家大型的购物中心 各个年龄的东西都有的卖 我下午正好没事 送你过去 聂玉成口中的那个大型购物中心 神碗瓷还真不知道 他虽然搬来这里有段时间了 但他宅 最远也就去过后面那条美时间 好 那就麻烦你了 几年没见 倒是越发客气了 以前两家没少往来 当时你还翻墙 爬我家院子里偷摘果子 那时候可没见你不好意思 神碗瓷尴尬地笑了笑 那时候笑 不懂事 那时候母亲还在 她是父母掌心里的小公主 被宠得有些顽劣 见聂玉成家的梨树 接了果子 掉了一地也没人债 就爬上去摘了两颗 哪想到就这一次 就被在院子里 背书的聂玉成 逮了个正着 他吓了一跳 一颗梨子从手里掉落 正好砸在他的脑袋上 现在想想 真是丢脸 聂玉成不知道想到什么 眼底的光有几分怅然 现在想起来 那时候才是最好的 沈婉慈以为他是在感慨 人长大了烦恼也比少年时多 笑着宽慰道 人总是要长大 要经历万千事件的 聂玉成看向他 我二笑了笑 你这样 我总觉得像是看到了以前选修课上的哲学老师 沈婉慈 他转移了话题 你和荆州的事 解决好了吗 一提起这个 沈婉慈就是满肚子的怨气 上次官司输了 下次得等三个月后才能再次提起申诉 而且照上次近乎碾压的形式来看 他就是在提起一百次 结果也不会有变动 他的心情肉眼可见的变得沮丧起来 没有 估计这辈子都解决不好了 你有认识的比霍廷东更厉害的律师吗 聂玉成虽然知道荆州和婉慈在闹离婚 但并没有特意去关注 也就几人聚会时偶尔听到几句 没想到已经闹到要对不公堂的地步了 他摇头 没有 至少这些年 没听说正法界有和霍廷东并驾齐去的律师 你如果想从法律上在他手下讨到好 很难 还不如和荆州好好谈谈 即便要离婚 也好聚好散 沈婉慈的憋屈瞬间就像开了闸似的 小嘴巴拉巴拉不带庭 你怕是不了解薄荆州 就他那种油盐不尽 长耳朵只为用来装饰的人 要是能听得进去人话才怪 他就是故意拖着不离婚 典型的他不好 也不让别人好 聂玉成神色复杂地看着一份填膺的沈婉慈 一有所指 荆州不是那种会纠缠的人 沈婉慈没有再继续吐槽 而是丢给聂玉成一个你看 你就是不了解他的眼神 他叹了口气 在心里感慨了一句 人面受心的家伙果然最擅长骗人 看聂玉成这么坚定 他都不忍心戳破他给薄荆州上的滤镜 算了 人家是从小一起长大 出生入死的兄弟 他还是不要做那个挑拨离间的坏人了 现在是下午 车流量少 从公寓开车到商场 只用十分钟 对方送他过来 他也不好表现得太过现实 直接就将人打发走 人家又不是他请的司机 沈婉慈解开安全带 意思性地问了句 你要不要进去逛逛 顺便也帮我参考一下 这就是一句典型的客气话 甚至没用什么真心 拿小的聂玉成直接熄了火 好 两人从一楼一路逛到六楼 越过中间三层卖女性用品和儿童用品的 其他层都去了 没有找到合适的 以他和徐老的关系 不能太贵 会让对方有心理负担 也不能太便宜 不然显得太随意 更不能是衣服鞋子这类的私人用品 没亲近到那种程度 最后决定选一套重规重矩的书法用品 沈婉慈在京元带的这段时间 有幸见过徐老的书法 那绝对是大师级别的 笔锋利 总是有劲 每个字每一笔都是铁花银钩 他接过店员递来的礼盒 对念玉成道谢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 下次有空请你吃饭 选定这套东西 念玉成出力不少 沈婉慈没想到 他居然还对书法上的用品了解这么透彻 他还以为 现在会用这些东西的都是圈内人 或者年纪大的人 念玉成 一点小时而已 两人有说有笑地从店里出来 不远处 将这一幕进收眼底的江雅筑 急忙拉着身旁的人躲到柱子后面 生如故本来走得好好的 被他一拉 差点摔一跤 等稳住身形才问道 你这是干嘛呢 做贼啊 他和江雅筑是多年的老闺蜜了 不过这些年一直在国外 前两天才回来 今天才把时差倒过来 本来约了江雅筑在楼上喝咖啡 但上来时看到有卖美术用品的店 江雅筑说要去给儿媳妇挑一套 江雅筑 你看那两人怎么样 这一层人少 生如故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 并肩走在一起的男女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问 但还是诚实回答 挺不错的 男帅女量身形气质都很般配 看长相也都是好相处的 天生一对 以后生的孩子肯定很好看 圣如故最近刚抱了孙子 看到什么都要往孩子身上联想 他这些年在国外 只听说荆州结婚了 但没看到过他媳妇 也就没认出沈婉慈来 见江雅筑脸色不好 你干嘛呢 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 你现在不会跟年期严重到 开始妒忌人家小年轻谈恋爱吧 江雅筑朝他翻了个白眼 你说 是那个男人看着好 还是我家荆州看着好 圣如故觉得自己老友 着实病得有点严重 但对上江雅筑着着的目光 只好回到 他和荆州就不是一个类型的 这男的看着温润 心子好 荆州那孩子比较冷漠 气场也强势 但要乱模样 那都是一点一的好 江雅筑垂头丧气 温润好啊 哪个女人喜欢整天守着一团兵过日子 是我我也不会选抱荆州那混小子 朗旧不说了 还心思不专 成天跟那个简为宁不清不白的 再看看人家玉成 这么多年也没听说身边有女人 走得近的女性朋友都没有 圣如故只听到她在一旁喋喋不休 哥念经似的 还逛不逛街了 不逛了 我去找宝荆州那挨牵刀的混小子 让他问问玉成的生辰八字 到时候找大师先合一合 他哭丧着脸 万一哪天就用上了呢 看这情况 估计快了 可惜他这么好的儿媳妇啊 就要成别人的了 江雅筑从商场离开后 就直接去了博士 他很少来公司 陈许抬头看到他时 愣了愣才起身迎上去 太太 您怎么来了 宝荆州在办公室吗 在的 江雅筑点了点头 你忙吧 不用泡茶进来了 陈许原本还想跟上去 提前给博总报个信 太太脸色看起来像是要宰人 但刚走两步就被江雅筑 一记冷眼给定在原地 江雅筑推开薄荆州的办公室门 看见自己那不争气的儿子 正埋着头在看文件 顿时期不打一处来 你赚这么多钱 是打算以后进养老院 高价找个不虐待你的护工吗 人家玉成一个没谈过恋爱的 都知道陪人逛街 他倒好 满脑子都是工作 薄荆州完全不知道他妈 这是又被谁给惹到了 但看他气成这样 多半是他爸惹的 无奈地起身 妈 您怎么来了 他伸手要扶他 但江雅筑完全不吃这一套 哼了一声转身坐到沙发上 你多久没陪婉慈逛街了 薄荆州沉默 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 他没陪沈婉慈逛过街 婚前婚后都没有 但这是要是被江雅筑知道了 估计要气地上手抽他 毕竟是自己亲生的 见他不说话 江雅筑哪里还不知道 这么一比较 他儿子给人家玉成提携都不配 玉成的生辰八字 你知道吗 虽然现在不迷信了 但生辰八字这东西还是比较特殊的 除了办出生证 也只有某些特定的时候能派上用场 比如和八字 结合江雅筑进门时 看他那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到他现在说的话 深入联想后 伯金周的目光顿时变得有点清朗 你问这个干什么 给玉成和婉慈先和一和 就算你们离了 他也算是我半个女儿 这种事虽然不可全信 但也不能不信 伯金周的情绪有些烦躁 顺手拿起茶几上的烟和打火机 刚准备点又想到江雅筑身体不好 便又放回去 妈 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 要不然 怎么会突然要给那两人和八字 江雅筑看了眼 情绪明显变得不太好的薄金周 就算是听说了什么 跟你有关系嘛 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 不知道就打电话去问 婆婆妈妈的 自结婚后 我金周志也不是第一次被他妈嫌弃了 有些无奈地捏着眉心道 我们还没离婚呢 而且您觉得 聂家会允许玉成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怎么不允许 他们要觉得婉慈配不上他们家 那是他们眼瞎 话虽如此 但江雅筑却清楚 这是的确有些难度 聂家也不是小门小户 圈子里想要嫁给玉成的千金小姐能排长队呢 婉慈就算有他撑腰 但毕竟和金周有过一段 看来 还得找机会探探聂家的口风 要是真没戏 他再劝劝婉慈 大不了换一个 但这事得等荣轩从严成分公司回来后去 他和念夫人性格对不上 不怎么熟 薄金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是见江雅筑没再在这世上纠缠 以为他终于想明白了 妈 你怎么突然想到要撮合沈婉慈和玉成了 人家俩人都一起甜甜蜜蜜地逛街了 哪还用我撮合 江雅筑没好气地说完 丢给他一个你怎么这么废物 连老婆都留不住的眼神 就拎着包走了 五分钟后 薄金周吩咐进来拿文件的陈许 去查查沈婉慈现在在哪 陈许现在一听到沈婉慈的名字 就条件反射得浑身绷紧 好在他早有准备 刚刚就派人去查了 少妇人在小楼和惊人的徐老一起吃饭 要不怎么说下属都是看老板脸色办事呢 之前宝金周不待见沈婉慈 陈许虽然对他还算恭敬 但一直都称呼他沈小姐 沈助理 最近这段时间察觉到薄金周的态度有变 称呼立刻变成了少妇人 小楼是家中餐馆 装修的古塑古香 亭台楼阁 飞檐峭壁 青瓦红柱 沈婉慈提前了十分钟到 被服务声领着进了预定的包间 才发现徐老已经来了 正在喝茶 徐老 抱歉 我来晚了 徐老摆了白手 是我早到了 我就爱他们家的茶 特意提前来让他们给我泡了一周 沈婉慈将带来的礼品奉上 徐老 这段时间在京元 劳您费心了 一点小心意 不成敬意 徐老没有推辞 我倒是想费心 但你太让人省心了 我是想费也费不了啊 要是礼白能有你一半省心 我就心满意足了 沈婉慈客气了两句 寒暄完 徐老才面色严肃地说起了正题 我之前打过好几次电话 邀请你重新回京元 但你都拒绝了 所以我今天亲自来了 沈婉慈 徐老 徐老抬手 阻止了他的话 你先听我说完 我知道京元这次的处理方式 让你寒心了 但我不是为了京元来的 是为了纳成千上万 想要重建天日的文物来的 只有修复了他们 才能让历史更加鲜明 也才能让人更直观地了解曾经 你知道的 我们这一行人财本就稀缺 好多文物挖掘出来 因为没有人修复 只能常年累月地放置在仓库里 他的视线落在沈婉慈身上 但又好像是透过他 看向了另一个人 说来 你和曾经在圈内 明镇一时的如轩 还真有点像 不仅修复文物时的手法像 连模样都生得有些像 再次从徐老口中 听到母亲的一名 沈婉慈还是不能从容以待 徐老您 认识如轩 这个问题他上次就想问 但忍住了 他妈妈死因存疑 这些年他和外公都在私下调查 但只大概查出可能是圈子里的人做的 至于原因 好像是因为衣服他正在修复的话 据说那幅话不详 凡事接触的人都会惨遭横死 但沈婉慈不信 话还能曾经害人不成 他进这个圈子 除了自身爱好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想要找出知道当年隐情的人 徐老如轩之前也在京元工作 是我老师破格收的关门弟子 算起来我和他还是师兄妹呢 当时我们一群四十多岁的人突然被个二十岁的小姑娘碾压的连渣都不剩 简直老脸都丢干净了 不过他后来为了个男人 退出了这个圈子 他咬牙切齿道 可惜了这么好的苗子 要是让我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我非打断他的狗腿 不过要是对他好 那就算了 沈婉慈低着头 声音有些低落 那您现在还和他有联系吗 十年前就断了联系了 他妈妈就是在十年前死的 那段联系之前 他有跟您说过什么吗 徐老察觉出他不对劲 你认识如轩 沈婉慈张了张嘴 有一瞬间想要将事情都说出来 相比自己 徐老在圈内的人脉更广 和他妈妈即使同事 又是师兄妹关系 肯定知道更多 他和外公不知道的事 但到最后还是忍住了 没有 就是对那位能得您 这般夸赞的前辈有些好奇 当年的是扑朔迷离 他现在不能确定 徐老是不是真的 与他妈妈的死无关 暂时还不能说 徐老 我答应你回京园 从小楼出来 沈婉慈才发现外面下雨了 绵绵细雨 将天地阴阴成了朦胧的一片 带着湿气的朗峰从衣领 袖口 裤管处灌进去 动得人浑身一击领 他是坐念玉成的车来的 这话儿得打车回去 徐老撑着从餐厅借来的伞 婉婉 你开车了吗 要是没有 我送你一程 沈婉慈摇头拒绝 不用了 哦 他的手往街上一指 想说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但话还没说完 伸出去的手就被人给握住了 从手掌的大小来判断 是个男人 对方握住他的手 滚烫的掌心贴合着 他被冻的冰囊的肌肤 紧接着 一把黑色的大伞遮住他的头顶 挡住了那些细密的雨丝 徐老 就不麻烦您了 他说话时 沈婉慈正好扭头看到了他的脸 薄金周不知道从哪儿 找来了一副眼镜戴着 镜片正好遮住了 他眼底凌厉的冷光 也柔糊了他五官锋利的线条 连带着唇角的微笑 都特别温润柔和 装得跟个斯文败类似的 是长辈最喜欢的君子端方 温凉如玉的气质 沈婉慈咬着牙 无声地冲他道 薄金周 你想干嘛 徐老敏锐地察觉到 两人间的气氛不太对劲 婉婉 这位使 被喊到的沈婉慈回头 刚要说话 便听身后的薄金周道 我是婉婉的丈夫 下雨了 来接他 说着还将人往华里拉了拉 是啊 她是我丈夫 沈婉慈脸上的表情都僵了 吃着牙生硬的道 她脸皮有点厚 徐老您别介意 徐老被她的话逗笑了 你可别嫌烦 她这是关心你 这地方可不好找 这一条街都是这种 古色古香的建筑 她选的这家店 又不是什么很有名的地 位置也不占优势 就算找过来也不容易 看婉婉的样子 也是没想到 对方会出现在这里 那便是没发过定位的了 光凭这份心 就能看出对方 肯定很在意她 沈婉慈只能点头称实 送走了徐老 她当场给薄荆周 表演了个穿剧变脸 你怎么会在这里 她可不信是什么巧合 这要这么有缘 俩人也不会闹到 非离不可的地步了 陈许说你在这里吃饭 你让人跟踪我 这里离博士的办公大楼 可以说得上市十万八千里 今天又是工作日 要不是薄荆周吩咐的 陈许怎么可能知道 自己在这里吃饭 我荆周没有反驳 拉着她上了车 神碗词挑眉 计较地问道 所以你来 不会真是为了送我回去的吧 她没有闹着要下车 一是手背包荆周牵着 她刚刚试过 正不开 二是她不想 这种天气淋着雨去打车 又不是苦情聚女主 就为了彰显出 自己很有骨气 非要折腾的灰头土脸 有送上门来的车 不坐白不坐 而且这车还有一半是她的 我荆周 不是 神碗词惊讶地 睁大眼睛看向她 承认得这么爽快 果真是左脸搭右脸 不要脸和后脸皮都沾起了 薄荆周吩咐江叔 去商场 这么晚了 去商场干嘛 神碗词皱眉 逛街 你是不是有 被 不是要离婚吗 薄荆周看着她 私下协商我不同意 对不公堂你也争不过 不如想想怎么把我哄高兴 我心情好了 说不定就同意离了 神碗词 这话 成功打在了她的七寸上 让她完全没法拒绝 薄荆周一看她这表情 就知道她同意了 她勾纯 眼底有点点的效益弥漫开 但很快 这份效益就被自嘲所取代了 因为薄荆周没具体说要去哪个商场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江树就直接开去了一个 24小时营业的大型商业中心 除了商场 还有小吃街 夜市 卖什么的都有 总之很适合 情侣约会 车门一打开 各类喧嚣的声音就争先恐后地涌进了车里 神碗词下车后就站到了一旁 等薄荆周先走 逛街是他提出来的 他也不知道他具体要买些什么 神碗词本来想的是他走前面 他在后面跟着 虽然穿的是高跟鞋 但男人骨子里对逛街这种事就不太 别说他的鞋跟才5厘米 就是10厘米 他也能硬刚下来 薄荆周往前走了两步 扭头却见神碗词还站在原地不动 伸手就过来牵他的手 将人拽到了身侧 我如果要带下属逛街 秘书部随便找一个就行 还用得着绕这么大一圈来接你 神碗词刚要对回去 但想到如今的近况 自己属于弱势群体 便又端起了笑脸 加着声音道 好嘞 大爷您 小的扶着您 薄荆周冷冷地扫过他唇边假的 不能再假的微笑 你跟 闭嘴 不准笑 他原本想问他和聂玉成逛街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副模样 但想想还是将化烟回去了 神碗词收起笑容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薄荆周 还好 心情更烦了 商场一楼是卖护肤品 鞋子 甜品的 神碗词被他牵着 漫步目的地逛完了一整圈 然后乘电梯上二楼 中途踏实过将自己的手 从他的掌心中抽出来 但没成功 他本来以为薄荆周会直接上去 毕竟二楼是卖内衣和女装的 结果并没有 神碗词看着两边琳琅满目的内衣 以及混杂在其中的情趣款 凑过去压着声音问 你是不是有某些不为人知的癖好 要不然逛什么卖内衣的楼层 薄荆周目不斜事 我要说有 你去是给我看 神碗词缩回脑袋 当暗纯 这个商场分南北两边 一层超级大 一二三楼保金周都没进店 但四楼是男装 他依旧没有进店的打算 全程就带着他顺着走廊再走 与其说是在逛街 不如说是带着他在视察工作 但神碗词记得 这个商场并不是博士名下的产业 说什么逛街 这个男人根本就是在故意折磨他 神碗词指着某家店模特儿身上的衣服 那套衣服挺好看的 你要不要去试试 现在已经上春款了 摆在橱窗里打样的衣服大都比较 得浮夸 薄金周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是套西装 绿色的 还绣花 他看向神碗词 对方勾着唇 天头对着他笑 男人的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 嗯 神碗词只是想寻家店坐着休息一下 他的脚后跟都磨破皮了 让他去试那件绿西装 也只是想着被拒绝后 他再挑一件低调的 到时候薄金周肯定就不好意思再拒绝了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爽快的就同意了 神碗词赶忙拉着他进店 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 指着那件衣服对导购道 给他拿个合适的筹码 薄金周近视一间时 对后在一旁的导购低声说了句什么 对方点了点头 离开了 男人换衣服很快 几分钟后便从里面出来了 不得不说 身材好样貌家的男人 穿什么都是好看的 哪怕是这件几乎无人能驾驭的绿色绣花西装 刚才跑走的那个导购也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手里还拿着个鞋盒 他静止朝着沈婉慈走过去 中途经过薄金周深测时 盒子被他接了过去 麻烦了 薄金周走到沙发前 半蹲下来 一只手打开盒盖 一只手去握沈婉慈的脚踝 沈婉慈原本还有些回不过神 直到看到盒子里的平底鞋 才反映过来薄金周要做什么 就这短短零点几秒的时间 他的脚踝已经被男人给握住 薄金周的手掌温度偏高 隔着一层布料也能感受得到 沈婉慈十分不习惯地抽了抽脚 压低声音 我自这种在偶像剧里 能让人磕到去外太空找嘴角的场景 放在现实生活中 只让他觉得尴尬 尤其是旁边 他恨不得当场给他抠出栋别墅出来 而且看他们羡慕妒忌的眼神 心里肯定觉得这一幕超甜 沈婉慈不承认这是自己的问题 一定是人不对 是宝金周人品有问题 不配这样浪漫的场景 所以才让他觉得出息 男人半垂着眸 从沈婉慈的角度 能看到他线长浓密的睫毛 以及鼻梁和下颌的线条 感受到他的抗拒 他手上的力道加重了几分 眉峰微醋 薄唇明起不悦的弧度 别动 鞋子轻易被脱下来 沈婉慈皮肤白嫩 没了遮挡 脚后跟和脚滑处的磨伤 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破皮的地方渗出血丝 周围的肌肤也红了一大片 按照偶像剧里的流程 这时候薄金周应该一脸心疼地 盯着他的伤口不知所措 但现实中 狗男人一脸冷笑地出声讽刺 沈婉慈 蠢成你这样 是怎么长这么大的 疼不知道之一声 我又不是耗子 知什么知 你能你知一声给我听听 沈婉慈将脚从男人的掌心 用力抽回来 他想过了 要是他还握着不放 他就一脚将他踹出去 但也不知道是他进大 还是他松了手 很轻易地就挣脱出来 导购买的是双运动鞋 还非常懂得配了双棉袜 就是回去脱的时候会有点遭罪 袜子和伤口会粘在一起 沈婉慈正要穿 薄金周却按住他的手 问一旁的导购 有窗壳贴吗 正科堂科的忍不住 一母校的两人立马挺直背脊 说着有的 就转身去柜台抽屉拿窗壳贴 沈婉慈本想自己来 单窗壳贴被薄金周接过去 看他熟练地撕开外包装 给他粘在伤口上 心里莫名生出了点复杂的情绪 这都知道 平时没少做功课吧 他身边走得近的女人除了他 也就只有一个简为宁 想也知道是谁给他传授的这些知识 沈婉慈敢保证 他真的就是有感而发地说了一句而已 没有讽刺的意思 薄金周顺手给他穿上袜子 动作谈不上精细 但凡你能了解点产品知识 也不会在这里阴阳怪起 沈婉慈 薄金周将身上那套沈婉慈 故意整他的绿色绣花西服换下来 重新选了套平时穿的款买单 又从钱包里抽出几张现金 递给那名帮他买鞋的导购 算是小费 沈婉慈正要起身 薄金周已经十分自然地弯下腰 将他打横抱了起来 只打电梯就在旁边 男人一路将他抱到副一楼 打电话将位置抱给江叔 让他开车过来接 等待的过程中 薄金周突然开口 没有 沈婉慈满头问号 什么没有 没有给别人贴过窗壳贴 也没有给人买过鞋 沈婉慈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薄金周将他送到公寓楼下 看着他进去后就离开了 一日 沈玄被赶出荣惠的新闻出来后 没多久就上了热搜前三 按理说他这种素人 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但前段时间的黑亮闹得太过沸沸扬扬 荣惠如今断臂求生 自然要有多大搞多大 让所有人都知道 沈玄和荣惠已经没有关系了 视频里 沈玄是被保安赶出荣惠大楼的 东西扔了一地 像是一条狼狈的落水狗 再也没有之前止高气扬的气势 沈婉慈只看了一眼 就不感兴趣地退出了新闻页面 他不怕沈玄来找麻烦 经过上次的事 楼下保安放不放人进来先不说 就论单打独斗 自己单手就能把他按在地上摩擦 这都亏了以前连手的机会多 熟能生巧 脚上昨天磨破的地方还在疼 沈婉慈今天不准备出门 手上的那个瓷瓶快修复好了 他打算这两天抓紧点 完工后就重新回晶园上班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下午五点多 他接到沈真安打来的电话 从听筒里传出来的声音 十分慈祥和蔼 婉慈 爸爸回国了 晚上一起吃个饭 沈婉慈不用猜 都知道他是为了什么 才突然回的国 回国之前没跟他说 回国后请吃饭倒是积极 你们吃吧 我没空 沈真安忙到连跟爸爸 见一面的时间都没有 这指责的语气 沈婉慈心里烦躁 虽然在后妈进门后 没多久她就暴露了 渣爹的前置 但她并不是没想受过负爱 妈妈在世时 她所有的负爱都是给她的 即便这么多年了 每次她用这样的语气 和她说话 她还是会觉得失望和难受 她硬道 嗯 沈真安估计是被气狠了 足足有好几秒钟没有吭声 那你忙吧 我和荆州谈也是一样的 沈婉慈原本准备挂电话 文言皱眉 你还叫了薄荆州 瞧你说的 荆州是我女婿 我回国当然要叫她一起吃个饭 沈婉慈咬牙 地址给我 她不担心薄荆州会在沈真安手底下吃亏 千年的狐狸遇上万年的龟 谁也不简单 她担心的是两个人联手给她挖坑 沈真安现在想捞钱就沈玄 薄荆州如果给了 肯定会把这笔账算到她头上 到时候又给她一个理由死拖着她 离婚官司就更别想赢 知道地址后 沈婉慈匆匆赶了过去 刚被服务声领到包间门口 就听到沈真安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婉慈和小玄关系向来亲近 如今要是知道她从小捧在手心里 宠着长大的妹妹被人这样欺负 肯定要难过死了 沈婉慈本来还想见识一下 沈真安的脸皮能厚到什么程度 这么经不起推敲的话都能信口念来 服务里面的三个人几乎是同时扭头看向她 沈婉慈微笑地走进去 在薄荆州身侧坐下 她倒是想坐别的地方 但包间里只有这一个空着的位置 她问道 在聊什么 我荆州薄纯微扬 聊你和你妹妹感情深厚 从小就宠她 沈婉慈的家庭情况她知道的一清二楚 大到她母亲什么时候过世 后妈什么时候进门 小到沈真安什么时候为了沈玄罚她 她哪年哪月那日没去上课都是无惧系 沈婉慈抬头 见沈真安正一脸紧张地盯着她 看样子都巴不得能直接替她回答 嗯 感情是挺深厚的 毕竟这么多年了 她还好手好脚地活着 她诞生说道 沈真安的面部线条 因为她前半句都稍稍放松下来 随着后半句一出口 又绷得跟个大鼓似的 你这孩子 在荆州面前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也不怕让人笑话 她是我丈夫 那跟我们就是一家人 既然是一家人 还这么见外 连说话都得掂量着 沈婉慈现在心情失败 她当然知道沈真安安的什么心思 无非就是想走父慈女校 姐妹情深的戏码 想让保荆州看在一家人的份上 帮沈玄摆平麻烦 于是 想到自己接下来的话 她笑得越发传良无害 还是说 爸爸你根本没把荆州当一家人 而是把她当眼 所以才这样明立安立的供者 你给我闭嘴 沈真安怒不可遏 一双眼睛瞪得要鼓出来似的 搁在桌上的手无指紧握 应用力 整条手臂都在不受控制的抖动 沈玄急忙拍着她的背给她顺气 一双眼睛红红的 又急又气又委屈 姐 你怎么能这样跟爸说话 就这点抗压能力 那你还坐这儿干嘛 沈婉慈说连起脸上浮于表面的笑 没有了那层伪装 那股不耐烦和冷漠 就无比清晰地露了出来 沈玄 你 在她说出更难听的话之前 沈真安及时按住她 知道利用亲情这一招来 让沈婉慈服软 是行不通的 便开门见山道 你妹妹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了 提个条件吧 让荆州出面帮她把这事解决了 那些追债的逼得很 再还不上钱 那些人就要把她给逼死了 她倒是想直接列过她找包荆州 但她清楚 别看她是沈婉慈的亲爸 如果她不开口 她就是三拜九寇围着京都绕十圈 这个男人也不会搭理半分 沈婉慈搁在膝盖上的手部 收空置得拳了拳 眼里有些恍然 连带着声音都是飘忽的 什么条件你都答应 沈震安咬咬牙 是 沈玄悲伤地流下了两行眼泪 爸 看着对面感人肺腑的场景 沈婉慈心里涌上来一股酸涩 却又忍不住扑吃一声笑了 别搞得这么煽情 生离死别事的 我没说要帮 她其实很想问问沈震安 你担心沈玄被那些追债的逼死 当初拿我身份证去接高利贷的时候 怎么没担心过我会不会被逼死 但是想想又觉得没有意义 如果她会担心 就不会做那样的事 更不会跑路的时候只待那两母女 沈婉慈 我不会吧 也没那能力吧 她扭头看向一旁从十字中都没说过话的薄金舟 你也不准吧 就算棒了 我也不会认 她养了养手机 给她看她刚才是录了音的 薄金舟被她的模样给逗笑了 明明难受 却非要做出一副溜青不认凶巴巴的表情来伪装自己 但只是弯了弯唇角又很快收敛 没人看到 饭是吃不了了 对着对面那两个凶神恶煞的恨不得生吞活泼她的人 沈婉慈完全没胃口 而她来这里的目的也达到了 正准备起身走人 却有人想朝着她的脸扇过来一个巴掌 是沈玄 不过看沈真安的表情 估计也想打她 不过到底是年纪大 懂得看场合 毕竟还有薄金舟这尊大佛还在 稍微有点血性的男人都不会允许有人当着她的面打自己的妻子 无关感情 纯属面子 所以沈玄的手还没触到她的脸就被人给扣住了 紧接着 就是一声女人惨痛的尖叫 沈玄清秀的五官因为疼痛而皱在一起 一边叫嚷着疼 一边用力想将手从薄金舟的前置中扯出来 随着她的拉扯挣扎 被扣住的那一只手腕肉眼可见的从红色变成了青色 在她用尽全力的瞬间 薄金舟骤然松手 沈玄直接连人带椅子一起摔在地上 沈真安急忙去扶她 沈玄咬着唇 眼眶边挂着眼泪 渲染玉气 一脸惊恐 男人冷冷地瞧着她 目光跟看似人似的 如果再有下一次 哪只手见 就留下哪只手 沈玄的身体恐惧地抖了抖 这哪里是绅士儒雅的豪蒙贵公子 根本就是土匪恶霸 薄金舟又将视线转向一旁的沈真安 虽然不太合法力 但当初给你的那笔钱是用来买断你和婉婉关系的 既然收了 就要守规矩 沈婉慈惊讶地看向她 那笔让沈玄空降成融会高管的钱 虽然好奇 但她并没有问 从包间出来后 薄金舟拽着她的手臂将她拉到隔壁空着的包间 这家店的菜不错 饿了 陪我吃一点 沈婉慈没胃口 但她还是坐了下来 大概是沈真安和沈玄太讨厌 趁得薄金舟都没那么讨厌了 薄金舟熟门熟路地点了几道菜 沈婉慈无聊地听了一耳朵 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那都是她喜欢吃的 她不会自作多情到以为薄金舟是照着她的喜好点的 只是在心里感慨一句真巧 两个在吃上如此之聚相投的人 居然是对院偶 沈婉慈拖着塞看她 她在走神 但薄金舟却被她盯得猴杰微微滚动一下 她看着她瞳孔里映出的自己的身影 轻声朝着她靠了过去 沈婉慈在凑近时就回神了 重新聚焦的视线里是男人好看的唇 她下意识地往后哑 但刚有动作 就被对方还着腰懒进华里 十分钟 这话眉头眉尾 她竟然听懂了 男人身上的味道是她所熟悉的 就算没有亲密行为 但也朝夕相对了三年 沈婉慈被迫靠在她的胸口 耳边是她沉稳匀速的心跳声 除此之外 整个世界一片寂静 这一刻 沈婉慈当真生不出半点推开她的心思 大概是刚才经历的那一场让人身心俱疲的争执 耗尽了她所有的精气神 她放松身体 将全身的重量都靠在薄金舟身上 她曾经也是这样对我的 大概是真的太久远了 需要仔细回忆才能想清楚细节 沈婉慈说得很慢 但薄金舟并没有出言打断 甚至连一心半点的不耐烦都没有流露出来 要是被博士那群最近被骂成狗的高管看见了 只不定会以为是自己大白天撞鬼呢 那时候我读小学 被同学诬陷偷了她东西 争执间对方把我推倒了 后脑勺撞在桌角上 最后闹到老师那里 对方叫了家长 七大姑八大姨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整整二十几个人 把老师的办公室都给读满了 她当时一个人力战群雄 把那个无限我还死不承认的同学狠做了一顿 脸都被挠花了 现在想来 她都记不清当时的具体场景了 记忆里最清晰地变成她为沈玄一次次罚她 薄金周梅出生 却伸手拍了拍她的脑袋 垂毛 便能看到女人侧脸白皙细腻的肌肤 以及半侧烟红的唇 如今这样乖巧柔顺的模样 比平日里那副张牙舞爪浑身尖子的样子可爱多了 让人十分地想亲 但这个念头也只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她还没有饥渴到这种程度 十分钟一到 沈婉慈翻脸不认人 直接将人推开 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 怎么还没上菜 好了 薄金周冷笑一声 怎么没把你给得死了 摸过多久 服务员就开始上菜了 满满当当地摆了一桌 结果 刚才嚷嚷着没胃口的沈婉慈吃得比谁都多 倒是主动提出吃饭的薄金周 只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 吃饱喝足 人就有些饭困 坐在暖气室中的车里 沈婉慈很快歪着身体睡着了 她坐在靠窗的那边 随着车子的颠簸 头一下下撞在窗玻璃上 发出咚咚的声响 薄金周闭了闭眼镜 忍耐片刻 终于还是伸手将人拉过来 靠在自己肩上 女人柔软的身体贴着她 刚才在餐厅里压下去的 那股冲动又隐隐地冒出了头 她垂眸看了片刻 终于还是低下头 闻上那双被热气熏的 格外娇艳烟红的唇 这一晚 便显些失了空 要不是李志告诉她 这是在车里 还有姜叔在 便要出阁了 薄金周松开沈婉慈 扭头朝向窗外 搬合着眼眸平息 自己被勾出来的冲动 前排 姜叔紧绷的背脊 也终于稍稍松懈了些 可真是难为她一个 半截身子都要入土的人 之后的一周 沈婉慈的日子 都过得格外平静 没有丝毫起伏 沈正安回国了 但不知道是 薄金周的警告起了作用 还是对方看出 她的冷血无情 知道讨博倒好 懒得再在她身上浪费时间 所以一直没再找过她 沈璇的是她没有再关注 也不知道处理了没有 但看沈正安砸锅 卖铁也要保她的决心 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事 这天 姜雅筑给她打电话 让她陪她去参加一个拍卖会 沈婉慈本来不想去 但她人都已经在楼下了 临出门时 她将抽屉里那把之前 从玉厅别院开出来的车的车 钥匙也一并带上了 那车造价太高 开出去显眼 停那儿又得白出停车费 还不能卖 因为车主不是她 沈婉慈准备把这个烫手山芋 给薄荆州送回去 也算还了她给沈正安的那笔 用来买断他们关系的钱 姜雅筑停车的地方很显眼 沈婉慈一眼就看到了 她拉开车门上车 见对方一脸沮丧 兴致不高的模样 疑惑问道 妈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 她现在公开和薄荆州闹离婚 最担心的就是姜雅筑的身体 对方看了眼她刚才走出来的那栋公寓 欲言又止地摇了摇头 没有 妈身体好着呢 你别担心 这里她知道 玉成买的时候还问过荆州的意见 她当时就在旁边 这 都住在一起了啊 沈婉慈 您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我问荆州 她告诉我的 薄荆州知道她住玉成这里 却没有半点吃醋的意思 看来自己这儿媳妇真要成别家的了 哎 不能想 一想就心口痛 她想了想 还是开口说道 婉慈啊 虽然现在你们感情很深 但也别这么快就从了她 万一得到手就不珍惜了怎么办 虽然那孩子不像是乱中气的人 可也不能大意 等你和荆州 她张了张嘴 离婚两个字还是说不出口 到时候妈去帮你说 让他们家风风光光地把你取进门 沈婉慈听得一头雾水 您在说什么呢 你和玉成啊 不是在交往吗 您从哪里听来的 沈婉慈哭笑不得 我和玉成只是朋友 我住这里是暂时借助 给了房租的 江雅筑瞬间兴奋了 陈玉几天的心情忽然开朗 给房租好 这房子地段好 多给点 咱们不欠人情 妈党花儿给你涨几百万 你留着花 这次的拍卖会主要是珠宝首饰一类的东西 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 受邀的都是各行各界身份尊崇的人物 沈婉慈去了洗手间 江雅筑在入口处等她 顺便和朋友聊花儿天 听到身侧有人惊讶道 咦 那不是那个什么舞蹈家吗 怎么手里拿的好像是宝总的邀请函 来参加拍卖会的都是一个圈子的 平日里在各种场合低头不见抬头见 听了这话 旁边立刻有人接话 不是吧 你咋瞅见的 邀请函要到入口的时候才出事 简为您这话才刚上台阶呢 他下车的时候邀请函掉地上了 我扫了一眼 好像看到一个宝字 宝这个姓不算常见 有身份有地位的 他一时只想到薄荆州 之前两人还上过新闻 那舞蹈家从台子上摔下来 被宝总抱走了 现在能拿着对方的邀请函来参加拍卖会 估计是好事将近了 和江雅筑聊天的那名贵妇 是知道薄荆州已婚的事的 一分填膺道 这些人啥都不知道 张着嘴就胡说 从小学的那些家教涵养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 江雅筑脸上端着得体的笑 心里早就各种脏话粗话 江宝荆州骂得狗血淋头 现在这种情况 由着简维宁拿着邀请函招摇过时 在不知道情况的人眼里 就是间接承认他和荆州的关系 在知道情况的人眼里 就是荆州养了个小三 他倒是想直接上手私人 但谁知道简维宁手上 那邀请函是不是真是那混蛋玩意而给的 万一是 闹起来不够没脸 而且现场还有媒体在 想到晚辞以后要被人指指点点 切 烦死了 他怎么就生了那么个 不让人省心的东西 简维宁今天穿了件白色鹿杯威灵礼服 卷成大卷的长发散下来 半遮半眼珠裸露的后背 再加上从小练舞 身姿柔韧修长 气质又好 瞬间将一众豪门阔太太笔下去大半 他环顾的视线 猝不及防对上江亚筑的眼睛 微微一浪 犹豫后还是调转方向走了过来 伯母 他捏着手里的邀请函 像捏着一个烫手的山芋 江亚筑穿着端庄的套装 头发全都盘了起来 看着简维宁的目光里 偷着贵太太居高临下的轻视 简小姐 不介意我看看你的邀请函吧 虽然他声音不大 但刚才听八卦的人都纷纷竖起耳朵 眼角余光时不时地往他们这二嫂 像挤了瓜田里四处乱窜的茶 简维宁的手指握得发白 唇瓣也被咬出深深的齿痕 虽然知道江亚筑不待见他 但没想到他居然当重中发男 伯母 这是我们私下来说 别让外人看了笑话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邀请函上的名字 但他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 江亚筑眼里的亲笔更成了 仿佛简维宁是团什么让人不忍直视的垃圾 简小姐可能有所不知 我儿媳妇今天也来了 所以我不会让我儿子的任何一样东西 出现在别的女人身上 用来侮辱他 他伸手 如果简小姐还要点脸 就把邀请函给我 请回吧 简维宁一开始会认识江亚筑 并不是宝荆州带他去见过家长 而是他为了讨好江亚筑 特意找关系跟其见面的 当时的江亚筑面对他的讨好 只淡淡地说了句 我知道你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你不用这么费心地讨好我 因为我不同意 简维宁不明白 同样是女人 同样的大学毕业 同样是戏里最冒奸的人 为什么江亚筑能接受沈婉慈 却不能接受她 我母 我来这里是为了拍其中一款珠宝 不会久留 也不会和婉慈对上 更不会和别人说什么有损 博总名誉的事 简小姐什么目的我不关心 只要不拿着我儿子的邀请函 你哪怕是坐上方位 我也绝不多看一眼 江亚筑本就不喜她 能好言相劝这么久 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她直接扯过简维宁手上的邀请函 当着她的面丝成碎片后 扔到旁边服务生的托盘里 简维宁气得脸色清白交替 伯母 你太过分了 江亚筑没有理她 转身看到朝着这边走过来的沈婉慈 直接引了上去 怎么去了这么久 冷不冷 一边说还一边去摸她的手 沈婉慈其实早就出来了 但看到简维宁和江亚筑在说话 就没有走过去 见她还在朝简维宁那边看 江亚筑拍了拍她的手把她的注意力拉回来 无关紧要的人 不用费心思 你打电话问问荆州到哪了 说曹操曹操道 黑色的宾利停在门口 车门打开 薄荆州从车里出来 守在现场的记者顿时一拥而上 美光灯瓷起笔伏 薄总 请问您今天是和简小姐一起来的吗 刚才的是他们早就闻到风声了 也听了一耳的 知道简维宁手上拿的邀请函是薄荆州的 薄荆州粗眉 没有回答 她抬脚往酒店里走 记者也不敢拦着 只能跟着她一道往里走 浩浩荡荡的一群 很是壮观 请问您和简小姐是情侣吗 简小姐今天拿着您的邀请函来参加拍卖会 是代表好事将近了吗 江雅筑脸色很难看 这群狗仔 别的不行 给人拉皮条倒是能干 他们哪只眼睛看出来 荆州和那女人是情侣了 沈婉慈 可能两只眼睛都看出来了 对薄荆州有企图的女人不少 妄图和她传绯闻的人更多 但除了简维宁 其他人都没机会在新闻版面上露脸就被扼杀了 要是这份独一无二的偏爱都不是爱情 那薄荆州可真是住故生的命了 不行 不能让这些人胡乱报道 江雅筑拉着沈婉慈就往薄荆州那儿走 她就不信 当着她的面 那混小子还敢跟简维宁闹出点什么绯闻来 沈婉慈没想到江雅筑居然还叫了薄荆州 早知道她就不来了 简维宁心里一慌 出声喊了句 荆州 所有人都知道她是拿着薄荆州的邀请函来的 要是她公开承认了沈婉慈的身份 那别人会怎么看自己 听到声音 薄荆州朝着她看过去 简维宁的身体晃了晃 她本来就瘦 如今又穿得单薄 更像是要晕过去似的 沈婉慈也注意到了 急忙拉住江雅筑 妈 我就不过去了 我和她都要 话还没说完 江雅筑就朝着那边喊了一声 荆州 你老婆有点不舒服 刚刚还吐了 是不是怀孕了 还想着大发善心做盘红囊的沈婉慈 她瞪大眼睛 惊讶地看着江雅筑面不改色的撒谎 满脑子都是感叹号 她什么时候吐了 而且和虚弱的呼吸都快接不上的简维宁比起来 自己简直精神地能当场打死一头牛好吧 哪有像是有病的 但沈婉慈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丝毫不影响媒体将摄像机对准她 他们中有消息灵通的 已经听说过这事了 可一直没见两人同框 又没有官宣的消息 所以不知真假 如今当婆婆的江雅筑亲口承认了 那还能有假 薄少夫人 关于简小姐拿着您丈夫的邀请韩进拍卖会的事 您知不知情呢 您和薄总结婚的事 简小姐知道吗 知道从薄荆州这里问不出什么 大部分的记者都委屈了沈婉慈面前 正是思小三 自古以来都是热门话题 小三还是半个公众人物 明天的头条就有了 围过来的人太多 庸庸挤挤挤 有两只话筒好几次都差点对到沈婉慈脸上 薄荆州皱着眉 几步走过去 中途经过简维宁身侧 一脸惨白的女人突然拦在她面前 当初你和沈婉慈从酒店出来的那些照片 我知道 是你发给媒体的 那是闹得挺大 她在国外都看到新闻了 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她随时关注着薄荆州的原因 那时她还觉得奇怪 居然有媒体不怕死 敢报她的飞闻 之所以说是飞闻 是因为简维宁死活都不愿意相信 自己前脚刚走 后脚她就和别的女人去开房了 只不过随着事态愈演愈烈 那点而可笑的自欺欺人也骗不了自己了 薄荆州的眼睛微微眯了眯 狭长的眼眸里略过一丝寒光 但声音依旧没什么波动 只不过低了些 阿宁 你在威胁我 阿宁 这个从史之中一直没变过的称呼 此刻却只让简维宁想笑 因为她知道 这个在别人听来格外亲密的称呼 不是因为薄荆州对她还有感情 只是因为她懒得换 在她看来 不管是叫阿宁 小简 宁宁 还是叫简维宁 都没有区别 不过是个代号而已 既然没区别 又何须在一个称呼上费心思呢 荆州 我是个公众人物 下一场巡演就在京都 半个月后 所以不能传出任何一点不好的绯闻 不得不说 简维宁这段时间上了课 还是有长进的 直到以退为进 若是以她以前 清高自傲不使人间烟火的性格 是半步都不愿退的 宁愿两败俱伤 江亚主透过缝隙看到 两人面对面的站在一起眉目传情 差点没气地晕过去 她在这边费尽心思替她追老婆 她在那边公开维护小三 察觉到她的怨念 薄金周收回落在简维宁身上的视线 一言不发地越过了她 沈婉慈握住离自己最近的话筒 不握不行 要对她嘴巴上了 她怕自己一张嘴 后面的人在一起 话筒就直接塞她嘴里了 她微笑地回答媒体的问题 抱歉 关于薄先生和简小姐的关系 当事人就在现场 你们还是问他们会比较清楚 薄金周穿过记者的包围圈 朝着沈婉慈走过去 人群自动分开了一条道 以便她通行 沈婉慈轻烈的声音透过话筒传来 至于我和薄先生 我们正在协议离婚 等离婚证办下来 会第一时间通知媒体 抱歉 是薄金周的声音 她穿过人群 牵住沈婉慈的手 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人揽进华里 我太太最近有点情绪不稳 就喜欢开玩笑 其中一个女记者开玩笑道 那肯定是怀孕了 孕妇情绪起伏就会比较大 薄总可要受累了 薄金周的情绪肉眼可见的好转 见您急言 能来这种场合的记者都不是新人了 之前不知道蹲守过薄金周多少次 哪里见过她这般客气好说话的模样 连静语都用上了 更加笃定 薄先生和薄太太感情正浓 沈婉慈偏头看向她 用猴音道 说谎话的人天打雷劈 终身不拒 薄金周微微低头 同样用猴音道 你这是在暗示我 得让你真华一个 有人不信 想要挖个大瓜 那请问薄先生和简小姐是什么关系呢 她刚才拿的似乎是您的邀请函 这一问 又将关注点扯回到了那两人身上 薄金周淡淡开口 我和简小姐是多年的朋友了 邀请函也不过是顺手帮个忙而已 没有考虑周全 让大家误会了 也给简小姐造成了不必要的困扰 很抱歉 沈婉慈都懒得拆穿她 只要是长脑子的都不会信 问主办方重新要一张 对薄金周来说很难 别说是在商场上混迹多年的老狐狸 只要是个人 都知道将带有自己名字的邀请函给对方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摆脱了媒体 江雅筑为了让他们多相处 借口自己要和朋友再聊话 让他们先进去 沈婉慈养着夏合 唇角勾出张扬的笑意 你是不是很想两全 既想保全简为您的名誉 又拖着他不想离婚 薄金周眉头皱起 声音沉沉地警告 沈婉慈 别瞎猜 被喊到全民的沈婉慈玩耳一笑 眼睛看着他 不闪不闭 我偏不让你两拳 说完便甩开他大步走进了拍卖厅 沈婉慈是和江雅筑一起来的 为着跟薄金周的在一块 事业极好的第一排 沈婉慈刚坐下 薄金周就也到了 你现在代表的是薄家 现场还有媒体在 别乱来 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以薄金周对他的了解 肯定会闹得场面难堪 你现在站起来吼一嗓子 说我们离婚了 那我就做什么都损害不到你薄家的脸面了 薄金周冷笑 一字一顿地道 离婚的是你休想 沈婉慈翻了个白眼 从包里取出耳塞 正打算塞住耳朵 就感觉到一道阴影头到他身上 婉慈 熟悉的男生居高临下地落入他的耳朵 沈婉慈抬头 看向来人 浪潮揉讽的脸上顿时 展开了一抹真心实意的笑 贺义 秦贺义还以为是自己认错了人 刚才沈婉慈进来时 他不经意地扫到一眼 并不确定 如今确定真是他 刚才你进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想 没想到还真是你 他在他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 双腿插开 十分好放的坐姿 图测看了嘛 有没有喜欢的 我送你 每个座位上都放了本图测 上面详细介绍了今天的拍卖品 沈婉慈刚要说话 旁边的薄荆州就冷漠地开了口 内容十分地欠奏 秦先生的位置 好像不在这里吧 秦贺义这才注意到薄荆州的存在 挑了挑眉 婉慈 这位是 两个男人的视线隔空对上 一个肆意嚣张 一个冷漠自持 薄荆州的眸子里一片生计 他身长的手臂搭在沈婉慈的肩上 是一种极具占有欲的姿势 我是他丈夫 丈夫 你结婚了 记者采访的时候 秦贺义没在外面 他看了眼薄荆州搭在沈婉慈肩上的手 脸色忽然难看了几分 出手如电地钻住他的胳膊 声音低沉紧绷 什么时候觉得 当初你说了要嫁给我的 秦贺义和他是同学 打小就是校霸 后来被他霸强行送去了部队当兵 校霸成了兵痞子 比之前更霸道了 情绪一上来 说话都像是再好 沈婉慈直接被他的话给搞愣了 什么 他什么时候答应过要嫁给他了 两人是同学 高中同班 大学同校 秦贺义这人性子直爽 讲一起 互短 他那时跟沈玄的关系正处在白热化 每天必思逼 性子刚得不行 两人原本没什么交集 后来班主任为了抓成绩 搞了个一带一 他正好被安排去辅导秦贺义 两个月加50分 是班主任给他下的命令 学霸和校霸 凑在一起那就是水火不相容 两人刚开始没少打架 秦贺义虽然凶 但规矩是不打你人 相比起来 沈婉慈就昏速不济了 只要他敢不学习 他就敢上手揍他 还往横里揍 一来二去 就打成了 兄弟 秦贺义五官伶俐 是那种输一不二的强势性格 我去当兵前的那晚 沈婉慈努力回想了一下当时的场景 但时间实在有些久了 又喝了酒 秦贺义拉着他巴拉巴拉说了三个多小时 轨迹的中间有没有混杂进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薄荆舟扣住秦贺义握着沈婉慈的那只手 秦先生请自重 没关系 结了婚也可以离 两人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 薄荆舟手上的力道陡然加重 和扣着沈婉慈时不同 此刻捏在秦贺义万股上的手完全是肆无忌惮 手指关节应用力而紧绷泛白 他看着他 肃杀的气息如同一把凛冽的刀 精准地抵在他的咽喉处 这么上赶着刀难小三 你可真是给家里祖宗争光啊 秦贺义耍起无赖来 嫌少有对手 没关系 我先排个号 等你们离了我再追 看你们关系不怎么好的样子 估计也快了 薄荆舟英智的目光落在秦贺义脸上 两人的手在暗暗叫着劲 短时间内难分胜负 你不会有机会的 秦贺义正要说话 穿着旗袍的拍卖官已经款款走上了台 预示着拍卖会即将开始 和人聊天的江雅竹也走了过来 他只好咽回自己原本要说的话 起身 朝着沈婉慈比了个打电话的手势 再联系 现场所有人都已经落座 拍卖官也在说开场白了 沈婉慈薄太太的身份刚公开 这会儿场内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想看到底是怎样的女人能俘获 薄加纳未免朗新朗的掌权人 一米八角 身材伟岸的秦贺义再往他边上一站 就更张人了 所以即便没回头 沈婉慈都能察觉到无数目光落在他身上 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点头 秦贺义走后 薄荆周就将视线转向了台子上 第一件拍品已经被工作人员摆上来了 他冷冷地开口 我太太玩得挺花啊 还学人家玩承诺那一套 我和贺义就是朋友 你少阴阳怪气 薄荆周似笑非笑 朋友 男闺蜜 谁晚辞瞪着他 就算是 你也管不着 你是我太太 我管不着 那谁管得着 你又想让谁管 只要我乐意 谁管我都听 只除了你 薄荆周将视线从台子上展出的珠宝上收了回来 低头 凑到沈婉慈耳边 别挑衅我 除非你想给在座的贵太太看一出我们夫妻情深的画面 沈婉慈 忘了薄荆周这狗男人不要脸 沈婉慈扭头 视线在观众席上搜寻简维宁的身影 他不知道没了薄荆周的邀请函 他还能不能进来 现场的人不算多 沈婉慈挨个挨个地扫过去 终于在最后一排最边上的位置上看到了简维宁 在他看过去的那一刻 简维宁也看向了他 沈婉慈朝他挑了挑眉 对方的唇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去 则 以简维宁的性子 刚才丢了那么大的脸 肯定直接转身走人 但他不仅没走 还进了拍卖会现场 拿到了号码牌 想来时抱着对某样东西是在必得的心思来的 宣传侧上的拍品一样样减少 当轮到一个祖母利手肘时 简维宁举了牌 手肘水头不错 晶莹剔透 起拍价也不便宜 举一次牌是50万 价格从120万的起拍价一路飙升 直到喊到820万才缓下来 沈婉慈侧头 看到简维宁紧绷的脸 820万一次 还有人家价码 820万两次 简维宁紧绷的唇角微微上扬 脸上是松了口气的表情 沈婉慈举牌 870万 拍卖式的声音一样顿挫 很是能拉动气氛 薄金舟扭头看了他一眼 喜欢 是啊 沈婉慈一只手拖着塞 一只手晃着号码牌 简维宁又举牌了 这次直接加了100万 看来是事在必得 薄金舟淡淡道 不适合你 虽然水头不错 但颜色太老气 不适合沈婉慈这个年纪的姑娘 沈偏头 朝他眨了眨眼 十分俏皮的模样 但说出的话却一点都不俏皮 我偏要 女人的眼睛黑白分明 眼尾微弯 眼底都是挑衅的笑意 像只透了心的小狐狸 薄金舟想到之前沈婉慈说的 绝不让他两拳的话 眉头一点点地皱落起来 就这一单个的时间 拍卖官又开始激情洋溢的暴数 沈婉慈再次举牌 就按着最低底线加 跟斗猫儿似的 其他对这折子有兴趣的人 闻到这股火药味 都纷纷些了心思 为个折子得罪谁都不值得 简维宁咬着牙 一张脸清白不定 看出了沈婉慈的心思 他没有再出嫁 最终这款折子被沈婉慈拍下来 拍卖会还在继续 他起身离开了现场 沈婉慈是文物修复师 平日里见到的都是 古代达官贵人们戴的首饰 工艺精美复杂 是现在这些只用钻石 衬托出昂贵的珠宝无法比的 他看了眼旁边的江雅竹 见他性质正浓 没有提出先走 只凑过去压低声音道 妈 我去个洗手间 江雅竹 好 让荆州陪你去 沈婉慈拒绝 他是疯了才会叫保荆州 陪他一起去上洗手间 而他本来以为简维宁已经走了 没想到在洗手间的 灌洗池前又撞上了 还真是冤家路窄 沈婉慈站在那里洗手 面上一片坦然 丝毫看不出刚才在拍卖现场 和他争者此时的不依不饶 简维宁握紧拳头 一双眼睛死死地瞪着他 沈婉慈 你是故意的 是 沈婉慈头也没台 承认得十分坦然 我并没有得罪过你 我喜欢荆州 但我所做的都是在和你公平竞争 你们串通好买我的话也是 沈婉慈不耐烦地打断他 简维宁 就凭这一件事 我念死你都不足以笑气 虽然这件事最后以证据不足 同学公开道歉结束 但对他的声誉多少还是有些影响 毕业后他应聘过好几家画室和公司 但都被拒绝了 简维宁喝得冷笑出声 沈婉慈 那你知道当年你跟荆州开房的那些照片 是谁发给媒体的吗 是沈玄 他亲口承认的 但听简维宁的语气 好像是别有隐情 沈婉慈没出声 就这样平静地注视着他 等着他接下来的话 你觉得在京都 如果没有荆州的默许 谁敢登他的丑闻 还一连那么多天 他较劲地逆着沈婉慈 想要从他脸上看出点情绪波动 但他只是冷着脸 跟个木头似的 那时候我不顾他的婉留非要去国外 甚至不惜和他分手 你认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 将那些照片发给媒体的 想让简维宁吃醋 逼他回国 这是沈婉慈唯一想到的 应缠着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沈婉慈 你可真卑微 他话音一落 沈婉慈就抬手腰扇他 简维宁似乎没料到 他会一言不合就动手 惊讶地双目圆争 紧跟着就往后退了几步 但他忘记自己穿的是恨天高 慌乱之下没站稳 崴了脚 啊 他痛苦地皱着脸 叫了一声 弯腰想要去揉晚上的狡猾 在这个过程中 沈婉慈扬起的手枣 被一只从身后横伸过来的手给扣住 从力道来看 应该是个男人 他大概猜到来人的身份 转过头一看 还真是薄金粥 男人皱着眉 俊脸极冷 眼睛一顺不顺地盯着他 沈婉慈微微一笑 语气轻盈 你和简微宁 还真是天生一对 都让人这么恶心 薄金粥莫名其妙挨了这一头骂 眉眼间生出浓重的力气 咬着牙喊他的名字 沈婉慈 胡闹要有个限度 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媒体还在周围蹲着呢 要是刚才那一幕被拍到上了新闻 再加上拍卖会上的蓄意针对 那些狗仔为了流量 能把白的写成黑的 简微宁还有那么多粉丝 稍稍一运作 能让他被网报无数回 沈婉慈没等他解释 厌气地抽出自己的手 难听的话一句一句往外蹦 既然你们这么合拍 就直接锁死吧 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放我一马 薄金粥盯着他 还是那句话 离婚的是你别想 从我们领证开始 我就没想过要把结婚证 换成离婚证 这话沈婉慈自然是不信的 当初他们是签了三年后 离婚的协议 才去领的证 如果说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离婚 那为什么还要让他签那份协议 沈婉慈从包里摸出车 要是砸在他身上 这话你自己频频 说给鬼听鬼都不信 他抬脚就走 一秒钟都不想多看这两人一眼 简为您垫着一只脚 脚滑触肿得像是个馒头 也没说话 就只是安静地站在一旁 顶着一身上 又不争不抢不吵不闹的模样 远比哭闹更惹人心软 薄金粥 我让酒店工作人员送你回去 好 看着薄金粥 追着沈婉慈离去的背影 简为您差点气地咬碎牙齿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等人走得再也看不见之后 才自嘲地勾了勾唇脚 这一幕 正好被藏在暗处的记者拍下 沈婉慈没有再回拍卖厅 他给江雅筑发了条信息 说自己先走 就直接出了酒店 一辆黑色的越野车 几乎贴着酒店的玻璃门停着 车子是启动状态 车身微抖 发动机发出嗡嗡的低响 车身将门挡大半 他心里刚准备吐槽 是谁这么没素质 车窗就落了下来 秦赫义侧着头正看着他 上车 送你 不了 我打车就行 之前关系在铁 这么多年没见 也生疏了不少 沈婉慈不太喜欢麻烦别人 秦赫义的视线 往他身后扫了一眼 见薄荆周正朝着这边大步走过来 他问道 还是你更想坐他的车 沈婉慈扭头看了一眼 正对上薄荆周的视线 即便什么都没说 但薄荆周已经从他的表情里 猜出大致的情况 他扔给他一个拟感的眼神 原本还有点犹豫的沈婉慈 静止打开秦赫义副驾驶的车门 坐了进去 车门一关上 线条粗狂的山地 越野轰的一声就冲了出去 估计到沈婉慈没吸安全带 车速不快 但动静足以惊动半个酒店 薄荆周走到门口时 只能看到泛着红光的尾灯 在黑暗中一晃而过 他盯着那个方向 眸色比外面无星无月的夜空还要暗沉 薄唇紧敏 嘴角下馋 服务生服着受伤的简维宁出来 简小姐 我去开车 您稍等一下 好 他站在和薄荆周并排的位置 因为脚疼 需要靠着门框才能勉强稳住身体 脚上的高跟鞋 已经换成了酒店的一次性拖鞋 脚滑处看着更肿了 薄荆周的视线从上面扫过 薄唇微动 简维宁感觉到他的目光 也感觉到他有话要说 淡淡地打断他 你去追他吧 不用管我 他目视前方 态度轻高自傲 他为什么突然动手要打你 薄荆周的声音一如既往的低朗 也听不出里面有什么明显的情绪起伏 和面对旁人时一般无二 简维宁终于扭过头 眼睛里还有眉腿的红 此刻对上薄荆周平淡的视线 唇半掀起一抹自嘲的笑 你刚才想问的不是我脚上的伤 而是想问我哪里惹到了他 才让他欲尊将贵的要对我动手 薄荆周 简维宁仰头 沉默足足半分钟才开口 你去问他吧 虽然已经贫富很多 极力克制着 但还是能听出声音里的耿义 颇有种破关子破摔的意思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服务生将车开过来了 简维宁等不及他下车来扶他 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打开车门 越野车里 沈婉慈扭头看了眼睛赫义 则 这人还是跟之前在学校一样高调 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刻着你快来做我把挤个子 不过那种熟悉的感觉倒回来点了 沈婉慈系上安全带 放松的摊在副驾驶的座椅上 秦赫义的心情已经成功从重逢的喜悦转变成我爱的女人结婚了 新郎不是我的巨大悲哀中 一开口就显得很凶 倒不是故意想凶 只是之前在队里训多了心病弹子 如今一凶起来就像在训人 你为什么不等我 沈婉慈着实有点冤 你什么时候让我等你了 如果早知道 他当时就拒绝好吧 他那时全部心思都用在跟那对母女斗智斗勇上 哪有什么多余的念头去向男女之事 而且谁会想到平时跟你勾肩搭背 称兄道弟的人 背地里居然想当你男人 秦赫义 我去部队报到的前一天晚上 我说等我回来请你吃一杯子的饭 你答应过的 沈婉慈 则 他这是什么牌子的大冤种 他偏头 问道 秦赫义 你这些年是不是一直没交到过女朋友 他不想人生攻击 但实在是忍不住啊 秦赫义一点都没听出他话里隐藏的含义 我都让你等我了 怎么可能再找你朋友 再说了 部队里他们平时能看到的 除了文字是母的 其他都是带把的 秦赫义单手撑着方向盘 练一只手把玩着打火机 肥 想抽烟 你和那个男人 什么时候离婚 他问的随意 用的又是肯定句 沈婉慈一时没查便顺着话回 不知道 下次要等三个月后才能提起公诉 说完才反应过来 身边这人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单纯的笑霸兄弟了 秦赫义勾存 心情肉眼可见得好起来 明天一起吃饭 你要不答应 我就去你家楼下读你 刚刚一上车就报了地址的沈婉慈 大意了 不过他也就是这么一想 两人久别重逢 吃顿饭还是应该的 至于秦赫义对他的心思 两人这么多年没见 他还结了婚 就算他在自恋 也不会以为他对自己真的有多少男女之情 不过是湛然听到他结婚的消息而生出的不甘心而已 车子停在公寓楼下 沈婉慈开门下车 秦赫义也随着他下了车 你下来干嘛 我送你上去 秦赫义身高腿长 几步就绕过车头走到他身边 这黑灯瞎火的 谁知道那些草丛 树后有没有葬什么人 不用了 这公寓安保做的还不错 而且这里不让停车 你回去吧 他挥了挥手 怕秦赫义针跟上来 小跑着进了大门 身后有车声响起 沈婉慈下意识地回过头 就见一辆黑色的宾利停在秦赫义车子的旁边 他没看到车牌 但看车型就知道是薄金舟 车门打开 下来的果然是薄金舟 他身上还穿着刚才在拍卖会上穿的那套西装 连郁寒的大衣都没有 男人面容冷峻 笔直的视线落在他身上 大步走了过来 只不过还没等到他接近沈婉慈 就被秦赫义拦住 他要睡觉了 你回去吧 薄金舟顺着横当在面前的手臂往上看 目光落在秦赫义那张被部队生涯 竟然地粗管淋漓的脸上 似笑非笑 我是他丈夫 自然跟他住在一起 说来还得谢谢秦先生送我太太回来 那一期从容淡定 拥子也算客气 但从他嘴里说出来 再配上他此刻的表情 就带上了不容忍忽视的刻薄和嘲讽 秦赫义同样也是冷嘲热讽 不过和薄金舟的阴阳怪气不同 出口就是粗言粗语 你们现在都分居了 还住个屁的一起 赶紧走 不然我报警抓你私闯民宅 分居是他猜的 这里的公寓虽然很贵 但没有厨房 不能用明火 一般都是单身青年和没结婚的情侣入住的多 以薄金舟的身价 家里肯定庸人成群 还有司机随叫随到 不太可能会住这里 分居 薄金舟阴郁地看向门内的审婉慈 虽没说话 但意思很明显 你连这都跟他说了 沈婉慈直接没理他 转身走了 薄金舟绕开秦赫义的手 抬脚就要追上去 被对方一把拽住手臂再次拦下 他眉心皱起 警告道 松开 滚 秦赫义刚才在拍卖会上就查过薄金舟的信息了 没看到他和婉慈结婚的消息 倒看到了他和另一个女人的绯闻 所以这个男人大概率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两人都要离婚了 他现在这样的行为 无疑是在死缠烂打 这么想着 秦赫义又理直气壮起来 舌尖顶着塞帮 歪歪斜斜的站姿 套出古玩世不攻来 你看不出来 他现在一点都不想搭理你 好歹也是在良好教养的浸泡下长大的豪门贵公子 自觉点 哎 薄金舟眼里翻滚着能将人撕碎的音语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管我和他之间的事 滴滴的嗓音从喉间溢出 每个字都分外清晰 从外表看 明明是个穿西装打领带 一只手就能被摁趴在地上的翩翩公子 可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却是一种血腥的暴力感 都是血气方刚的男人 哪里受得了这样明目张胆的挑衅 更何况是早就看不惯对方 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 总之 两人直接打起来了 还是那种不留余力 拳拳到肉的打法 光是听声音就让人感到恐惧 秦赫义一拳砸在薄金舟的左脸上 同时 他的腹部也狠狠地挨了对方一记踢踹 亮腔着往后退了好几步才看看稳住身体 虽然有肌肉的阻挡 但他还是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挪了各位 虽 他痛得倒抽了口气 看着薄金舟惊讶地挑了挑眉 这几年在队里 要论一对一的话 已经很少有人能伤到他了 看不出来 这男人还挺能打 秦赫义泽了一声 收起脸上漫不经心的态度 上半身微微拱起 朝着薄金舟招了招手 再来 薄金舟用手背擦了下唇角的靴子 低头把外套脱下 又挤了领带和衬衫上的袖扣 一并扔在地上 还顺带将胸口的扣子也挤了三颗 让衣服能宽松些 动起手来不至于束手束脚 这架势 旁边的保安头皮都要炸了 不管的话 两人就在大门口 被业主看到了没法交代 可管的话 管不住啊 他们虽然不知道秦赫义的身份 但却知道薄金舟的身份 敢和宝总动手 想来身份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来软的 刚才就已经劝过了 没劝住 来硬的 不敢 好像也打不赢 软硬都不行 保安只好将目光转向 挑起这场事故的罪魁祸首 结果发现人家已经走远了 赶忙追上去 沈小姐 您别走啊 您好歹去劝劝 让他们别再打了 再打公寓的大门就要保不住了 蓝车的升降杆都要被打断了 薄金舟和秦赫义打起来的是沈婉辞的 他还回头看了一眼 两个男人你一拳我一脚的纠缠在一起 简直是凶残暴力不要命的打法 但两人都是有理智的人 知道分寸 面对保安的请求 沈婉辞头也没回 让他们打 打够了自然就散了 不用管 保安浪漫的回头 先是看了眼带上的两人 再看已经舌了的升降杆 以及地上星星点点的血迹 最后将视线重新移回到又走远了的沈婉辞身上 沈小姐可真是个狠人啊 遇到这种情况 套路不都是展开双臂拦在中间抢逼两人住手吗 保安一咬牙 再次追上去 主要是不追不行 沈小姐能淡定 他们淡定不了 万一打死人了咋办 沈小姐 您还是去劝劝吧 这万一搞出了人命 沈婉辞被拦住了去路 只得转身看向门口打得热血沸腾的两人 对一旁苦哈哈的保安道 你觉得他们这样 我能劝得住 如果说刚开始是为他打 那现在那两人眼里完全是其逢对手的兴奋 不分个胜负不会收手 他们有分寸 不会真闹出人命 你要是不放心 就报警吧 保安抓住重点 在警察来之前 沈小姐还是先留一下吧 他们早就报警了 留下沈婉辞只是怕事态失控 打架这种事谁说的准会不会出人命 万一打还没收住呢 走不了 沈婉辞只好被迫留下来吃瓜 但站着有点累 要不你给我拿个凳子来 保安 奇怪了 项念先生那样斯文优雅的人物 怎么会喜欢沈小姐这么冷血的女人 还托他们平时多照看一下她 她又看了眼沈婉辞面无表情的脸 就这样的 没人敢对她做什么吧 在警察来之前 薄荆周和秦赫义就已经停手了 以沈婉辞都打不过的伸手 也看不出具体谁输谁赢 只知道两个都受了伤 但还都稳稳地站在那里 秦赫义抬毛 弯腰捡起地上自己的衣服 隔着不短的距离对沈婉辞摆了下手 婉辞 明天吃饭 我来接你 沈婉辞 好 薄荆周看着她冷笑了一声 什么都没说就转身走了 连扔在地上的外套和袖扣都没捡 看这情景 沈婉辞懂了 薄荆周是书的一方 估计还伤得不轻 连话都说不出来 捡个东西的力气都没了 赢家秦赫义一转过身就开始呲牙咧嘴 妈的 痛死老子了 薄荆周昏黑长大的马 下手那么狠 总裁平时的工作不就是批批文件开开会吗 哪里去练得这么好的身手 越野车底盘高 上车时抬得那下腿 差点没通的她直接原地飞升 妈的 肯定瘸了 等两人都走了 沈婉辞转身看向村部不离手着她的保安 东西损坏的维修费和清洁费你们算一下 到时候给我一张账单 然后 她给薄荆周那狗男人寄过去 她刚才钥匙不跟来 这家也打不起来 她现在寄人临下 住的是玉成的房子 搞这么一出 她多为难 夜里 薄荆周刚回到玉厅别院 就接到陈徐打来的电话 她坐在沙发上 仰头靠着靠背 随手抽出一支烟含在唇间 打火机幽蓝色的火焰亮起 照亮她带着伤的下额 什么事 薄荆周 媒体那边的新闻搞出来了 要发给您看看吗 这种事平时都是陈徐拿主意 但这次 她拿不准 薄荆周睁开眼镜 薄荆和鼻息间有青白色的烟雾一出 客厅里没开灯 只有从落地窗外照进来的路灯灯光 本来就暗的光线被鸟绕烟雾遮住 视野里一片模糊 她猴姐滚了滚 一出一个单音 嗯 挂断电话 陈徐很快将新闻的原稿发了过来 还暗中看手机 光线有些刺眼 但薄荆周懒得开灯 就这么将就着看了 哪怕家里都是智能家居 只需要退出微信 智能控制的APP操作就行 沈婉慈动手打简维宁的那一幕 果不其然被拍了下来 但只有她抬手的照片 没有后续 稿件的字里行间都在为简维宁抱不平 按指沈婉慈嚣张跋扈 其中还提到了当年两人开房的事 按指这个伯太太的位置 是当初她靠成功爬床逼来的 用词比较委婉 但薄荆周知道 这份稿子不过是用来试探她态度的 如果她没说什么 明天发出去的稿子言辞会比这一份犀利数倍 陈许掐着点打进电话 薄荆周的手指有一搭没搭点着沙发的扶手 短发下的五官被手机屏幕惨白的光照的愈发凌厉 一片深黑 你觉得是她用爬床逼婚 才成了薄太太的 陈许 她猜不透薄荆周的态度 所以不敢接话 虽然她曾经也有过这样的认为 她和少夫人共事了两年多 薄荆对她的态度她都看在眼里 只要是没 都能看出薄荆不喜欢少夫人 但从最近薄荆偶尔隐晦的态度来看 事情好像又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 薄荆周并没有怪罪她的沉默 沙哑的嗓音再次响起 带着点儿似是而非的笑意 逼婚那人 明明是我 陈许 她不知道薄荆周话说的是事实真相 还是只是在跟她传达 她想看到的新闻内容 但不管是哪种 她都明确薄荆周是什么意思了 我马上叫他们改 写这篇新闻稿的记者 薄荆周顿了顿 我不想再在这个行业里看到她 陈许 是 她并不同情那个记者 如果不是抱着八戒讨好的心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 都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财一旁 不管薄荆对少夫人有没有感情 她都顶着薄太太的身份 而简小姐在受宠 即便还有个前任的身份 现在也是个小三 一日 沈婉慈一点开手机 就被她和薄荆周夫妻恩爱的新闻给震惊了 照片里 两人十指紧扣 微笑着接受 她退出APP 点进浏览器 热搜第一贺然事 博士总裁曝光隐婚交期 坦承当年是自己逼婚 再换一个 谈出来的新闻也是他们 秦月之的电话就是这时候打进来的 声音里难掩惊讶 又带着点吃瓜的兴奋 婉慈 咋回事啊 你喝饱惊着 我这一醒来点开手机 就看到了你们官宣的新闻 这转得也太快了 沈婉慈躺在床上 生无可怜地盯着天花板 我要实说我也不知道 你会不会觉得我在骗你 秦月之沉默了半分钟 她正是知道你的好了 要追妻了 应该不是 大概是昨晚被秦赫义打坏脑子了 秦月之 秦赫义 神婉慈气的牙痒痒 豁然从床上坐起 这个狗男人 她为了不让我和秦赫义出去吃饭 憋着坏故意在这儿 照片是昨晚拍卖会现场的 报道通篇都在说他们夫妻恩爱 半点媒体简为宁 以媒体光药流量不要脸的尿性 肯定不会放着这么大一个刮补报 光报他们官宣的事 活泼护着正牌儿媳 公开思小三 多带流量的话题啊 结果一个字都没提 不用猜也知道是保荆州的手笔 你说这男人怎么这么贱呢 他跟简为宁恩爱爱搂搂搂就行 我跟朋友出去约个饭 就给我搞出这么大 这样铺天盖地的热搜 只要看新闻的都能认出他这张脸 他现在出去和秦赫一单独吃饭 再加上他婚 别人看了会怎么说 秦月之不知道昨晚的事 跟不上沈婉慈的节奏 忙打断他 不是 你等等 秦赫义 就纳得经常跑去大学门 跟我同性的冤种大兄弟 你们昨晚撞上了 还约了吃饭 沈婉慈挑重点 将昨晚的事说了一遍 去啊 秦月之意拍大腿 你等着 我来给你化个妆 保证你 霸楚在你面前都认不出你 他差点嘴瓢说成吗 他当年就是婉慈和冤种大兄弟的头号CP粉 可惜沈婉慈没开窍 看不出秦赫义喜欢他 虽然现在一个已婚 一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心思 但吃顿饭还是可以的 也算安抚一下他这个CP粉兽 沈婉慈 算了 他不想把秦赫义牵扯进来 昨天答应吃饭 也是想多年不见的朋友聚取 但是现在 如果这顿饭会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还是算了 你等着 我过来了 薄荆周不想让你和秦赫义去吃饭 我们偏不能让他如愿 说完 电话就挂了 沈婉慈 秦月之家开车过来 还要半个多小时 沈婉慈决定先下楼去吃个早餐 他刚拉开门 就看到站在他门口的 穿着统一黑色西装 黑色大衣 跟两座门绳一样的魁梧男人 沈婉慈皱眉 你们在这里站着做什么 虽然大致猜到是谁的手笔 但还是问了一句 其中一人转身 夫人 先生吩咐我们保护您 保护我 沈婉慈气的朗笑 扬起的声音带着几分尖锐 是保护我 还是监视我 面对沈婉慈的质问 保镖连眼神都没闪一下 还是那副冷冰冰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保护您 保护 沈婉慈才不相信 博金周会这么好心 我不需要谁的保护 你们哪里来得回哪里去 别站在我家门口 就说话的这话儿功夫 他都看见有邻居开门往这边瞧 保镖却直听听地立在那里 说话的语气跟个没有感情的复读记一样 保总说 如果您不要我们 他可以亲自来 沈婉慈 喊好 吃饭的心情瞬间气没了 他冷着脸用力甩上门 喷得一声 墙都跟着抖了两下 沈婉慈从包里翻出手机 给保金周打电话 对方刚接起 他那扑天盖地的火 就朝着那头的人发泄过去 保金周 把你的人喊回去 他们留在那里 能保护你 对面的人似乎刚起床 声音里还带着门睡醒的暗哑 沈婉慈咬牙切齿 不用 今早的热搜出来 许多人都认得你了 难免会招到些心思不纯的人惦记 你住的那里不安全 保金周不提这个还好 一提沈婉慈的怒气更重 你当初把我和你从酒店出来的照片 发给媒体的时候 可没见这么好心啊 当时他一度被网报到连门都不能出 即便是这样了 还得四处躲债主 那时候别说保镖 严格帮着他说话的水军都没有 男人没了几秒才开口 声音里的暗哑完全变成阴沉 谁告诉你的 沈婉慈声线微挑 嘲讽道 自然是你的心肝小宝贝啊 昨晚那么多双眼镜看着的事 保金周都能替他遮掩得严严实实的 可不就是心肝小宝贝 要不然光凭简为宁 拿着保金周邀请函去拍卖会的事 就能被管大网友撕成喳喳 钉死在小三的耻辱柱上 听筒里传出一声压抑的极低的冷笑 两久 我金周说道 保镖的是没得商量 除非你想让我搬过去 亲自守着你 沈婉慈气的脑子发猛 薄金周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别没脸没皮地缠着我 昨晚的新闻你明明可以压下去 非搞成如今这样人尽皆知 是不是有病 我不需要保护 死了都不需要你帮我收拾 他深吸了几口气 缓了缓音缺氧而眩晕的脑袋 我和人约了要出去吃饭 你把你的人撤走 他们不会拦着你 是不会拦着 但会跟着 想象一下 他和人坐在那儿吃饭 左右站着俩护法 跟兵马勇士的面无表情的立在那里 谁能坦然自若 薄金周 沈婉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你是不是在吃醋 你不想我和秦赫义去吃饭 故意整这么一招来恶心我 你如果非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这哪里是吃醋 分明是嘲讽 包袱他呢 他脑目地把电话挂了 发现式地扔到地毯上 没一会儿 秦月之就来了 还拎着个行李箱改成的化妆包 他一边换鞋一边看外面 门口那两根木头是怎么回事 沈婉慈有气无力地摊在沙发上 薄金周那个神经病搞的 秦月之 他觉得薄金周对婉慈 肯定抱了什么见不对人的心思 谁知道呢 那男人一看就是心思深沉的那一挂 他也只因为婉慈的关系 和他接触过几次而已 还每次都没怎么说话 秦月之打开行李箱 我那大兄弟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来接你 沈婉慈偏头 正好看见他将一堆瓶瓶罐罐的东西 往茶几上摆 他甚至还在其中看到了风胸膏 你这话怎么听起来奇奇怪怪的 更问新郎什么时候来接亲似的 问清楚 不是为了更好的安排时间吗 沈婉慈接住秦月之正准备给他擦脸的手 我自己来 你那堆什么风胸的风臀的脱毛的还是留着吧 这些都是好东西 秦月之看了眼沈婉慈的胸 算了 你也用不上 再大穿衣服就不好看了 秦月之看着沈婉慈手法熟练地在脸上上妆 好奇问了句你对宝荆周 真没有感情了 沈婉慈擦防晒的动作一顿 不知道 但离婚的年头从生起到现在都没有动摇过 不是每对夫妻离婚都是因为没感情的 就像被扔掉的玩具 可是不是因为不喜欢 只是单纯地觉得脏了 秦月之认可得点点头 说的也是 等秦赫一来接他的时候 男人遮得比沈婉慈这个心境网红还掩饰 帽子口罩墨镜 脖子上还围了条围巾 浑身上下露出来的皮肤只剩下他插在兜里的手 秦月之瞧着他 目瞪口呆 你这是来接婉慈去吃饭的 还是接他去拍史密斯夫妇情情剧的 知道婉慈今天肯定遮得严 这不是为了能和他配个情侣款吗 看不见脸 只能通过语气来判断秦赫一说话时的情绪 秦赫一养了养夏合 后面那两个是怎么回事 神婉慈皱着眉 薄金皱是不是对你下狠手了 何止下狠手 他妈的简直往死里揍 昨晚的时候没觉得有多严重 今早起来一照镜子 脸又红又肿 严重的几处还犯着清 跟个被宰了挂那里准备风干的猪头似的 那个阴险的小人 难怪昨晚光逮着他的脸揍 但他是男人 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 再惨也不能表现出来 不碍事 他就是妒忌我长得比他好看 专挑 撕 他的话还没说完 神婉慈的手就打在他的腹部 昨晚他看见秦赫一这里挨了薄金皱一脚 他没有用力 可秦赫一没有准备 突然瘦了这么一下 没忍住痛发出了声音 神婉慈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你这叫不碍事 去医院看过了没 伤在腹部 很容易造成内出血的 昨晚从这里去车离开后 秦赫一就去医院包扎过伤口 但此刻对上神婉慈的目光 他干脆利落地摇头 没有 把口罩摘了 让我看看你的伤 秦赫一左右看了看 公寓门口人来人往 在这里 要不还是换个地方吧 后面那两个一看就是保镖 是保荆州的人 被他们看见 不也就间接地被情敌看见了吗 又不是让你脱衣服 还扭扭捏捏地要换个地方 要不要再去酒店给你开个房间啊 也不是不可以 神婉慈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伸手拽掉他脸上的口罩 秦赫一在他动手的时候就反应过来了 下意识抬起的手又硬生生地放下 他一个粗人 万一出手没控制好力道 把他手给折了怎么办 口罩摘下 秦赫一脸上的伤意也暴露了出来 经过一晚的沉积 比昨晚看着更出目惊心 神婉慈敏唇 摸了几秒后下决定 我带你去医院 这还只是肉眼能看到的皮外伤 都这么严重了 万一还有看不见的内伤 如果因为拖酒出了问题 后悔都来不及 秦赫一不太乐意 我们不是说好要去吃饭吗 我现在能跑能跳的 他想说自己肯定没大问题 但对上神婉慈不赞成的目光 立马改口 等花儿吃完饭再去看吧 我餐厅都订好了 能去环境优雅的餐厅里坐着 回忆一下过往 畅想一下未来 谁愿意去医院急诊那种人挤人 说话靠后 坐凳子靠墙的地方 神婉慈美好气道 吃饭比你命还重要 他夺过秦赫一手上的车钥匙 坐副驾驶去 刚才他过来的时候 他瞧见他的脚有点缺 人都这样了还开车 也不怕撞花坛上 秦赫一跟个小媳妇一样 默默跟在后面任由他训 神婉慈率先坐进了驾驶时 他去打开副驾驶车门时 见那两个保镖也跟过来 还有要去开后面车门的意思 当即就冷下脸 伸手按在车门上 意思很明显 不准上 滚蛋 保镖 秦先生 我们奉命保护少夫人的安全 还请您行个方便 你又不是奉我的命 我干嘛要给你们行方便 谁下的命令 你让谁行方便去 车是我的 我说不准上就不准上 你们赶上 我就报警告你们试图侵占私人财产 保镖 要强行上车也不是不能做到 但如果这样的话 肯定会惹怒少夫人 两人对视一眼 交换了一下眼神 最终决定开车在后面跟着 没开车的那人 拨通保荆州的电话 保总 少夫人送秦先生去医院了 虽然还没到目的地 但刚才的话他们都听见了 那头沉默足足有数分钟之久 保镖也不敢出言催促 听少夫人和秦先生刚才的谈话 秦先生的伤势保总打的 看着架势 估计保总也受伤了 结果少夫人送秦先生去医院 对自己的丈夫却半个字都没问过 不止毫不关心 早上还吵了一架 那门不怎么隔音 他们站在外面 少夫人那些伤人的话 一字不落地传进他们的耳朵里 这是怎样的修罗场 他们不会被灭口吧 正在他胆战心惊的时候 听筒里终于传来 薄荆州的回应 嗯 知道了 秦赫义的伤没什么大碍 都是皮外伤 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但又挤出见血的伤口的化药 出了医院 沈婉慈将药给他 记住了 三天换一次 要是不想自己换就来医院 或者随便找个诊所 让医生帮你换 别沾水 小心弄感染了 秦赫义用一根手指勾住袋子 吊耳朗当挑眉的模样 显出了很强烈的荷尔蒙气息 他的皮肤因为常年的训练 和日晒呈现出骨铜色 体格健壮而匀称 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 就阳刚正直的男人 此刻正用一种调侃的语调居高临下地问他 洗澡怎么办 总不能一直不洗吧 万一几个月不好 我岂不是得臭死 沈婉慈冲着他奄然一笑 反正你一个人住 臭也没人闻得到 只是受了点针都不用缝的伤 又不是腿断截肢 还几个月好不了 他说完转身就走 半点没停留 秦赫一垮下脸 几步追上去 我说 你也太无情了吧 我好歹是伤患 而且现在都七点了 一个个子将近一米九 浑身肌肉的肩壮男人 用这种类似于撒娇的语气控诉他 沈婉慈只觉得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 说人话 秦赫一 我饿了 沈婉慈也饿了 他中午就没吃什么 拿出手机点开某APP 寻找附近的美食 想吃什么 秦赫一凑过去 我看看有什么吃的 高中的时候他给秦赫一辅导功课 对方也经常这样凑过来听他讲题 所以他凑过来看手机时 沈婉慈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只不过还没等他挨尽 身后突然伸过来一只手 劈头夺走了沈婉慈的手机 紧跟着他的肩膀也被拦住 沈婉慈被带进一个熟悉的华宝 鼻戏里瞬间窜入对方的气息 他抬头 果然看到了薄金周那张线条紧绷 彰显着极端怒意的脸 医生已经看完了 秦先生该走了 他将沈婉慈带立原地 与秦赫一拉开半壁的距离 薄金周脸上也有伤 但只有左脸的嘴角和颧骨那两处 虽然看着还是伤得挺重 但有秦赫一的注意在前 这点伤看着就完全不起眼 秦赫一挑了挑眉 这一挑扯动了伤口 疼得他一阵呲牙咧嘴 不过他知道薄金周也不好过 他昨晚专挑的他衣服遮住的地方打 除非把衣服脱了 否则看不出来 秦赫一对自己拳头的力度 还是非常自信的 腾起来肯定很酸爽 宝总可真是阴魂不散 他掰了白手指 骨节发出咔嚓的脆响 马上就要成前夫了 还这么顽强不息 走哪跟哪